1943,P5834 满意,唐朝律森 生族年,极冠皆不祥 风神翘拔,十两宽和 受剧族界后专究律学,庞通经论 唐高祖武德,618,626 末年,文之夜都日光似法力作四分律书 且洪通香不踪,及前往一投之 后又受学于长安恒祭祀之道成 朝夕言钻不屑,遂得其法 驻于长安重福寺,如是讲说洪律达三十年 是受不详 与同门东塔律师怀素齐名 是称西塔律师 法寺有大量,定兵,法藏等十六人 宋高僧传卷十四,律宗刚要卷下 P5834 满意,指圆满有情之众同分 而令个人诸根形量等书别之善恶业 又作圆满意,别报业 为,隐业,之对称 凡人之一生中所造善,恶,邪,正等种种业 其中最为主要者仅有一业 此业能招感未来是生于鬼,处,人,天等诸去之果报 称为隐业,相对于此,其他一切之诸业,则于以招感之鬼,处,人,天等诸去之果报中,能决定六根具足与否,及身体之强弱,寿命之长短,及其他贫富贵贱等各个差别之果报,则称为满意 譬如画师画人体,先画轮廓,作为人体之总体,赋于其上细描眼眉口鼻等之眉丑差别,如是,则轮廓犹如影业,细描之重彩则犹如满意 大皮婆沙设论卷十九,顺正理论四十三,巨舍论卷十七,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七,参阅,影业,一千三百九十三,批五千八百三十四 满陀,范语邦哈 又作妇陀 即数妇之意 苏西的杰罗公养法卷上,大一八,六九四上,满陀满陀巨,及其两手三指便做拳把,锁碾小指依旧悟动,其诸男者便成细腹 大日经义士严密超卷八,批五千八百三十五 满愿,意志愿望已满 往生论柱卷下,大四灵,八三五中,彼无碍光如来明号能破众生一切无名,能满众生一切致愿 忠略,若称佛明号变得满愿者,止悦之指应能破案,若止悦之指不能破案,称佛明号亦赫能悯愿耶 此外,此外,于预定之期限中,至神佛处其愿,日述终了,称为满愿日 二位满愿子之略称,即止是尊十大弟子之一傅楼纳尊者,范PRA,巴PUA 参阅,傅楼纳,4929,P5835 余山,为余山东东阿县西,又坐余山,吾山,为之臣斯王曹直曾游余山,余颜谷兼文诵经生,清晚求量,远谷流响,遂魔拟其生而至饭碑,俗称余饭,鱼碑 集谷经佛道论横卷移诸经要集卷四,法院诸灵卷三十六,佛祖历代通载卷六,世事集谷略卷一,初三藏祭集卷十二法院杂缘原始集目陆续,P5835 银获星,一范名A.G.Roka 银亦昂加罗家,为九要之一 右坐银获天,火星,火药星,四立星,火金星,虚焊星,云焊星 其形象,嘴位赤色,右上手持枪,下手把剑,左上手持剑,下手握弓 披鱼皮,者豹衣,赤足,赤法 胎藏界七级卷下,参月,九要,一百五十九,二范名派的阿 银亦冰罗 只位于密教金刚界曼陀罗外金刚部南方之天部 乃金刚界三昧耶会外金刚部二十天之一 此尊与日天等同,设于五类诸天中之游须空天 习或为冰罗为赫利底母之爱子,似与此尊有别 如冰罗为赤褐色,黄褐色之意,为太阳侍者之名 则与火药星之意叫为契合,然火药星之泛名为Ageraka 昂加罗家,故与冰罗之同意未祥 身形成肉色女行,左手坐全安于腰,右手在胸前持火炬,坐于荷叶座 真言卫,暗,欧,日罗,飞托拉,金刚,冰罗,拼格拉,褐色,缩妇赫,SVH 宋义教王金卷石,贤杰十六尊鬼,密藏记,P5835 雄实力,1882,1968,湖北黄岗人 自子珍 为民国以来在佛学,儒学,西洋哲学三方面均能深刻体会,拙然成家之一代哲人 又聪颖,家平,十岁始从复学三字经,四书 余年,复及病逝,从此为自求上进,以读王传山,顾廷龄等诸先生书,有革命之志,遂不应举 十七岁参加革命,先后成立日之会,群治学社,政武学社,策动革命 武昌起义成功,测身仕途,后于袁世凯才彻革命军十一遭遣散,乃归相跟赞 后又一度任北伐军参谋之职 年三十五时,忽悟革命党人若不适身心修养,当无法拨乱反正,遂决意试图而现身学术,致力讲学,立主做人当反求诸己 其后,赴南京,知纳内学院,从欧阳建学佛,深究大乘佛学,由于为实,穷严功身 然认为佛教教说单空一计,又对为实论之分析宇宙是理,颇不以为然,乃造,心为实论,一书,以儒家一经中生生不习之意 远入佛理中,自卫,由乎佛如之间,义佛义如,非佛非如,而致力,容佛之空以入义之神,要知,其学说盖以儒家思想,一经哲学为宗旨,而于佛法颇有为词 太虚大师,应顺法师,王恩阳等人均曾撰文平薄之,前任其误解佛理 是自三十五岁时,先后任教育北京大学,武昌大学,中央大学,乐山复兴书院等 民国二十五年,一千九百三十六,出版,佛家明相通事,二卷,上卷一五运论,宗述法相体系,下卷一百法等论,宗述为实体系,可视为法相为实学之小词典 其中并涉及信乡二宗法义,荣有中印哲学,该书问世以来,称誉于国际学界 平生与马义福,梁树明,林载平等人过从盛密,又长与蔡元培,梁启超,方东美,钱穆等当世明如论学 门弟子中以唐军义,穆宗三,徐复官等人最著名 晚年所出版,体用论,一书,细根据,心为实论,而改转者 序文中为该书继承,则心为实论,无保存之必要,可见其晚年见解,颇有不同于早年者 为其肯定一经之思想价值,则为常烧便 五十七年五月病逝上海 所者除上纪外,另有中国通史讲话,读经试药,实力语药,实力语药出续,破破心为实论,英明大书山著,圆如,明星篇,乾坤眼等 P5835 熊尔山,位于河南卢市南方,与永宁,经落宁县,未解 山之两封并置如熊尔,故称熊尔山 乃禅宗出组菩提达摩之塔索 景德传登陆卷三菩提达摩章,大五一,二二陵上,以化缘以弊,传法的人,遂不复就知,端居而逝 即后卫孝明帝太和十九年秉承岁十月五日 中略,十二月二十八日藏雄尔山,起塔于定陵寺 大明一统治卷二十九,大清一统治卷一六二,P5836 熊野山,位于日本祭一国东木楼郡 以山中有熊野座神社,熊野素玉神社,熊野夫须美神社等三宫鼎立 故又称熊野三山,熊野三社,三玉山,三熊野,熊野全县,熊野三所全县 熊野座神社建于崇神第十六年,八十二BC 是称熊野本宫,奉四肃展明尊,或一侧尊 熊野素玉神社建于锦形第五十九年,一百二十九 是称熊野新宫,奉四世解男神 熊野夫须美神社建于文印元年,一千两百六十 是称纳治山,或称纳治,奉四素玉男神 三宫又各奉四十二社,故又称十二社全县 于平安朝时代,神佛之本地垂机说圣行 本宫之本地为阿弥陀如来,新宫为要师如来 纳治为十一面千首观世音菩萨,重信其掌握 现在,当来二是利益之大权限,是限,化限,势力颇甚 此外,古来参议,朝拜,熊野三所全县之风盛盛,称为熊野义,玉熊野义 熊野全县金刚藏王宝殿造工日记,扶桑略记卷三十,百炼超卷五,日本书记卷一三代十路卷二,日本记略前篇卷十七,批五千八百三十七 熊野比丘尼,于日本,以绘图解说而劝人信佛之比丘尼 又作歌比丘尼,劝敬比丘尼,慧解比丘尼 其自是挺时代末期 乃于一般庶民之间解说地狱,极乐净土的绘图而广宏佛教之比丘尼 然至万至年间,一千六百五十八,一千六百六十,堕落为卖孝者甚多 东海道明所记卷三,日次记是二月条,批五千八百三十七 尔前,未在此以前 尔前教之略称 在天台宗及日本之日联宗,系只是尊宣说法华经以前之说法 随代至乙之五十叛教中,总称前四十位分真实与方便时之教法 为尔前,以相对于第五之法华涅槃时 顾尔前一语表示格力,方便,全甲,三圣等义,相对于此 法华则表示圆容,真实,一成等义 法华文句卷四之一,批五千八百三十七 尔宴,范语J.I.A.之音语 又作而言,而言 亦亦为所知,境界,至母,至敬 申明,公巧明,一方明,英明,内明等五明之法 皆为能生智慧之境界,称为而言 圣满宝窟卷上末,大三七,一六中 而言为至母,以能生至故,又亦名为至境 则五明等法能生至解,故至母为至所照,明至境也 菩萨的池经卷九,瑜伽诗的论卷八十六 玄印英译卷十二,批五千八百三十七 狱族,梵语Nuraka,PLA 即止地狱之鬼族 又作的狱族,纳洛加醋 即于地狱呈现牛头,马头等可谓形香 而迫害喝则醉人之鬼族 大制度论卷十六,大二五,一七六上 俄罗沙狱族,做种种形 牛,马,猪,羊,鹿,狐,狗,狗,狼,狮,狮子 六伯,大鸟,像,雕,鹿,鹿,唇,纯鸟 做此种种诛鸟兽头 而来吞蛋,孽,彻罪人 又欲促是否有情 诸部之间各持一说 据为十二十论数记卷上载 诸部之中,大众部 正量部主张狱族时为有情之说 萨婆多部,经部等则主张非有情之说 正法念处经卷十七,大一七,九八上 专行报恶,心无辞明,不行正理 为诸贤善之所轻毁 如是恶人,生坏命中 受阎罗王执障鬼身 与鬼世界为阎罗王驱走给时 若有众生造诸恶业 时阎罗王即令此鬼露其精神 是为主张有情之说 观佛三昧海经卷二,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二 巨舍论卷十一 顺正理论卷三十一 为十二十论 巨舍论光纪卷十一 批五千八百三十八 玉父,众生轮回于三界中 犹如细生牢狱,故形容众生为三界之牢狱所束父 称为玉父 父法藏因缘传卷五 大五灵,三一五上 三界玉父,无意可乐 批五千八百三十八 狼牙山绝和尚语录,全一卷 宋代灵纪宗森狼牙会绝传 门人缘剧集 明永乐年间 一千四百零三 一千四百二十四 堪行 全称除周狼牙山绝和尚语录 右座狼牙绝语录 收于万序葬第一一八侧骨遵俗语录卷四十六 极录会绝之势众,上唐,小餐,粘骨等语 批五千八百三十八 狼牙绝语录,请参阅狼牙山绝和尚语录 马拉达宝加范塔派,范名Marthabh Gavada 右座马拉达巴克塔派,范Marthabh KTA 为印度教皮施奴派,范Viu之之派 南印度之马拉达地方,以,薄加范塔富兰娜,范Bh Gavada, Peray 为圣典,信仰皮施奴神而论性爱,范Bakta,之宗派 此派于十三世纪后半,由诗人乔纳内史范尔,范Janevar,开始传布 此派之文献除盛典典及其注释外,主要用马拉达宇,Marth,亦兼用新地语,Heind 批五千八百三十八 马苍加尔居,为西藏佛教加尔居派波结加尔居之戏之一 细波结加尔居派创始人波结木九八,一千一百一十,一千一百七十,之地自马苍喜饶森格所创立 后与白玉地方之宁马派河流 参阅,波结加尔居,六千一百零五,P五千八百三十八 马脑,范与Emma Garba,巴利与Osama 七宝之一 赤色宝之一 英译阿师摩接拉婆,阿舍摩接婆,阿师接波,阿师摩接婆,阿叔摩接婆 又坐十葬,胎葬,楚葬 会灵鹰一卷二十七马脑条之注释,大五四,四八三下,二师摩接婆,此云处葬 二师摩,楚意,接婆,葬意 或严胎,取其坚实 严马脑者,色如马脑固也 又会愿鹰一卷上,悬应鹰一卷二十二军载位马脑,悬应鹰一卷二十一则又未相通于琥珀 近代字典则多将此饭与异位金刚石 悬应鹰一卷二十四,参阅,七宝,一百二十四,P五千八百三十九 马脑寺,位于浙江航县西湖宝云山下 五代吴月望前世开创于后晋开运二年,九百四十五,出称孤山寺 宋出称广化寺,至平二年,一千零六十五,改称宝盛寺 又宋代天台宗山外派之孤山智元与范天庆昭曾同住于孤山寺,与山家派之之礼相互论真 甘兴元年,一千零二十二,智元世纪,藏于寺中 至少兴二年,一千一百三十二,凤皇后之命改为道观,智元之墓移至北山玛瑙坡 孤山寺因此称为玛瑙寺 原末被毁,明永乐年间重修,后几经兴飞,晚近又新建一小鱼 P5839 马德瓦,1197-1276,泛名MEDFA 印度沸潭多派学者 出生于卡纳拉,康尔尔阿 其学说被视为二元论,范特菲德,实则竟于多元论之实在论 主张皮施奴,主宰神,各我与物质世界哪个别之存在,然除主宰神以外,一切均依凭主宰神而存在,并主张各我可借由神之恩宠而得解脱 其学说之特色为命运预定说,有解脱生类,堕于地狱,及在此二者间永远轮回等三种分类 P5839 遥光寺,北魏宣武帝,北魏宣武帝于洛阳所建立之尼寺,寺在昌河城门遇到北,规模盛大,有讲堂,疗坊等五百余间,互有相通,真木香草,不可圣祭,非平归原多来此出家。 洛阳嘉兰祭遥光四条,P5839 瑶花,及玉华宫 位于陕西陆州以军县西南 唐玄藏三藏曾于此一出大班若金六百卷 世门正统卷八,参月,玉华寺,2041,P5839 琉璃,梵与Phyria,巴黎与Phyria 七宝之一 异异青色宝,远山宝,不远山宝 右座琉璃,琉璃,肺弩莉叶,肺琉璃叶,肺琉璃,皮琉璃,配琉璃,皮头梨,丙头梨 为猫眼识之一种 种类有青,白,赤,黑,绿等各种颜色 其最大特色乃是具有,童话,知性质,亦及任何接近琉璃之物,皆被琉璃之色所童话 相传虚空之颜色,青色,即是由须弥山南方之琉璃宝所映现者 又于三十三观音中之琉璃观音,即表琉璃童话之德而映现于是,涉化众生 惠灵音音卷一大五四,三一七中,起宝青色,迎彻有光,凡物净之,皆同一色,帝是寄珠,云是此宝 玄印音音卷二十四,前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之著,P5839 琉璃金山宝花光照吉祥功德海如来,为金光明最盛王金卷八吉祥天女品所载之佛名 吉祥天女在过去世,于此佛处众诸善根,故得复乐自在 若人欲得复乐自在,应当至心读诵经光明最盛王金,亦当每日烧众名香吉妙花供养此佛,赋予每日三十之中,称念吉祥天女之名,并以香花吉珠美食供养之 P5840 琉璃坛,指以琉璃宝铸造之戒坛 又坐琉璃坛 宋高僧传卷十一,大武林,七七五下,是从省,青州林资人 中略,头本周龙新加兰从师简落,寻往松山琉璃坛那界 又佛坛,摄坛成琉璃色,亦称为琉璃坛 P5840 琉璃灯,指宫于琉璃坛因前之灯 又于佛前宫灯以赞佛之教化,近代寺院多有所见 此外,药师经中以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为本尊,故修习药师法会中以点琉璃灯表彰药师佛,称为琉璃光 至后是凡佛前供养之灯,总称琉璃灯 大唐内典陆卷十,P5840 琉璃观音,三十三观音之一 又称高王观音,香王观音 高王观世应今为此菩萨能救诸苦恶,灵为吉时若诵此经满一千遍,则可辨死者成活人 据开元世教路卷十八载,北魏天平年间,534、537,定周牧师孙靖得造观音像,尝试礼拜,后卫贼所影,临行之前夜,孟一僧来,交其诵读词经,醒来乃诵千遍 即至行场,三度受刀,刀折而不伤皮肉,兼丝怪之,遂免死 孩儿拜相,见圣像景象上有三道刀痕,由此而信者日重 此尊所留不知相,乃两手捧琉璃壶,成一连伴而浮于水上 大唐内典陆卷十,即神舟三宝感通陆卷中,佛像图绘卷二,P5840 真书家术,真书家,范语Kilka,意义赤色,肉色花 印度婆罗门教之圣术 右座景书家术,尖书家术,景柱家术 蜀豆科之巨木,学名Beautia from Dosa 产于印度半岛,自北部喜马拉雅山至南端之斯里兰卡皆有生长 树干高度多在十二,三公尺以上,叶大花大,树枝可制染料,种子榨油可作杀虫剂 聚会灵鹰一卷十一载,其花赤红,形如人手,又称无忧术,阿书家术,范Aoca 阿书家术之学名为Junksha Ahsoka,属豆科,开红色大花 此外,卡红卡术,范Kanika之各种学名中,亦有一名为Beautia from Dosa 而波罗奢术又称卡红卡术 故有为尚树株树皆为真书家术之一称 然一北本大班列盘金卷九所术,此术与阿书家术,波罗奢术树为一种 杂阿含金卷四十三,大宝基金卷一大班列盘金书卷一 悬印荫一卷七,紫菊一市纪卷九,参越波罗奢术树,三千四百四十三,批五千八百四十一 真书家宝 真书家 范与吉尔卡 巴丽与吉尔卡 右座锦柱家宝 尖书家宝 意义味赤色宝 宝石之一 与真书家树之花相似而美 英系赤色 故有此名 窥姬之弥勒上身经书 万序三五 三九三下 真书家者 壮四赤琉璃宝珠 琉璃之颜色有多种 以红色最书胜 右几藏之法华经义书卷十二 载此宝明鹦鹉 盖其赤色如鹦鹉嘴之骨 仪系由于鹦鹉之范与吉尔卡与真书家之范与吉尔卡混同而产生之额物 观普贤菩萨行法经 观无量寿佛经义书卷下 惠灵音义卷十六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批五千八百四十一 真加罗 范与Kansas Cara 古代印度树木之一 右座金杰罗 横加罗 相当于千万亿 法华经卷六 大九 五三中 复文式法华经 八百千万亿 那由他 真加罗 平婆罗 阿婆等纪 巨色论卷十二 法华玄赞卷十 玄印音义卷六 批五千八百四十一 一 范与Fijicicic 八利与Fijicic 新所知名 巨色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未对迷雾因果之理 犹豫而无法决定之精神作用 即对于佛教真理犹豫不决之心 小乘欲留果以上 菩萨出的以上乃能断除之 依据舍宗 数不定的法 六随眠之一 十随眠之一 依为时宗 则数六根本烦恼之一 净土门以 以 语 信 未相对词 而未去疑心起信心 义部《宗伦论述》记载 已有二种 一 谜于理之随眠性的遗节 即对于诸地理由怀疑惑 阿罗汉已断除之 二 于是犹豫不决之处非处之疑 即对是疑惑 如于夜观数 以为是人或为非人等 阿罗汉未断除之 然读觉于此则已有成就 一般广泛的包含非烦恼性之疑 故凡怀疑 由欲不定之心理 皆以往辟欲 而称以往 此外 疑字 疑诗 疑法 总称三疑 十柱皮婆沙论卷五一行品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 巨舍论卷四 瑜伽诗的论卷五十八 成为十论卷六 大乘一张卷六 批五千八百四十一 一剑 十种斜剑之一 未于苦 即 灭 道等诸地之理 心存犹豫而无决定之剑 瑜伽诗的论卷八 大明三藏法术卷四十三 参阅 十种剑 四百八十七 批五千八百四十二 以使 五顿使之一 十使之一 未行者心神未疑或所趋异而流转于三界间 不能出离 大乘一张卷六载 使 未随逐细复之意 以 使 比喻烦恼 如世间之功使随逐罪人 歹得便细复 烦恼亦如此 长久随逐行人 细复于三界 不令出离 故称为使 法界次地卷上之上 参阅 五顿使 一千一百六十四 烦恼 五千五百一十五 批五千八百四十二 一次 未遗念能害善根 犹如独刺之能害人 若信根坚定 则一次可拔除 万善同归即卷下 大四八 九八七中 成诸佛业 满大菩提 塞邪静而辟正途 坚信根而拔一次 被波罗密之至极 批五千八百四十二 一是解经 为一位之解之门路 三得止归卷十八载 经 经济之矣 由一故得解 则一位解之经济 止观辅行传红诀卷四之四 大四六 二七一下 师 法二一 虚小其十 若未入三昧来 与此二法若不疑者 或当复杂斜施 斜法 故应手疑 善思则之 一位解经 此之未也 大班涅槃经书卷十三 批五千八百四十二 宜臣 乃阿弥陀佛净土中 以疑或心修诸功德之行者所指之处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卷三载有关 中被往生 知乡 若有人奉行诗语 然后复生悔心 心中狐疑 不幸不失做诸善等后世能得祈福 不幸有无量清净佛国 不幸能往生其国中 虽然如此 其人仍虚念不绝 暂性暂不幸 亦至犹豫而虚结其善 其人受命终敬 虽生无量清净佛国 然不能至无量清净佛所 其见无量清净佛国界编织自然七宝城 心中便大欢喜 而止于城中 于七宝水池莲花中化身 则寿生自然长大 住于城中五百岁 又 下辈往生 亦有此说 乐邦文类卷一引手护国界主经之文 大四七 一六以上 此人以情未断 身于宜城 五百岁受乐 再修信愿 方规净土 此类疑或佛制之行者 虽得往生极乐净土 然未能乐达其真相 佛乃应其根基 而是现化土 故称宜城 无量寿京卫以臣与边地 胎宝等相同 参阅 胎宝 3934 批 5842 一悔 有二亦 一 疑念与后悔 弥煞赛塞五分界本 大二二 一九七下 若比丘故令比丘生以悔作试念 令比比丘乃至少食脑 拨一提 二 失望 妙法莲华金卷五用出品 大九 四一上 悟得有以悔 佛制颇思义 批 5843 疑根 疑念深入于心 犹如树根深植于的 故称疑根 伦延经卷二 大一九 一一一上 愿佛哀明 宣誓原因 把我疑根 归无上道 万善同归即卷下 批 5843 疑直 止疑或知直念 疑见道之时断除 其性论书笔消记卷一 大四四 二九七中 其性未用者 以此论中能破移植 深圳性故 成为识论书要卷上本 批 5843 疑或疑 犯语 feature kits 止心生疑念而不能安定之状态 疑或 止迷于对象而判断力颠倒 疑 疑或 之用于相似者 另有一句 疑团 然 疑 语 语 句 之含义并不尽同 疑所谓 疑 疑 疑以理智寻死而不可理解真相 不能决定是非之心理状态 所谓 疑 疑 疑由于情感摩所依赖而产生之感觉状态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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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哲理分析来解决之倾向 疑以转换为直观作用之倾向 疑由于惧 则亦产生罪业意识与凡夫意识 要之 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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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性 乃向外界之疑逐渐转为向内之疑 并因而形成一股疑团 直 乃至一股大疑团 此时即亦予转换为直观之作用 故禅宗美美强调大疑乃参禅悟道所绝对必须者 譬如有一森遗失其唯一之夹杀 寻而不得 念念不忘 片刻不舍而反复寻觅 此称为真疑 反之 譬如惊人对古人经历之疑团悬暗忘复遗情 而未能彻底寻究 此称为模仿疑 而非真疑 若无真疑 则亦无参透大悟之日 例如愚未失缺之悟 以为已然失缺而欲寻求 虽压抑之 亦不由心 直至寝食难安 大疑自然献前 犹是即有转换为悟道因缘之良机 P5843 一节 犯与菲语益 及 shameful 독期 saeugenic 巴利语菲色ket examio genic 三节之意 九节之意 一 弥心乖离 狐疑不绝之意 捷 截父之意 诸众生于佛,法,僧三宝望生疑惑,不修正行,而广行杀,道,迎,望等诸不善,由此遂招感未来生死之苦,流转三界而不能出离,称为以劫 大批婆沙论卷四十六,大乘一章卷五末,大明三藏法术卷三十五,参阅,九节,一百四十八,三节,六百三十一,批五千八百四十三 以往,疑惑之情交之如往,故称以往 法华精辟玉品,大九,一零下,心怀大欢喜,以往皆已除,八十华严卷十四贤首品,大一零,七二中,断除以往出爱流,开释涅槃无上道,据道引之本点略赞位,往有三亿,一,难拖,如鱼鸟未往所罗,难以拖出 二,附障,如门前张罗却之网而障碍人之出入 三,隐蔽,如网必爱眼目使不能见 盖佛法之大海以性能入,性为佛道之源,功德之母,然因以情能隐蔽性眼,障碍性奉证法,遂不能出离生死,故欲之如网 法华经方便平,大无量寿金卷下,大制度论卷二十七,批五千八百四十四 一盖,范语,Fichikitz,Farae,巴利语,Fisikitz,M-Farae 五盖之一 盖为烦恼之意称 与,疑烦恼,同意 为疑惑之情,覆盖行者心时,使不测见真理,故称一盖 据大皮婆沙论卷四十八载,所谓,盖,含有障,腹,破,坏,堕,卧等诸以 法界次第出门卷上之上,大四六,六六八上,盖已覆盖位义,能覆盖行者清静善心,不得开发,故名为盖 忠略,痴心求礼,犹豫不决,明知为疑 参阅,五盖,一千一百九十四,批五千八百四十四 一盖无杂,日本佛教用语 为真实之信心而无疑心见杂 为日本净土真宗解释信心之语 一为五盖之一,障碍无漏之五蕴,故称一盖 教行信正卷三载,明知至心即是真实成种之心,故一盖无杂 信乐即是真实沉闷之心,即沉用重之心,沈宴宣忠之心,欲愿爱悦之心,欢喜贺庆之心,故一盖无杂 欲生即是愿乐觉知之心,沉作为心之心,大悲回向之心,故一盖无杂 真之而无一盖见杂,称为信乐 信乐即是一心,一心即是真实信心 广文类对问纪卷六,批五千八百四十四 一叙善,指以断善根之人再叙生善根之意 断定觉无因果道理存在之邪见人,因其断灭一切善根,故称为断善根之人 然有此邪见者,偶遇善根而生,或有因果道理,一念之仪,则此时以断之善根再叙生,故称为一叙善 据社论卷十七,批五千八百四十四 虐加持,加持虐病患者,令其痊愈之法 又称虐病法 余夜依观自在菩萨经,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治病和药经 菩萨门仪轨,阿扎薄聚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修行仪轨卷中,金刚童子成就仪轨卷中等金轨中皆数及之 日僧成贤依诸说语所传作法及祥述其法 吉令病者面向难,修法者做其后方,先劫护身法应及劫戒应,防止恶魔障碍,次劫弥陀定应而入冥想 先观想并者之心月轮中有,V-A-H-O-T-R,达洛,戈里,A-A-R,等五字 并辨此五字,四地位大日,阿,宝身,弥陀,不空五佛,此五佛又成五大明王 副观想不动明王降伏一切诸魔,将三世明王降伏天魔,君徒立明王降伏身魔,大威德明王降伏人魔,金刚叶叉明王降伏的魔 其次念诵词旧咒,加持病者,后以食指于患者之顶,左肩,胸,右肩,景象书写五大明王之种子,背上书五种阿字 于胸上写,欧,达洛,戈里,二等五字,左臂书字,右万书阿舌离未知真言,而书字,其左戈里,其右未汉字等,此皆未犯字 最后再念诵词旧咒,令病者起立前行,不得回首 P-5844 静七日,止七七日之中 一般为王者在四十九日内行追见祈福之法,而以每七日为一阶段,至第七个七日,即称为七七,亦可称为静七日 参阅,七七斋,八十八,P-5845 静十方,为静十方之法界而无余 又坐静十方界,静十方世界,全法界 往生理赞记,大四七,四四三中,世尊我一心,归命静十方,无碍光如来,与佛教相应,愿共诸众生,往生安乐国 于禅禅灵中,以,静十方界如一挺末,比喻远离差别像之平等异乡 又为,静十方世界是一颗明珠,而以明珠比喻真如,佛性,点出十方世界之当体即是真如之矣 静得传登陆卷十八旋杀师被章,从荣录第八十五则,P-5845 静大地人一口吞进,禅灵用语 禅灵中,形容具有过人见识,能力,彻悟禁地之师家或禅图 此等优秀禅者,一切所作所为,皆非寻常之辈所可比拟 犹如天地间人人均吞没于其人的与莫倾慨之中 同类用语令有,静大地人王风结舌 闭言录第四十九则,大四八,一八五上,千尺金喷红浪飞,转过那边去 不妨奇特,静大地人一口吞进,P-5845 静未来记,为穷静无限未来之生涯,边记 与无限同意 多用于发愿之场合 与未表示,法,知常著而假说未来记,如未,过去无极记,未来亦无记底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四,大三,三零九上,一切信心善男子,出家修道亦如是,未记父母及众生,终略,当正无上菩提果, 静未来记长不灭,能度众生作归一 旧华言经卷二十二,法华文句记卷四下,P-5845 静行,又坐静行手 行,具有形体样像之色身 静行,亦只过完此一旗有形体,有受限之有限生命 佛藏经卷下静见品,大一五,七九七下,我时皆坐转轮圣王,以一切乐据进行供养集诸弟子,亦不济我,以有所得故,P-5845 静世女生,为有文法之功德而舍离女生 法华经要王菩萨本时评,大九五四中,若有女人文是要王菩萨本时评,能受持者 静世女生,后不复兽,令据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载,杀杰罗龙王之女智慧立根,虽年仅八岁,然于诸佛所说之圣身密藏西接受持,刹那间发菩提心儿得不退转,并转变为男子 P-5846 静苦,又坐静苦边,静苦边际 乃,灭盘,之同一语 即未戒,定,慧,解脱行等诸范行皆圆满而得灭尽诸苦 习正因缘经,大一,九零六下,又赋若见圣志,去正出离之道,乃至静苦边际 杂阿含经卷九,P-5846 净苦道,止中就灭除苦恼之方法 二圣之法,以观四地十二因缘之关行,断尽生死苦海 即生文臣听闻佛之身教,由观四地而生起空志,遂断除烦恼 原觉臣之姬根锐利,不由佛之身教即能观十二因缘而生起真空志,断除烦恼 法华经方便品,大九,八中,事故设利福 我未设方便,说诸净苦道,事之以涅槃 P-5846 静静虚荣,为班若经所说空意之止去 班若经专明诸法皆空之时相,不于义法,西皆是空,故称为静静 静,西皆之意,静,真空之意 真空之中,不留一切情直,故称为静静 虚荣者,诸法既为真空而无自信,故虚通荣荣,同位亦如 是乃天台宗叛世佛陀一代五十说法中第四十之说法 以灭除二圣之法之,另入于法华中到十项之间接 法华玄一卷时上,大三三,八零零中 班若论通则三人同入,论别则菩萨独境 广力因入境境虚荣,亦不明共别之意 批五千八百四十六 静智,泛语KIA,JNA,巴利语KIA 二智之一,十智之一 于无学位所起之智慧 即已断尽一切烦恼,则知我已知苦 断疾,正面,修道,亦即断尽烦恼时所生之自信智 属无漏智 聚集一门族论卷三载,于四地有所证悟 所从生之智,见,明,觉,解,会,光,观等 皆称为静智,若如时之已尽除欲漏 有漏,无明漏等,称为静智 若如时之已尽除一切劫赴,随眠,随烦恼,禅,称为静智 其中,赤,见,明,觉等,皆智慧之已明 据舍论光纪卷二十六,大四一,三八六上,智慧绝断,或为众之 见为推求,或为献照 明为照明,觉为觉悟,节为打解,会为简泽,光为会光,观为观察 智等八种会议明 然就无漏智是否能知解,我已知苦,等,则诸师各持一说 大皮婆沙论卷一零二,杂阿皮弹心论卷六,巨舍论卷二十六,顺正理论卷七十三,卷七十四,阿皮达摩藏显宗论卷三十五,法界次第出门卷中之下,参阅,二致,215,十致,472,批五千八百四十六 竟虚空界,为广大无济雅之虚空界 于时间而言,竟未来济,于空间而言,竟虚空界 佛教义,竟虚空界,亦语是无济雅之乡,此语或系脱胎字,竟虚空辩法界,亦语 三十七尊礼颤文,大一八,三三六上,南摩大圆境至金刚波罗蜜,出身竟虚空辩法界成沙波罗蜜等一切诸佛 参阅,竟未来济,五千八百四十五,批五千八百四十七 静漏禅,止断静滩,甜,吃等烦恼之禅定 为阿罗汉修行之一 修行道地经卷六,大一五,二二一中,无何方便除淫怒吃,另灭无鱼,的静漏禅 然后安影如静居天,批五千八百四十七 兼四,即总领众僧之职称,为一寺之监督,与寺主同 古称兼苑,苑主,主守,寺主,后为特尊助持而改称此名 又一般俗称为当家 细禅宗六之士之一,为至赐于兜寺 禅林中,在唐代设监院一职长李全四之士五 至宋代,因四广众多,将其职全分与都四级监四 为九,监院之名一改为监四,多以西堂,首座,书记等担任此职 据祖庭寺院卷八载,东晋以后四主之职方圣 后室禅门中有内外之士以兼四位守着,即严席于此 据禅院清规卷三监院条所载,监院需负责应对官吏 参词谢贺,即凶庆调,探访施主,借贷网还,筹记一四岁用,备办米麦酱醋等,乃至银半年节各大斋会等 又担任兼四之僧,称为兼四师,所住疗房,称为兼四疗,其行者,称为兼刑 此外,一般皆以兼四同于兼院,然于百丈清规与禅院清规中皆为列举兼四之职称 赤修百丈清规卷下两序章东序之士兜兼四条,禅灵象器兼职位门 中国佛教人物与制度从灵篇,灵子清,现代佛学大系,二十五,参阅,兜四,五千两百九十,批五千八百四十七 兼收,即管理寺院所有的支收入及租税等杂物之职称 设立于元带,在庄主管辖之下,职权相当于知库,然其必胜多 赤修百丈清规卷下诸庄兼收条,大四八,一一三三中,古规出无庄主兼收 静待方立此名,此名一立,其必百出,为助持私任匪人者有之,应立驱训者有之,为勤就直视人连年战充者有之,托事求充者有之,数党分充者有之,角力真充者有之,度公害思不可眉举,虽欲匡就,莫如之河 禅灵备用清规卷六,禅灵宝训卷一,禅灵象器兼职位门,批五千八百四十七 兼斋使者,指兼护僧众斋使之神旨 在我国称为兼斋菩萨,此菩萨轻面诸法 聚禅灵象器兼灵象门轻,清代僧似称尖斋使者为兼斋菩萨 依简灯于话,听经元祭等书所说,有缘秀才者,喜戏舞跳梁坐小儿太,有时书两足坐于刊中,以殿图面,令除人向其致敬道,此红山大圣兼斋也,此后四除即供奉之 批五千八百四十七 朔法师,唐代森 身足年不祥 擅长中论,百论,十二门论,这有中论书十二卷,三论有意义等 日本平安时代之三论学森安城,七百六十三,八百一十四,所作中论书记等,数度引用诗之见解 据日本典籍记载,师位及藏之弟子,然未见于僧传 经据上纪资料,并综观其思想,学说,考证师或系唐代注于清禅寺之会则法师,五百八十,六百三十六 据旭高森传卷三记载,会则系荆州江陵人,俗姓礼 自幼聪慧一长,十二岁任大法习主 随代开皇,五百八十一,六百,年终驻于江陵寺,唐代十一驻清禅寺 于征观十年世纪,世寿五十七,这有班若登论等 批五千八百四十八 节斗,禅灵用语 又作节斗,折斗,节斗 其意有二,一,比喻侠慧,狡猾之徒的绝傲争斗 节,为特立之时 狭慧狡猾之徒,为贯彻其说而绝傲巧辩,如节时之特立,故有此语 又不肯认输反妄家强辩者,亦称为节斗 进心戒官法卷下戒官晚出家人心行法第二十五,大四五,八二九下,夫晚出家者有十种罪过,义者见斗,誓言截斗,俗气诚信,我心自在,义灵图众,不受喝则 二,指出类拔萃之人物 术中无运禅师与陆卷三,万序一二三,四二一下,玄沙不出飞渊陵,脚炒从陵氏万端,指此未未真截斗,陵云有且被他瞒 虚唐至于禅师与陆卷六佛式条,景德传灯陆卷二十三大范园条,五灯会员卷十五,批五千八百四十八 碧眼狐森,原指律眼之一国僧人 于禅陵,则专称出祖达摩大师,略称碧眼,碧眼狐 碧眼录第四十二则,大四八,一八零上,直饶是碧眼狐森也难辨别,碧眼狐森上难辨别,更叫山僧说个时 祖庭寺院卷四,批五千八百四十八 碧云寺,一位于北平西直门外之香山东路 据大清一统治卷七载,该寺为元代耶律俄尔籍创建,本名碧云安 至名正统,一千四百三十六,一千四百四十九,年间,内间于京阔建之,俗称于宫寺 天启三年,一千六百二十三,为忠贤在阔建,改名碧云寺 清乾隆十三年,一千七百四十八,又加以修建,在西院建五百罗汉堂,细访西湖寺寺寺 在寺后建大阵爵塔,又称金刚宝座石塔 细印度佛陀加耶塔式,但亦融合我国建筑之传统手法,凡大小五座十三层,高三十五公尺,白石未基,塔座上则立二座小型喇嘛宝塔,建筑雕刻及其精妙,为该寺最盛处 民国十四年,一千九百二十五,国父逝世北平时,以海安置于此塔内 十八年,在该塔埋齐衣冠,塔吉称,孙中山先生衣冠种 境内设有中山纪念堂,陈列国父之遗物,遗墨及遗住 该寺四门向东,樊六近院落,各祖殿与平以山市,层层升高,严谨壮观 内部以天王殿,大殿为中心,南有罗汉堂,后有藏金阁,北有寒碧斋 其后并有云荣水泰,喜兴亭,市泉越山房及大阵爵塔等 基辅通至卷十三,地经井物略卷六,首都文物略,二位于台湾台南白河正关子岭枕头山南路 夏林白河水库及嘉南平原,风景雅丽,极具湖光山色之美 李应祥居士创建于清嘉庆元年,一千七百九十六,寺内供奉之观音圣像,系李氏于乾隆五十七年,一千七百九十二,亲自从福建迎来者 民国二十年,一千九百三十一,新建大殿,历时近五载 三十八年重建天宫庙,四十三年俊宫,是逢先总统蒋公巡视过此,清临献乡,并赠,灵霄宝殿,知匾额 五十五年增建的藏殿,五十九年增建三宝大殿,此殿乃一宫殿是之大理石现代化建筑 同年成立财团法人,四年礼聘新田法师为第十任住持 P5848 碧坛大佛寺,位于台北新殿碧坛乐园内 落成于民国五十四年,一千九百六十五,元月,礼聘道安法师为第一任住持,能定尼师为副住持 同年六月,能定身座位第二任住持 本寺大殿称为,元通宝殿,其内供奉观世音菩萨 寺内建筑雕梁画栋,寺外环境优美,信徒及游客终日不绝 P5849 碧言集,凡石卷 宋代僧环悟客秦编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八册 又称必言录,环悟老人必言录,环悟必言集 全称佛果环悟禅师必言录 本书初位学斗重显 980-1052 自景德传登录一千七百则公案中 选择最重要之百则,赋以宋文,其后,环悟客秦 一千零六十三,一千一百三十五,附加锤氏 平唱,这语,于轩和七年,一千一百二十五,始告完成 各则先是锤氏,四出本则 宋谷,于美剧之下附着语,及公案年初者之略传 平唱鸡峰,自作诵,总平唱 至于,必言,一词之由来 细环悟作平唱于李州嘉山林全院时 其方丈是匾额上之题字 此二字源于嘉山之开祖善会禅师表示其物尽之诗句 原报而归清账后,鸟贤花落碧眼前 建言,一千一百二十七,一千一百三十,年间 克勤之门人大会宗稿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 知宗去而当众焚毁之,故本书成后二百年间未见于丛林 直至元代大德,一千两百九十七,一千三百零七 年间由张明远仲刊,尊之为宗门第一书 方始盛行于资宿之间 批五千八百五十 闭言录,请参阅闭言集 扶,范语Puya,巴黎语Puya 又做功德,福德 只能够获得世间,出世间幸福之行为 阿含经将善行分为出世间无漏范行 清净行,与世间有漏福德二种 福德即止不失等行为 细成为升天之音的在家修行 不派佛教将众生系于三界,世间,之业,分为福,非福,不动等三业,而以福业为招感欲界善果之音 此系将,福,限定于世间之一力 大臣则将六度之行分为福,至二业,而将以智慧为体之行为以外的一切,称为福业,且是之为成佛之音,此乃通于出世间之福的一力 官无量寿经将生于净土之音的修行分为定善,使心集中一世而不散乱时所修之善,与散善,以日常心所修之善 散善又分三福,系根据十六关之最后三关所说,与九品之往生有关,故称为二善三福,三福九品 三福即,一,是福,世间之道德 二,借福,佛所制定之戒律 三,行福,大臣自行化他之善根 至于慧远等则认为十六关全部为官,至业,定善,以三福为福业,主张修福至二业即可往生 但善导认为,三福为正应,九品为正行,三福与九品均含设于善善,故三福乃无法修官之劣迹,能力素质低劣,得往生修行 日生元空则认为三福与九品乃方法之不同而已 修福业而得幸福,称为福因福果 又由于不失与僧家,即可得福果,故作为不失对象之僧家,有身福德之意,遂称僧家为福田 此外,公旅人及贫穆者所使用之宿舍,称为福舍,范克裕尔,L,因一奔壤舍罗 P5850 福利太子,习时,有眼力王者,善理国阵,威省广大,王后名为广兆,曾以金宝广行不失,并为大众宣说法要 后生义子,荣旨端严,具足天宗吉祥福利盛乡,故命名福利,即为福利太子 据福利太子因缘经卷一载,朱比丘惠吉,谈论何种行业最殊胜,阿南为色相行业最盛,阿尼楼陀位工巧行业最盛,设立福位智慧行业最盛 后据此请问佛陀,佛陀以智慧最盛,而修福因缘未及盛,遂说福利太子之因缘,鼓励比丘长情爱乐正法,尊重信奉供养,由此福利的大利益 P5851 福山寺,位于台湾彰化 为高雄县佛光山之彰化分院 民国六十四年,一千九百七十五,四月破土兴建 全寺占地二甲,已完成之建筑有大雄宝殿,放生池,疗房,教室,朝山会馆,办公大楼等 高速公路未完成前,本四位南北佛教徒交流之桥梁,及南北旅游朝拜之休憩中心 现为佛光山文化出版事业和教育推展之重镇 现任助持位此一法师 四中社有 一,佛光出版社编辑部,此机构专事整理,编撰佛教典籍与佛书出版 主要工作为 一,编印是于现代人使用之佛光大词典 二,编印佛光大藏经,系将以有之各版藏经,予以重新教刊,分段,标点,注释,解题 三,编印佛教史年表,将佛陀时代弃经二千五百余年之佛教史时 包罗中外各国,与以系统之表格化,为数十年来国人所编最完整之佛教年表 四,编印一般佛教书籍 在此服务之僧俗二众,皆具有学士以上之学历 二,福山佛学院,此为福山寺培养红法人才之教育机构 创建于民国七十二年九月,院长慈宜法师 为目前极具水准的佛教学院之一 三,念佛会,此为成人信众之念佛共修会 每周六晚上集会,课程包含行解二门 四,福会念佛会,由信徒提供地点,设置于彰化室内支部教所 每周二晚上由此以法师领导信众共修,并讲解佛法 福山寺之红法事业,除钱数外,每年令又举办各种定期及不定期之法会 近年来每年更筹办彰化,台中,南投等各县市之大型佛学讲座 公请新云大师讲演,以接引中部的方信众,每次讲座,听众君达万人之多 批五千八百五十一 福分,为,道分,之对称 系,二分,之一 福者,功德之义,的福德之部分,即称为福分 如招感世俗幸福之五界,时善等行法 反之,招感出世果之发菩提心形,则称为道分 华言五教张卷二,大四五,四九零下 以小城中篇修至分不修福分,是故临成佛时 更于百节别修比叶,批五千八百五十一 福生天,泛名Payuya,Prasava 畏色界十八天之一,即第四禅中之第七天 因一波利推喝,为喝 一一身福,得福,受福,无量光,无量严世,无量密生,广妙,用果 据历世阿皮坛论卷六载,生于此天者,受用至,念,舍等相应之福,故称生福 据顺正理论卷二十一载,此天乃圣福者往生之处所,故称福生 又历世阿皮坛论卷七载,由中品四禅相应之夜可生此天,其受量为四百大节 杂阿皮坛新论卷二,张所知论卷上等则为,此天受量二百五十节,生量二百五十由循 长阿韩经卷二十刀利天平,道横班若经卷三,据舍论卷八,法院株林卷二,卷三,批五千八百五十一 福田,范与Puyua, Ketra,巴利与Puyua, Ketra 未可生福德之田,凡尽是佛,僧,父母,悲苦者,即可得福德,功德,犹如农人耕田,能有收获,故以田为玉,则佛,僧,父母,悲苦者,即称为福田 据正法念处经卷十五,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等载,佛为大福田,最圣福田,而父母为三界内知最圣福田 据幽婆塞借经卷三供养三宝品,向法诀一经,大制度论卷十二,华严经探玄记卷八等载,受恭敬之佛法森等,称为敬田,恭敬福田 恭敬福田,受报答之父母及师长,称为恩田,报恩福田,受怜悯之贫者及病者,称为悲田,怜悯福田,贫穷福田 以上三者,何称三福田 又据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五载,有所求而为者,称为有座福田,如父母,师长,摩所求而为者,称为无座福田,如诸佛,菩萨等 以上二者称为二种福田 关于二种福田上有中阿含卷三十福田经所说之学人田,修行中之圣者,与无学人田,的究极之圣者,以及敬田与恩田,悲田与敬田等多种 另有阿比坛甘露未论卷上不失识戒品所说之大德田,相当于敬田,贫苦田,相当于悲田,大德贫苦田等三种田 据舍论卷十八则说去田,畜生等,苦田,贫者等,恩田,父母等,得田,佛等,等四种田 又致已于菩萨借一书卷下列举出佛田,圣人田,僧田,和尚田,阿舌梨田,父田,母田,病田等八种田,八福田 一成十论卷下列举出佛田,一成十论卷一福田品之说 二十七贤盛断境滩,会等诸烦恼,其心空而不起烦恼恶业 所得禅定皆清静而永离诸烦恼,气舍忧乐,又能断除五种心腹 成就八种功德田,并以七定护持善心,灭境七种漏 巨族戒等七进法,成就少欲知足等八功德,复以能度彼岸,精勤求度等,称为福田 又巨手能言三昧经卷下载,巨族,使法行,者称为真实福田,即 一,住于空,无相,无愿之解脱门而不入法位 二,见知四地而不正道果 三,行八解脱而不舍菩萨行 四,能起诉住,死身,漏境等三种至证明而行于三界 五,能现身闻形色微移而不随应教从他求法 六,现辟知佛形色微移而以无碍辩才说法 七,常在禅定而能现行一切诸行 八,不离正道而陷入邪道 九,生贪染爱而离诸欲一切烦恼 十,入于涅槃而生死不坏不舍 由前述可知福田说有多种 然以佛及圣地子为福田者为其根本 据此而称阿罗汉为应公 其后即有三宝之敬田 贫穷者之悲田等名称 我国相众敬,悲二田,多行供养慧师 一广宏明集卷二十八起福篇道宣之序言 经论福德乃以悲敬畏使 悲则能哀经苦去之艰辛 欲愿拔记彼等出离 竟则知佛法难遇 能信仰宏不知 杂阿罕经卷三十五 长阿罕卷六小元经 小品般若经卷八 新华严经卷十三 四分律卷二 大制度论卷四 阿皮达摩藏险宗论卷二十三 无量寿经一书卷上 慧远,梵网经菩萨界本书卷五 法藏,世事要揽卷中 法院株林卷二十一 卷三十三 翻译明义及卷四 批五千八百五十二 福田行界 一千八百零六 一千八百八十八 日本净土宗僧 五藏人 自禁阿,浩建联社利誉 法明行界 出家于小石川传通院 至比瑞山广学佛法 并善和歌 明治维新时 任朱宗代表所组织之之同盟会盟主 反对政府许可僧吕食肉取妻 遂为大教院之教头 立驻传通院 增上寺之恩怨 任净土宗馆长 于日本缩刷大藏经之堪行 多有贡献 乃学得崇高 超越宗派 而为人尊养之名僧 这有雪窗达问 法语笔画 大日本国法传 士教摆首 鱼之夜级等 均收于行界上人全级 批五千八百五十三 福田一 为加沙之以名 以供养僧众能获大功德 而称僧众为福田 彼等所披着之加沙及称福田一 据四分律山补随机结魔书卷四支解释 加沙之条向模仿田地之期盼 田用其圣水 生长加和 以偿养生命 法一之田则红不四立 慈悲喜舍 增三善 无贪 无田 无痴 知心 常养法身之慧命 应取其义而称之为福田一 一己彼秋游 披着三一之功德 得受他供养 以支持生命 又行法施于他 得自他共享福德 世事要揽卷上 参阅 加沙 四千七百八十四 批五千八百五十三 福田院 及旧妓院 专门收容老幼残疾而无依靠之人 北宋家幼 一千零五十六 一千零六十三 之前 即于京师设立东西福田院 家幼八年赴增设南北福田院 以安顿一般老幼平籍之人 据旧唐书及唐会药之记载 于宋代之前 唐代及有 悲田院 知设立 亦为收容贫困者致用 宋代言习其力 然改为福田院 参阅 悲田 四千九百五十三 批五千八百五十四 福田敬德 为出家之人须清敬己德 以作为世间之福田 盖世人若供养僧众可得大福德 故称僧众为福田 诸德福田经及列举作为福田 所应聚足之五种德行 即 一 发心离俗 即发勇猛心 脱离凡俗 修习佛菩提而能怀佩妙道 二 毁其行好 即剔除虚法 毁坏相好 驱除世俗之成衣 披着如来之法福 具足佛威仪 三 永歌亲爱 即依佛出家 歌觉父母亲爱之情 一心经情修道 以报父母生辰之德 四 为弃屈命 急于生命摩索顾习 唯物一心 求证佛道 五 智求大臣 即常怀祭物之心 专致勤求大臣之法 度托一切友情 批五 千八百五十四 福田摇影 一千八百六十七 一千九百五十四 日本佛教学者 天台宗学僧 其父献人 又名吉弥 法名姚长 后改姚颖 年十五出家 明治二十八年 一千八百九十五 毕业于天台宗大学林 历任天台宗大学 及中学讲师 天台宗教义讨价所委员 大镇大学教授 校长等 及京圣院 天王四珠沙 主持 专研天台学 提倡戒进双修 部教统一 昭和二十九年世纪 这有戒密纲要 传教大师 兜律一方 法画集 天台宗再加安心 天台学概论 续天台学概论等 师罗上善愿 摇影大和尚略历 批五千八百五十四 福田无上心 为六种静心之一 集于静田 悲田 恩田等诸福田中 前信佛法僧等三宝之福田 为最上而尽力供养之心 据菩萨的持经卷七载 菩萨在如来所 升起六种静心 即福田无上心 恩德无上心 于一切众生无上心 如幽谈花难遇心 于三千大干世界独一心 于世间出世间法 一切具足一一心等 以此六心供养如来 法 僧 能获无量功德 批五千八百五十四 福田经 请参阅诸德福田经 福州玄沙宗仪大师广路 请参阅玄沙师被禅师广路 福州玄宗仪禅禅诗语路 请参阅玄沙师被禅师广路 福州玄沙宗仪禅语路 福音 指招感福德果报之夜音 及布施等善根功德之总称 据福利太子英元经卷一载 若诸有情能勤修福音 则所获之福果必及甚 若依诸善业因而获得知福的果报 即称为福果 亦可称为福报 如于六趣中得人 天知善果 令据大臣一张卷九载 依智而起福 依福而起报 于百论卷上则为 大三陵 一七陵上 福报灭食 离所乐事 生大忧苦 又无人修行五戒 实善等刑法 能招感人 天知福果 此类刑法称为福行 乃 三行 之一 此外 所获福利足资庆喜者 称为福庆 法华 法华金化成玉品 大九 二三下 我等肃福庆 金的执世尊 增益阿含金卷一贯 顶金卷十二 据舍论卷十八 批五千八百五十四 福帝 以寺院之美称 亦及能生福德之处 亦有称之为福庆者 二泛名 Kuraketra 英译巨鲁启塞 为中印度之古战场 据大唐西域寄卷四萨他尼 施法罗国条载 此国大臣周长二百里的支范围内 称为福帝 盖因古代五印度国由二王分治 敬壤相亲 干戈不息 其后二王更合谋 欲作最后之决战 已分胜负 然百姓皆已不堪其苦 而不从亡命 亡乃新生遗迹 即告遇百姓 此亡臣二百里的 自古即为福利之地 若于此的抗敌而死 得生人中 若能多杀无辜 则受天之福了 百姓碎奋战不屑 是死如归 两国会战于此 积师如莽 古印度人像尊重古人之海骨 遂相传位之福帝 金刚争论 批五千八百五十五 福安寺 位于台湾桃园 达明法师创建于民国三十七年 一千九百四十八 史称福安堂 后因信徒日增 原子不夫使用 岁购寺前土地三百平 于四十五年增建四层大楼移动 四十八年改称福安寺 大楼功臣于五十年丸郡 批五千八百五十五 福族 二族之一 位 至族 之对称 族 未尽修之意 位六波罗蜜中 除至波罗蜜外 所修师 借等五波罗蜜福德之行 能庄严应生之相好 称为福族 参阅 二族 一百九十八 批五千八百五十五 福林堂 位于台湾新竹 黄苏联居室创建于 清乾隆二十二年 一千七百五十七 契今二百余年 带有枕建 民国五十三年 一千九百六十四 重建大殿 疗房 客房 摘堂等 堂皇枕洁 颇为壮观 该寺历来皆由在家人主持 批五千八百五十五 福射 范语 KURL 因一奔壤舍罗 为供应旅人及评者所使用之宿舍 在印度各处皆有设置此种宿舍之风席 以方便一般人使用 大唐锡玉记卷四折家国条载 此国以往多设有辐舍 以供给贫溃者 或施药品 或施食物等 另行屡无于匮乏 又同卷末底部罗国横河门条载 常有远方数百千人及于此的藻卓 乐善诸王岁建立福舍 以供大众之需 于印度境外之节盘陀国 亦有此类设置 此外 于杂阿含金卷三十六 石宋绿卷十二等 则称此类宿舍为福德舍 大唐锡玉记卷十二 P5855 福亮 日本三论宗大和元新寺之学生 又做福领 本系我国随唐十无国人 规划日本后 姓雄宁 为日本三论宗二祖至藏之父 从三论宗出祖高丽僧会 冠习学三论 兼究法乡 驻于元新寺盛畅空宗 后受赤任森政 大化元年六百四十五 入选为时师之一 齐明天皇寺年六百五十八 应连族之寝 于山科桃园家奖为摩金 此为南都为摩会之烂商 祭年与世寿皆不详 弟子有神态 福桑略祭卷四 三国佛法传通元启卷中 元亨世书卷十六 P5856 福度 一千六百三十七 明末清初灵纪宗森 西蜀 四川 永川人 俗姓张 浩梅西 十六岁 从东山之之如出家授业 二十岁 在阔浪门下授据足戒 一年 参业滇城 云南 星星云及四支灵影影文 二十五岁 至窦宝观音寺 寿灵影副主大法 而出于蓬莱永心院红法 康熙七年 一千六百六十八 以降 立柱中议院 安隆华光寺 云南蒙画府等爵寺 玉阁院 宗州观音阁 浦安县 四川 元通寺 安隆及祥安等四沙 诗之世纪年代不祥 唯于所传十卷 东山梅西禅诗与路 卷四载有 六旬誕日上堂 之文 十当康熙三十五年 一千六百九十六 批五千八百五十六 福建子 指宋代灵纪宗志彭禅诗 闽 福建 人 人 好戒时 身足年不祥 秉性高洁而肯致 在这温如眼门下得法印 少定二年 一千两百二十九 出于温州燕山 罗汉寺宏法 其后 立柱林安府 林平山佛日敬会禅寺 庆元府大梅山 宝福禅寺 及香山 宝祠真映禅寺 平江府 陈天能人禅寺 林安府 静祠 报恩光 孝禅寺等 这有戒时禅诗与路一卷 右上纪之四 沙除能人四 地处江苏外 其余诸四 皆在浙江境内 续传灯陆卷三十五 五灯岩筒卷二十二 禅灵口十混名 及卷下 批五千八百五十六 福相法身 二重法身之一 为至相法身之对称 及受持教法而为他人言说 若布施大千世界之七宝 不如说四句济文之福得位大 由此福相而得法身之助处 故称福相法身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 大四五三六二上 由于化身听闻言教 言说法身应故 当臣佛果 能生至 福二重法身 参阅 二重法身 两百二十八 批五千八百五十六 福尘 只善才童子参议文书菩萨之处所 一八十华言经卷六十二 入法界品载 文书菩萨于南行图中 只注封陈东方之庄 言状梭罗陵中 往昔诸佛曾于此教化众生 又有一大塔妙 细世尊往昔修菩萨行时 舍弃无量难舍之处 善才童子文书文书在此 即来请义 其实善才童子以了物根本制 而更欲学菩萨行 修菩萨道义的差别制 故一文书菩萨之指示 而难由 经一百一十成 参见五十三善之事 六十华言经卷四十九 称福成为绝尘 四十华言经卷四 则称之为福生成 批五千八百五十六 福国寺 位于台湾台南 为高雄县佛光山寺之台南分院 本寺原为和妙法师于民国五十年 一千九百六十一 筹建六十三年落成后开始组织福国四青年会 成立部教所及福国之身 空中部教等弘法活动 六十八年更传授在家五界 菩萨界 六十九年五月里 请佛光山新云大师为导师 本寺所举办之定期红法活动 有念佛共修会 金刚禅座会 及佛菩萨节日法会 其他支部定期活动 有佛学讲座 书法 烹饪研习会 监狱部教 巡回议诊等 幼本寺所附设之福国幼稚园 七十二年度起 曾连续五年荣获全省幼稚园成绩考和平定位优等 并列为七十四年度全省幼稚园教育观摩之示范场所 于地方上口碑圣家 P5857 福清玄乐 唐末五代高利森 法号玄乐 通解语文 四法于清源系统之学封一存禅师 驻于泉州 福建 福清院达三十年 智力宣扬宗风 远近学人皆来请议 全首王公曾请问 如何是宗臣中士 师赤则之 晚年归返学封 集于该处世纪 深足年不详 景德船登陆卷十九 祖堂集卷十一 五灯会员卷七 P5857 福斯堡尔 福斯堡尔 Fausf LL Michael Figo 1821 1908 丹麦之印度学学者 巴黎语言学创始者 受拉斯克 Rask Rasmus Kristian 及维斯特格 Westergaard Neos Ludwig 之勋陶 1878年 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研究印度古代学 尤其专注于南传巴黎佛典 当时巴黎语学上在草创齐 1855年 校定出版巴黎语法剧经之原典 Demopadem Extibus Caudacibus Hafniensibus Palis Editit Latin Averti Extirptis Excommentareo Pelaconostiki Illustravit Fausp LL Hafni 1855 此为具有学术价值之最初出版的巴黎原典 继而又刊布多种本身经之原典 超本集音译本 1897年出版本身经大集七卷 The J.Taka Together with its Commentary Being Tales of the Anterior Births of Gautama Buddha London 1875 1897 立二十余年时告完成 此外 更出版巴黎语经及之音译 The Sultanatea SB X PT 2 1881 及其原典语语会 2Fals I Text 2 Glossary 1884 1893 P P 5857 福智 福德与智慧之并称 据称为《识论卷九》记载 菩萨所修诸圣行中 以慧为信者称为智 其余则称为福 菩萨 菩萨未成就佛果 必须上求菩提 智业 下化众生 福业 因其所具备之福 智二行 福智二业 系成佛罪 甚至实践 故称为 二种圣行 菩萨一切行为 虽总设于福行与智行 若加以区别 则有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等六度 此中 前五者属于福行 智慧属智行 或以前三者属福行 智慧属智行 而居中之精进 禅定则通于智行与福行 又以菩萨自出发心修六度万行 具足所有福德 能显现法身 庄严佛果 故称福德庄严 略称福严 属立他之行 修习正至见 静静无名 能显现法身 庄严佛果 故称智慧庄严 略称智严 属自立之行 菩萨 菩萨若具足二种庄严而自立立他 则能知 则能知佛性 北本涅槃经卷二十七 大乘一章卷十二 大乘入道次第 事门归进以卷中 批五千八百五十七 福至二业 体达智慧智业 称为智业 其他一切功德业称为福业 于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等六度中 前五度属福业 智慧则属智业 此福至二业相福相成 可得佛果 金刚班若经赞树卷上 华言五教章卷二 参阅 福至五千八百五十七 批五千八百五十八 福至藏 指大无量寿经所说宏愿念佛之大行 一级 南无阿弥陀佛之名号 日本净土真宗 以此名号为韩社福德与智慧 二种庄严之真实法藏 若信受此名号 即能证妙果 故称福至藏 是为开显阿弥陀佛第十八愿之念佛 又福至藏 为真宗所立三藏之一 此三藏系分别法义真 真实 假 方便 知三种法门 教行性证卷二 参阅 三藏六百九十 批五千八百五十八 福等三叶 福叶 非福叶与不动叶之并称 细旧界之上下与感果之可爱 非可爱等而将叶分为三种 即 一 福叶 泛 Piuya Karma 为欲界之善叶 感生可爱果而利益有情 二 非福叶 泛Apiuya Karma 为欲界诸不善叶 感生非可爱果而损害友情 三 不动叶 泛Alnijia Karma 为色界 无色界之善叶 招感不动果 瑜伽师的论卷九 大三灵 三一九下 福叶者 未感善去一首即顺五去受善叶 非福叶者 未感恶去一首即顺五去受不善叶 不动叶者 未感色 无色界一首即顺色 无色界受善叶 正法念处经卷五十五 巨舍论卷十五 成为十论卷八 参阅 三页 六百三十八 P五千八百五十八 福玉 一千两百零三 一千两百七十五 元代曹洞宗森 太原文水 山西文水 人 俗姓张 浩雪亭 自豪问 五岁解语 日备千言 九岁入学 一目十行 乡里呼卫 甚小儿 十二岁时 逢蒙古南清 故乡轮施 于彷徨摩索一时 得一老比丘之柱 遂促沉入佛门之机缘 首先网页先言之修灵古佛 正式落法受聚足界 师事古佛达七年之久 其后网页焰经报恩寺之万松行秀 得行秀应可 随从十年间 应学德身后 而名声大显 来学者日增 得以正法起皮 显阳宗风 后受招请 出于西经少林寺宏法 并奉当时皇太子 士祖 知命 迎管大资介会 又于定宗三年 一千两百四十八 受赵监柱和灵新国寺 甚受帝世之亲信 当时新道教 全真教 在华北一带十分活跃 佛教教团颇受压迫 佛 道之对立日趋尖锐 现宗元年 一千两百五十一 全真教主李智常 刊部老字画 胡经级老字八十一画图 诗集于宪宗五年至七年间 数次与李智常对变 智常接拜 道藏中之为经遭焚毁 道观二三七所归还佛教 诗则受赐号 光宗正变 为九 诗反顾李寿赐建立报恩寺 又陆续在和灵 燕京 长安 太原 洛阳等地营建寺院 普及教法 晚年归隐松阳少林寺 至元十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门下有文太 智太 靖宿等 便尾路五卷 五灯会员续略卷一上 续灯存卷一 批五千八百五十八 福业 泛语 Piyuya Karma 只能招感人 天福利果报之有漏善也 据百论书卷上之上所说 福乃富饶之意 修行善也能招感人 天之乐果 故称为福业 令据增益阿含经卷十二 三宝品 宰 世尊以不施 持戒 平等 修定 思维 属有漏定 等位福业 又称三福 或三福业是 参月 福等三业 五千八百五十八 P五千八百五十九 福玉 一千两百四十五 一千三百一十三 宋莫曹洞宗僧 又做福玉 自海园 是称海园福玉禅师 霍州 山西 林石人 俗姓王 于义中都律四落法 便由朱蒋寺 雄便如流 后参业文太禅师 于少世山 得其应可 出于天庆寺宏法 至元二十六年 一千两百八十九 千住西京宝印寺 元真元年 一千两百九十五 继长少世 至大四年 一千三百一十一 退居洛阳百马寺 黄庆二年十月世纪 世寿六十九 法拉四十九 五灯会员 续略卷一 续止月禄卷十 续灯存卷十一 P五千八百五十九 福聚一千六百八十六 一千七百六十五 清出绿森 义乌浙江 人 俗姓洛 自闻海 浩尔鱼 十五岁伊利水上方 四肢敬身出家 日礼佛号 清修苦行达十年 网易宝华山龙昌寺 伊敏元长松的解 后游方参学历八年 登天同 天目二三 墨印法器 支照借法宝乡 复归宝华山 继宝华山第七世之席 后移住法元寺 是称法元第一代律祖 此籍南山律宗千华派 在北京分支之时 又受赤开三坛大戒 四方起戒学徒达千余人 魏九 将法元寺交与法寺天悦信时 自行归返宝华山 乾隆二年 一千七百三十七 奏请以宝华山诸师之著作入葬 如祭光之范网经直解四卷 独体之皮尼纸池汇集十六卷 德基之皮尼官要十六卷等 师任宝华山驻持凡三十年 德界学徒辩天下 数于十万 高祖掌立南北丛林者二十余人 乾隆三十年世纪 世寿八十 这有余加不住 师时宜官 南山宗统 宝华智余等 星序高僧船卷三十二 中国佛教史卷四 批五千八百六十 福聚海无量 为福德之机聚广如大海 无量无限 乃赞叹观世音菩萨福德无量之语 观世音菩萨具足一切功德 以大慈悲心救济众生 为众生所医护 其福德无量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大九五八上 观世音尽甚 于苦恼死恶 能为作医护 具一切功德 此掩饰众生 福聚海无量 是故应鼎礼 批五千八百六十 福盖 为福德复生 及由修行诸善业 而得种种福利加倍其身 福盖阵行所及经卷一大三二 七一九中 乐持境界 读诵经典 如是座椅 如诸比丘 与其福盖 素得圆满 批五千八百六十 福盖阵行所及经 凡十二卷 龙树及 宋代日称等意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二册 内容极录 能成就福德复生之诸 阵行法 多引用佛说 并列举佛教所倡导之善业 如五戒 十善业等 所引用之经典 如央掘摩罗经 伊罗叶龙王因缘经 造作福叶经 南弥加经 等则多细先为人之之典籍 本经已布施 持戒为忠心而修行诸德之见解忠 未见龙树所说中道之空思想 大臣思想 批五千八百六十 福增 以泛名 发台 八例名 Sir 发台 因译施力别提 为佛弟子之一 据贤于金卷寺出家功德施力别提品在 世尊于王舍臣加兰陀竹猪园时 城内有位百岁长者名为福增 发心出家 初未设立福所拒 以其年老而无法诵经 作禅 佐礼重事 后的世尊许可 由牧连寿具足解 然福增于众中常寿少年比丘之刺激 亦增苦恼 竟欲投水寻死 幸为牧连所救 更依牧连之神通度化 素的罗汉果 菩萨本身蛮论卷寺出家功德缘起 二级东印度古国奔纳伐弹纳 范克URA Fartana之意 一名称相传是尊曾于此国说法 参阅 奔纳伐弹纳国 三千七百六十九 P五千八百六十 福德 亦指过去世及现在世所行之一切善行 即由于一切善行所得之福利 据金刚般若波罗蜜金载 菩萨与法应魔所住 虚行不住色不失 不住身不失 乃至不住法不失等 由此不住相知不失 其福德不可思量 法华经方便品 二与善法同意 据法华经方便品载 于四众中 若比丘 比丘尼心怀增上慢 幽婆塞心怀我慢 幽婆疑心怀不幸 如此则不能自见其过 于戒律有所缺陋 此类少有善法者 时不堪受持一佛成之法 有不疲奈耶杂事卷三十五 三指六度中之前五度 系相对于智慧而言 参阅 福智五千八百五十七 批五千八百六十一 福德门 二门之一 为智慧门之对称 指六度中之不失 持戒忍辱 精进 禅定等五度 若入于福德门 则一切罪业皆能除 所愿皆得 大智度论卷十五 大二五 一七二中 欲成佛道 凡有二门 一者福德 二者智慧 行师 戒 忍 是为福德门 知一切诸法 时相摩喝般若波罗蜜 是为智慧门 参阅 福智 五千八百五十七 批五千八百六十一 福德资良 二种资良之一 为福德庄严之以名 为修持六度中之前五度 如布施 持戒等善行 以为正佛果之资良 而六度中之智慧 即称为智慧资良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 大四五 三六六上 富有二因能得二果 如大臣经庄严论说 福德 智慧二资良 菩萨善修无边际 乃智勇猛及归得海岸 参阅 福智 五千八百五十七 批五千八百六十一 福德藏 只观无量寿经所说之定善 善善诸行 以此类善行能得种种福利 犹如能纳福德之藏 故称福德藏 日本净土真宗将此藏列为分别法义真 真实 假 方便 的三种法门之一 此三法门即称三藏 而福德藏乃净土要门之方便藏 以自立修定善诸行 的往生化土 是为开显阿弥陀佛第十九愿之定善诸行 参阅 三藏 六百九十 批五千八百六十一 福慧 以又称福官 及福德与智慧二种庄严 福者修六度中之不失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等善业 属利他 会者智慧 及观念真理 属自利 华言五教张卷二 大四五 四九零下 此宗教中论其实行 从初发一及福慧双修 故臣佛时无别修也 法华经方便品 摩喝止观卷六 禅怨清规卷六寿书 参阅 福至 五千八百五十七 二 一千六百二十三 明末清初灵济宗森 渝州 四川 长寿人 俗姓也 自私修 后改也逐 二十二岁时 父母双亡 乃参业东明晓 依其落法出家 三十岁于独山天竺 安育龙门之雪林 受其指示 礼业龙门之山 辉完毕禅师而得法 于万寿院受聚足戒 后此返独山 康熙 一千六百六十二 一千七百二十二 初年 开法于昆明松山院 学旅数千 康熙二十六年 十年六十五 于长松院受山徽 副主 立柱云南辅慈云院 蒙化辅竹林院 顺宁府云州五辅院 集数宗山善法院 赴明县卧龙山法华院 真江辅陆南州弥勒院 上纪诸四沙军在云南 后已乱起 不知所终 有松山野竹蝉师与路十四卷 松山野竹蝉师后路八卷行事 三 一千九百三十一 一千九百八十五 台湾苗栗人 俗姓陈 二十五岁时 因物生命无常 佛道难成 遂并弃一切成缘 而亦然涕染 出家后三十年间 横以投驼行自立 更致力于祭平旧王 铺路造桥 建四修庙 师位苗栗愿理大心善寺之助持 常以大悲法水 为人治病 远近闻名 民国七十四年世纪 世寿五十五 批五千八百六十一 福慧寺 位于台湾台中 原名福慧安 系长远法师于民国四十四年 一千九百五十五所创建 五十三年长远世纪后 由赵空法师 继任助持 契金 旧职位于中港路 因四与狭隘 工厂破境 乃于六十三年在大坑大湖口 另觅星址 七十三年动工 新建七十五年迁入新址 批五千八百六十二 福岩寺 一位于湖南横山直峰下 距摩进台约半公里 创建于南朝成废地光大元年 五百六十七 天台宗二组会 私曾九居本寺 宣讲班若经 中论等班若中观之经典 故于当时 本寺多被称为班若寺 班若道场 至唐代 禅宗高僧怀让禅师 一期指本寺 故室友 南粤怀让 知称 北宋太平新国年间改寺名为福岩寺 现存之寺为青铜至九年 一千八百七十 所中建者 依山寺而建 专幕结构 有僧房 藏经阁 大雄宝殿 月神殿 山门和过殿等 山门横额时刻 天下法院 寺后拜经台言上刻有 极高明 三字 传为唐代理密所书 寺又有古银杏一株 腰围于五公尺 契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 四千里许有三生塔 集会思禅师之塔墓 古经图书集成山川典第165至第168 二位于台湾宜兰郊西乡 民国五十年 一千九百六十一 由普通法师开山创建 五十八年增建七层浮炎宝塔 六十四年九月普通世纪后 由洪荣法师进任住持契经 六十五年重建大殿 礼请佛光山新云大师破土 同时新建厨房 疗房 并整修浮炎宝塔等 七十年附建华盐大楼 本寺办有华盐佛学院 幼稚园 并于殿台部教 P5862 种三尊观 密教观法之一 及依序观本尊之种子 三昧耶行及尊行 右座种子三昧耶行尊行观 种三尊元起观 种三尊转成观 真言密教中之诸尊各有其得行作用 皆可及此三者表现之 行者修持道场观时 须本尊之种子 而自此一种子变化成为 观本尊之三昧耶行 更观察其三昧耶行变化 而成为本尊之尊行 据大日经本尊三昧品载 诸尊有字 印 形象等三种生 及次地址种子 三昧耶行 尊行 于即生成佛意中 此三种生依顺序为法曼陀罗 三昧耶曼陀罗 大曼陀罗 此三曼陀罗之上 有具足各个威仪事业之结摩曼陀罗 故和上述四者产生 四曼相及之说 此即以种子转成为三昧耶行 乃至转位尊行之思想为其基础 此外 金刚界法中之五相成生 观义以众三尊观为基础 金刚鼎于佳经十八会只归 金刚鼎一切如来真实设大臣 宪圣大教王金卷上 诸佛境界设真实金卷中 金刚鼎于佳护魔仪轨 金刚王菩萨秘密念诵仪轨 金刚鼎莲华步心念诵仪轨 菩提心论 胎藏梵字次第 P5863 种子 梵与BGA 八粒与铜 亦如铜骨类等之 由其种子所生 色法 物质 语心法 精神 等一切现象亦有其产生之因重 称为种子 古类之种子称为外种 对外之种子而言 为时宗将种子设于阿赖耶时中 称为内种 内种子系指其生果功能而言 生果作用 乃为现形诸法 现在所显现之诸现象 熏习于阿赖耶时中而形成一特殊之习性者 故又称习气或于习 种子之说 原为一种批语 最早见于杂阿含经 不派佛教中之话 不意味于 穷生死运 知识中 常常有色与心 法之种子 对此 精量不认为色法与心法护种子 而具有熏他之性质 故主张 色心护熏 之说 于瑜伽师的论中 立阿赖耶时为 种子时 并未此时能生色 心 善 恶等一切诸法 而藏有一些种子 种子 意词 其后成为大成为实学重要术语之一 据成为实论卷二之说 于阿赖耶时中 能同时生起七转诸法 现行之果 又具有令字类之种子 前后相续不断之功能 即能生一切有漏 无漏 有味等诸法之功能者 皆称为种子 如同植物之种子 具有产生一些现行之可能性 种子葬于阿赖耶时中 前者 种子 为因 作用 后者 阿赖耶时 为果 本体 然种子自身并非一刻体 而细意纯粹之精神作用 字类别而言 种子可分两种 一 能产生诸现象 众生之迷界 者 称为有漏种子 二 能生菩提之因者 称为无漏种子 有漏种子 互可分为二类 一 能产生与种子同种类之现象者 称为明眼种子 等流种子 等流习气 二 可帮助明眼种子 以善恶而产生一手作用者 即具有产生当来有漏果之功能 称为叶种子 一手种子 有之习气 一熟习气 上述之中 明眼种子系一切诸法之 轻因缘 种子 乃以明眼为缘所需成之 种子 又分成表义明眼与险进明眼两种 表义明眼种子 指于明眼 明 句 文等 中全表诸法之意者 第六 第六 实习 认此明眼 随其语言因生而辨习一切诸法之相状 由之所需成之种子 显尽明眼种子 指缘前期识之见分 认识诸法相状之作用 未尽 随缘所需成之种子 若就现行所受用之情形而言 明眼种子又有共相与不共相二种明种子 共相言种子 共相与不共相与不共相 flatter ion 如日月、星辰、山合、大地等 举凡可供自他共同受用者 是为共相 能生起此类共相境界之种子 皆称为共相明眼种子 自相明眼种子 例如个人之身体 仅能公益己受用,能变现此等自相之种子,称为自相明眼种子。 又就作用而言,共相与不共相之明眼种子均由共业与不共业之业种子为之资助, 使能招感其相,及共业种子资助共相种子,使能招感共相,不共业种子资助不共相种子, 使能招感不共相。 准此可知,大乘为十之宗义,乃为无论一报、正报等一切万法皆由种子所变现者。 另据成为十论卷二,良意设大乘论是卷二之说,种子具有六项条件, 称为种子六义,即,一,刹那灭,由于无常而有生灭之变化。 二,果具有,果着,食与根。 食与根同时聚起,互不相离。 三,横随转,时起时,种子亦随而转动,无有间隔。 四,性决定,诸实所愿之善,恶等性,必有因果,而无有间杂, 譬如眼识缘恶净则成恶法而不能成善法。 五,呆众缘,时非为义因而生,必及外缘方能产生现形。 六,引自果,色,物质,与心各自引生自果,色法由色法之种子所生, 心法由心法之种子所生,并非交互而成者。 至于种子生起之情形,一例来各种主张,可归纳为三说, 一,本有说,护月之主张,称为,本有家。 二,心勋说,南陀,圣君之主张,称为,心勋家。 三,心就和身说,护法之主张,称为,心就和身家。 维时宗系以第三说为正说,即认为种子有二类。 一,本有种子,即自无始以来,先天存在于阿赖耶时中之种子, 又称本性著种。 二,心勋种子,即由后天现形诸法所勋习成之种子, 又称习所成种。 诸法之发生,除出入,见到,刹那之无漏制, 仅从本有无漏种子生起外, 其余一切法无不由本有, 心勋二类种子和和而生。 丐为时宗对于由,种子,便现成,诸法,之关系, 最重要者即为,由,三法,所构成的,二重, 因果说。 所谓三法,即止,能生之种子,本有种子, 所生之现形,所勋之心种,心勋种子, 所谓二重因果,即止,种子生现形,现形勋因种子。 此三法同时辗转互成二重之果, 即亦种子即为同一刹那间之,现形之因, 亦为后一刹那之,种子之果, 故又可称为,种子生种子。 当色,心之诸缘和和时,阿赖耶时所持之种子, 必令当前之外界产生某种现象, 此即,生其现形,于同一刹那, 其现形之法必随所应而熏种子, 此即现形熏种子。 旧八时而论之, 则第八时所持之种子为因, 生起眼等之七转时, 同一刹那,七转时之现形法义未因, 而生起第八时之种子, 故有所谓,七转,八时, 互为因果,之说。 此外,为十宗之另一宗义, 五性个别,说, 乃依据本有无漏种之种别及其有无等问题而建立者, 即主张一切有情众生自本有义来及具有的, 有生文种性、独觉种性、如来种性、不定种性、 无性有情等五种不同之类型, 各有所别,而不可转变改意, 此一主张相对于一圣家, 众生稀有佛性,之说。 解身密经卷二, 巨舍论卷四, 卷五, 瑜伽诗的论卷五,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显时论, 显阳圣教论卷十七, 成为时论数纪卷七末, 瑜伽论纪卷十三上, 卷十三下, 二密教中, 表示佛, 菩萨等诸尊所说真言之犯字, 乃真言行者修字轮观时所观照者, 又作种字, 种字字, 所以称种字者, 乃因其具有, 自一字可生多字, 多字复可该设于一字, 之以, 故知, 种字, 一词, 含有隐身, 设持之以, 例如何时自为一句, 若以第一字为种字, 则可依之隐身下面九字所具有之观之, 同时此九字之意义亦可设入第一字, 密教即以此理表示若了之意法, 即了之一切法, 若了之意法空, 即了之一切法空, 若能于一字专注行官, 修诸行愿, 即能于一切行愿皆的圆满, 一般而言, 种字具有三意, 即, 一, 乐因意, 譬如由烟而食火之体性, 经由观种字之自门, 即可乐之佛制, 二, 生因意, 譬如由古类等之种字可生出根金花果等, 有种字可生三昧耶行, 三, 本有意, 意味自门及诸法之根源, 具足本来之性德, 而可作为诡犯者, 以具足上述三意, 顾密教诸尊多以之为表真, 诸尊之种子, 就来源而言, 有下列数种, 一, 教常见者, 多采取真言之第一字, 例如胎藏界大日如来之种子味, 月天之种子味, 水天之种子味, 二, 以真言之中自味种子者, 如得藏之种子, 三, 亦有采用真言之中自味种子者, 如金刚界大日如来之种子, 世家之种子, 四, 取范号以为种子者, 如文书之种子, 要诗之种子, 五, 取字与本事相应之用语, 如圣观音之种子, 细取字, Sementumaka, 普门, 义语, 六, 真言与犯号并取者, 如阿弥陀佛之种子, 除一尊各别之种子外, 另有共通于此类诸尊之种子, 称为通种子, 例如金刚界五部, 各以其主尊, 大日, 阿, 宝生, 弥陀, 不空成就, 之种子为其各不知通种子, 又种子并不限于诸尊所用, 一切法门西的建立种子, 如五大各有其种子, 得知种子为, 阿字门, 水位, 富字门, 火位, 罗字门, 风位, 喝字门, 空位, 蛆字门, 此外, 书写种子之曼陀罗, 称为种子曼陀罗, 以种子观形, 则称种子观, 历来有将密教经轨中诸尊之种子及录成诸尊种子真言及, 种子及等, 仁王经道场念诵以轨卷下, 大日经书卷一, 卷六, 卷十, 卷十四, 批五千八百六十三, 种子六亿, 为时宗位诸法之种子各有本有, 使其二类, 而种子须具备之六项条件, 称为种子六亿, 据称为时论卷二, 良亿设大成论是卷二等载, 即, 一, 刹那灭亿, 卫眼, 耳, 鼻, 舌, 身, 亿等诸时种子, 一念才生, 身则随灭, 念念不停, 刹那便亿, 二, 果具有亿, 果及时与根, 为时与根同时聚起, 以臣利用, 如眼根照色镜时, 眼识随即同源, 与诸时镜分明显了, 耳鼻舌身亿亿同, 三, 横随转意, 为眼耳等诸时起时, 种子随转, 如眼根照镜时, 眼识种子随即相续, 无有间隔, 四, 性决定义, 为诸时各个所愿善, 恶, 无济等三性, 无有间杂, 如眼识原恶净, 则成恶法, 不能成善法, 原善净, 则成善法, 不能成恶法, 若原无济, 则不能成善恶恶法, 五, 呆种原义, 为诸时之种子非原义因而生, 必甲众原而后成就, 如眼识之种子虚得空, 无庸色, 不障碍, 明, 亮光, 根, 静等众原, 方的显发, 六, 影字果异, 为诸时各影字体果用, 非试色, 心交互而成, 如眼根照镜时, 眼识即原所对之时静, 而不混于生, 相等别体, 瑜伽师德论卷五位, 因, 有七相, 即无常法位因, 与他性位因, 及与后自性位因, 以身位灭位因, 德于原位因, 成辩义位因, 与功能相应位因, 相称相顺位因, 成为识论掌中书药卷上末, 以此七相相当于上纪之种子六亿, 自将二者对应之关系, 列表如下, 射大尘论本卷上, 射大尘论无性是卷二, 射大尘论是轻是卷二, 成为识论数记卷三本, 成为识论了一灯卷三, 成为识论也密卷三本, P5866, 种子生现形略称种生现, 只由无人心时内之种子, 而形成诸法之现形, 一极存在于第八时, 阿赖耶时中之无数种子, 生起现前存在之诸多事物, 而种子与现形两者之间, 同一刹那, 不相隔时, 成为识论卷二, 参阅种子5863, P5867, 种子夹杀, 又作咒字夹杀, 种子一, 卫轮夹杀之一, 即折叠长一公尺余, 宽约50公分之不薄, 于其上书写三一之种子, 阿、欧、三字, 并将两端缝合, 作为简略之夹杀, 而配挂于颈部, 此称种子夹杀, 日本天台宗, 真言宗及修宴道等僧侣常用于出行之计, 或用于室内操持杂物, 其他宗派之僧吕异常佩戴, 据一字佛顶伦王精卷一所在, 鱼画皮上以雄黄书咒, 布施诸比丘及比丘尼, 至于夹杀角, 恭敬佩之, 一般即以此为后世种子夹杀之本具, 悲华精卷八诸菩萨本寿祭品,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八, 批五千八百六十七, 种子或, 为, 现行或, 之对称, 乃生起一切烦恼之种子, 亦即根本之无之, 为时加为此烦恼之种子随诸无人, 棉符前藏于阿赖耶石中, 待众缘而显现, 现行或则指以显现之烦恼杖与所之杖二种, 成为时论数计卷四本, P5867, 种姓制度, 种姓, 英语, 法语Cast, 德语Cast, 细衣种族, 职业, 地狱等将社会区分为各种尊卑贵贱阶级之制度, 为仪式习, 封闭而不平等之社会制度, 以印度畏罪者, 西元16世纪, 葡萄牙人来到印度西岸之马拉巴海岸区, 发现印度人之诸社会形态而称之为中性制度, Cast语语或由拉丁语中之Castus, 纯血与葡萄牙语中之Castus, 血统等与演变而来。 印度自废陀时代, 因出师身分, 阶级, 职业等之不同而定其种性, 因此乃构成一特异之社会阶级制度。 古代印度社会分为僧侣, 反BRHMAA, 婆罗门, 王侯武士, 范KATRIA, 沙蒂利, 农工商庶民, 范FIRE, 被舍建民, 范RA, 守陀罗, 等四等种性, 其后无间产生分歧之副种性与杂种阶级, 而呈现出宗教, 历史, 社会之复杂形态。 此外, 更由于种族, 宗教, 职业之一, 前种, 性术以达填至 千之多。 不同种性之间严禁通婚, 共识, 且具有极其繁杂之戒律与风俗。 种性制度起源于入侵印度者对被征服的原住民之亲士, 前者自称RIA, 范A, 即百种之亚利安人, 范A亦为前进之人, 高贵之人, 范A亦为颜色黑种原住民则称为DSA, 范A, ESA亦为满族, 奴隶, 或为DSA乃原住民中某一族之名称。 至中世纪时, 阶级区分之关键由FAR-A变成J-Titanium, 出生G, 又印度在地理上与世隔绝, 先天上容易形成一种特殊之社会制度, 而内地山川之阻隔, 亦有助于产生各种集团与阶级之差别。 种姓制度之主要依据魏奴法体, 此法演员继婆罗门祭司在行为上之准则, 其后逐渐被整个印度社会接受, 成为伦理道德之指南, 在阶级体系上具有法治之最高权威。 一般而言, 此法典象征印度人对古老裁决之迷信受, 严厉报复法之使用, 以及婆罗门阶级中永无穷尽之道德、 权力、势力之教会, 其目的在加强阶级体系之劳固与长久。 种姓制度之本具有双重性质, 及身份地位之世习与律法之接受, 一级传统之义务与个人本阶级之职业, 主要受惠者婆罗门阶级之男性。 在阿育王时代由于反对四性差别之佛教兴盛, 故婆罗门势力一度减弱, 燃至极多王朝时, 婆罗门又夺回权势与领导德位, 在世尊时代曾掌握之势, 正至之杀地利, 亦于此时失去优势。 魔奴法典宗告诫国王不可向婆罗门征税, 若婆罗门被激怒, 可及不咒之力, 令国王之生命与武力立即消灭, 又在任何祭祀仪式中, 最重要者及样担任司祭之婆罗门奉上财物, 付出越多及表示越高度之虔诚。 大抵而言, 其寄与迷信乃祭司敛财之主要来源, 举凡病痛、诉讼、 不祥征兆、 同事新事业等, 印度人莫不依依请求祭司之指示, 并大量奉献财物。 婆罗门之权势主要来自知识传授之独占, 长期以来, 婆罗门自居为传统之间互得与改造者、 教师、 文学作品之作者或编撰者。 婆罗门法典直出, 若守陀罗欲听闻, 诵读经典, 耳内即如铜色满千荣叶, 纵令听闻, 亦了魔所知, 若欲自行诵读经典, 则折头将被恶劣。 婆罗门教义排斥低阶层人民参与之规定, 九之, 形成婆罗门阶级之独特性与神秘性。 魔奴法典更高于人民, 婆罗门乃由神义而注定为众生之首领, 由事更促成婆罗门成为印度社会与精神两方面统治者之局势。 种姓制度对印度社会所造成之弊端, 概有下列数项, 一, 由于种姓差别而社会各阶级互不往来, 造成生活上种种不变。 二, 阶级坚壁垒, 严重妨碍民族意识之发展。 三, 根本否认人类平等, 高阶层者不以为低阶层者与自己为同样之人, 与今日之民主思想实为南辕北辙。 四, 下层阶级专司建议而易行卑微。 五, 每一阶级皆形成易牢固之组织, 极难打破阶级壁垒, 其中分子极度缺乏对外之同情, 故不易形成广泛之同胞意识。 六, 父子职业相成, 无法配合现代物质文明之需求。 七, 每一阶级各有其律法与行为标准, 在此阶级为是, 在彼阶级则未非, 严重阻止权应有益普遍之道德观念与律法准则。 故种性制度实为应不明族现代化之最大障碍。 支持种性制度之宗教为婆罗门教与印度教。 至于佛教, 则反对此制度而提倡平等主义, 佛陀否认种性之绝对性, 尊重人类理想之实践, 然其理想在教团组织中得以实现, 却无法改变整个印度, 终遭恶阻而消失于印度本土。 其纳教则与种性制度妥协, 故至今有存。 回教入侵时, 对种性制度仅能做地域性之解除。 至近是, 印度教皮施奴派之罗摩南陀亦否认种性制度, 高唱人类平等。 其后, 印度教之改革者如喀比尔、 纳纳克等, 皆反对种性制度, 为中未能彻底改革印度社会。 其后, 由于西方民主思想之冲击, 泛教会, 1828, 等组织一先后成立, 且致力于宗教与社会之改革运动。 印度独立之后, 印度政府于1950年公布宪法, 明文规定废除种性制度, 宣告人人生而平等, 加以工业化之进展, 教育之普及, 与社会政策之实施等因素, 各阶级之分别表面上以锐减。 然于就业, 婚姻等实际问题中, 个人出身, 社会地位等人深受重视, 种性制度依然影响人心。 至今, 婆罗门阶级人固执于其特权, 西北印度之拉基普特族, Rodputs, 地主阶级等一固守其王侯武士之沙地利阶级, 一般商业者由是废舍之代表, 而种姓之外的下层阶级人被视为不可接触之贱民, 在农村中, 不可接触之贱民人常受迫害, 造成无数社会问题。 圣雄甘地关心贱民之痛苦, 称之为哈里神之名, 哈里神, 吉利化厨一般人对比等之差别待遇。 守陀罗种自身一心起解放运动, 为前途多难。 由于比等不得进入印度教寺院, 故无权受宗教之嫉妒, 遂有建民出身之安培克起而呼吁改信佛教。 在今日, 佛教之平等无差别主义成为印度佛教复兴运动之宗旨, 此意为建民阶级争取全面解放 乃至推翻种姓制度之最终理想。 杂阿含经卷20, 中阿含卷30优婆黎经, 卷39婆罗婆堂经, 长阿含卷6小圆经, 增益阿含经卷21, 白衣经状二婆罗门元启经卷下,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23, 大唐西域纪卷2, 世事要缆卷上, 翻译名义纪卷1, 印度史纲第二章, 李志纯, 印度法典与种姓职业 以产相叙旧, 中也依照, 宗教研究第3之1, P. Dusen Al-Gamina Gashepterphilosophy, Bed I Abtiolong, I S Nardley Cast Stans Elint, Wilderant Our Oriental Heritage, India and Her Neighbors, 参阅, 4姓, 1705, P. 5867, 种姓, 梵与高插, 又作种姓, 即佛即身文, 原觉, 菩萨等三圣人各具有可能证的菩提之本性, 此有先天具足不变者, 与后天修行而得者二种, 前者称为本性驻种姓, 略称性种姓, 后者称为习所成种姓, 略称习种姓, 说一切有不等不派不认为众生具有先天之性的佛性, 故谨说后者, 大成为时宗则承认五姓有先天上之区别, 故说性种姓, 此外义说习种姓, 此乃属于护法之学派, 换言之, 种姓就属先天或后天, 在维时十大论师中已有一说, 据称为时论卷二载, 由于对种子之见解有所差异, 互曰主张, 本有性种姓, 先天, 南陀主张, 心勋习种姓, 后天, 护法则对以上两者皆表认同, 为时宗大抵采用护法之说, 天台宗, 华言宗等则主张一切众生本具佛性, 为时宗父承认三圣有种姓, 可分为二种姓, 即至得三圣果之有种姓, 有性, 与完全无法脱离迷界之五种姓, 无性, 并从中在细分无性之区别, 允许, 无性有情, 之存在, 有时亦转用种姓之意义, 以表示菩萨修行之结尾, 如人王般若经卷上吏三种姓之说, 即习种姓, 性种姓, 道种姓, 依序可配于大臣菩萨修行皆位中之时性心, 时柱心与时间心, 又菩萨因若本业经卷上吏有习种姓, 性种姓, 道种姓, 圣种姓, 等觉姓, 妙觉姓等六种姓, 依序可配于十柱, 十行, 十回相, 十地, 等觉, 妙觉等皆位, 其中除妙觉姓, 其余五相并称五种姓, 此外, 大吉经卷八等一列举十种姓, 即一, 凡夫姓, 二, 性行性, 听闻善知识之教, 而如是性受奉行之三贤位, 三, 法行性, 信奉佛说及善知识之教而修行之四善根位, 四, 八忍性, 即具有八忍七智之见到位, 五, 虚陀环性, 六, 思陀寒性, 七, 阿纳寒性, 八, 阿罗汉性, 九, 辟知佛性, 十, 佛种性, 解身密精卷二无自相性品, 入伦家精卷二, 菩萨的持精卷一种性品, 佛性论卷一余加师的论卷二十一, 卷三十五, 华严经探玄记卷五, 参阅, 五种性, 一千一百七十九, 六种性, 一千三百零二, 批五千八百七十, 种草, 比喻佛性, 为佛性之余人, 犹如草木之寒藏种芽, 系人人必聚者, 故称为种草, 于禅林, 则已能够继承佛, 祖之法者比喻为植物之苗芽, 五灯会圆卷七玄沙师被章, 万绪一三八, 一二三下, 是雪丰刺, 有二僧从阶下过, 丰曰, 此二人堪为种草, 批五千八百七十一, 种智, 为一切种智之略称, 即佛乐之一切种种法之智慧, 据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载, 唯佛有一切种智, 身文, 原觉等仅有总一切智, 据旨观辅行传红觉卷一载, 据族世尊, 天人师, 调狱丈夫, 阿罗汉等十号之觉者, 达于种智原名, 又佛正的一切种智而大觉原名, 称为种智, 大班涅槃经书卷三十三, 大三八, 二二八下, 如来道登种智上有九脑, 旷乃菩萨, 法华经文句卷七下, 禅院清规卷九沙弥寿界文, 批五千八百七十一, 种智院大学, 位于日本京都, 系真言宗京都各派所立之心智大学, 种智院之名, 系以其宗祖空海所创设之纵义种智院为基础, 直接起源则是明治十四年, 一千八百八十一, 云照开设于该地之学府, 其后历经数度新费, 契昭和二十四年, 一千九百四十九, 规模十倍, 经设有佛教学部, 并于专门科目中分立佛教学专攻与密教学专攻二部分, 讲座则依一般之心智大学制度, 教导真言之事相与教相, 批五千八百七十一, 种智孩年, 系天台宗九祖战然未遇险, 本二门之礼, 于解释法华经永出品中, 富少子老, 知辟玉石, 所权假施设之要明, 本, 指九远时臣之本地佛, 即, 指心晋于家耶臣正悟臣道之释迦佛, 诸经论中常记载世尊说法时对众解说其于九远之前即以正道成佛, 并教化出无量菩萨众, 而于经过五百成典结以后之金时, 再度于家耶臣菩提树下阵的阵等觉, 此一说法, 法华经永出品记载最祥, 经中并为, 世尊宣说法华经时, 有无量百千万亿菩萨从地同时永出, 世尊乃对众言, 彼无量菩萨众乃其于九远之过去世所教化者, 欲会大众闻言皆心生疑惑, 而为, 大九, 四一下, 世尊, 如此之事, 世所难信, 譬如有人, 色眉法黑, 年二十五, 指百岁人, 言是我子, 其百岁人亦指年少, 言是我父身欲我, 世尸难信, 佛义如是, 得道以来其十位九, 忠略, 乃能做此大功德事。 此一记载, 各宗派诸师皆加以禅论, 遂见眼成本门, 门之教说, 其中有以天台宗最位策重此说。 盖天台义宗以法华经为其, 宗经, 于其所叛立五十八教宗, 将该经二十八品判别为前半十四品乃门之说, 后半十四品乃本门之说, 并为门之说为世加成道后四十余年间所说之全部教法, 分判为五十, 即华言, 阿涵, 方等, 班若等前四十, 即第五之法华时, 本门之说则由于门之佛乃进成之心佛, 即是现于当世, 必亦导致世人对此尽佛之执着, 妄认为自古以来世间仅有此佛出世, 而此佛仅为新正成之佛。 为福出此类, 禁止, 世尊遂特意对众宣誓其余久远之前十以正道成佛, 并即习时所教化无量菩萨众之涌出现场, 来令众人当下契入本机之妙里。 然众人有执着于静而弥昧于远本, 弥勒菩萨并带众重生所疑, 世尊遂祥未解说如来不可思议之寿量。 湛然未解释上纪经文中, 傅少子老, 知辟欲, 遂立此要名, 为世家于远习福种至海年之灵药, 故奏海年之孝, 犹如色眉法黑之少年, 而现今日垂之少相, 此即, 傅老而若少, 知原位, 无量的永菩萨一久丙常住不死之其方, 故虽为本地佛之素是弟子, 机有无量劫之年寿与精进功德, 然对今日星辰之世家佛而言, 仍为恭敬恭养之, 所化众, 犹如法白念咒之子, 此即, 子少而若老, 知原位。 法华文句记卷九中, 大三四, 三二三中, 是有本, 礼无早晚, 或者迷离而案本。 忠略, 然本地子圆之静, 经之地子游弥远本, 破之禁固, 照习世经。 法华经寿亮品, 著为摩金序, 森照, 法华九折卷七本, 参阅, 本二门, 一千九百六十五, 批五千八百七十一。 种种色世界, 为种种色相之世界。 据八十华言经卷十三光明觉品载, 世尊座于莲华藏狮子座上, 十方大菩萨皆来业佛所, 诸如文书, 绝首, 功德首, 智首, 贤首菩萨等, 所从来之国为金色, 妙色, 幽罗华色, 玻色, 平等色等世界, 此诸色世界即称为种种色世界。 批五千八百七十二。 种种是功德, 于极乐净土二十九种庄严中, 属国土庄严之十七种功德之一。 为极乐净土之种种庄严皆具足珍宝性, 而有妙庄严。 谈鸾与往生论柱卷上更明是佛所以其此功德之音, 为其应建有国土之众生, 以泥土, 木石迎建华屋, 乃至雕金漏玉而由不知焰足, 更加奔走迎建。 遂兴其大悲愿, 既望若成佛果, 必令珍宝具足, 装饰华丽, 使众生息皆满足, 无求其余, 而自得于佛道。 童书卷下附说此功德之不可思议之妙用, 大四陵, 八三七下, 此云何不思议? 必种种事, 或一宝, 十宝, 百宝, 无量宝, 随心称意, 庄严俱足。 此庄严是, 如敬明镜, 十方国土敬会诸向善恶业元一切西向, 大阿弥陀经卷下, 无量寿经卷上, 净土论, P5873。 种种借智力, 范语NN, DH Tuesday, JNA, Bala, 又做事性力, 知性智力, 如来实力之一, 即如来如实了之众生之本性, 素质, 行为等种种差别之智力。 杂阿含经卷二十六,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 参阅, 实力, 361, P5873。 种种圣解智力, 范语NN, Kemity, JNA, Bala, 又做之种种解智力, 知众生种种欲智力。 如来实力之一, 即如来如实了之众生种种欲乐圣解之智力。 杂阿含经卷二十六, 大皮婆沙论卷三十, 参阅, 实力, 361, P5873。 种手脱, 细下种, 掉手, 解脱之略称。 为佛化义众生之三阶段。 下种, 为将成佛之种子播于众生心中。 掉手, 为传播教法。 解脱, 为从苦中脱离。 天台宗认为自佛最初将成佛之种子播于众生心中, 以弃最后之开悟, 可分为此三阶段。 又此三者皆是从佛处蒙受利益, 故意称三亿。 下种即众生与佛法最初之结缘, 掉手即有成佛可能之种子逐渐成长至近于开悟, 解脱即成佛种子全然成长, 中的圆满之物果。 以众手托配于法华经化成余品之内容, 即为身文, 菩萨等大众, 往昔在大通至圣佛之会下听闻法华经的信寿领解, 称为下种, 于大通至圣佛以后, 见至乐小法而生者无欲, 如来生之众生此性, 遂涉种种方便又导之, 称为掉手即至临山会上更闻法华经而得荡来成佛之计, 称为解脱。 法华经悬一卷一上, 大三三六八四上, 巧味众生作盾, 见不定显密种子, 中间一顿见五味掉浮长养而成熟之, 又一顿见五味而肚脱之, 并脱,并熟,并肿, 帆帆不息, 大是威猛, 三是义物。 又据舍论卷二十三以生闻之三生的果配于种熟脱之三位, 即于第一生起顺解脱分, 于第二生起顺觉则分, 于第三生入于圣位乃至的解脱, 犹如下种, 陈苗, 结识等三位之不同。 大批菩萨论卷一七八, 法华经文句卷一上, 法华悬意四千卷一上, 批五千八百七十三。 称明, 又作称佛, 唱明, 念佛。 即称念诸佛, 菩萨之名号, 目的在驱除灾害苦恼, 消灭罪障, 往生净土, 乃至的不退转。 增益阿含经卷四十七, 大二, 八零五下, 皆称南无佛, 是施最圣者, 彼能施安颖, 除去诸苦恼, 又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大九, 五六下,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明, 观世音菩萨及时观其因, 皆得解脱。 另据观弥勒菩萨上身都绿天经载, 于一念兼称弥勒之名, 得除却一千二百节之生死罪。 据观无量寿经载, 称南无阿弥陀佛, 能于念念终除八十亿节之生死罪, 得往生极乐世界。 净土宗多称念南无阿弥陀佛, 并将念佛解释为称明, 主张称明念佛为往生净土之证定也。 念佛之, 念, 本位, 观念, 知念, 将此特指称念佛陀之名号, 亦称为, 称明念佛。 与往生理赞后续与观经悬一分钟, 皆说弥陀本事之众愿不虚, 行者若一心归命, 即便称念时生意的往生。 又往生理赞前续说明劝人称念之原因, 为众生之障碍极重, 以粗心关系尽, 神非而食阳, 难有成就, 故弥陀以大圣悲悯, 直劝众生修行及简易之称明。 又据是净土群一论卷七载, 大念, 亦为大圣称佛, 教义成三昧, 小念, 亦为小圣称佛, 多亦持散, 难得有成。 此外, 以一圣称明, 或以一念之信心, 即可消除弥界罪业之因, 称为一念灭罪。 而在一生当中, 多念佛名而见次消除罪业者, 则称为多念灭罪。 长阿含经卷十五, 观佛三昧海经卷九本行品, 悲华经卷以法华经方便品, 请观世音菩萨消福读 海陀罗尼咒经, 法华经文巨卷十下, 参阅, 念佛, 3208, P5874。 称明杂行, 为唐代净土宗善导大师所立五种杂行之一。 除称念阿弥陀佛之名号外, 称念其余一切佛, 菩萨及诸天等名号, 称为称明杂行。 参阅, 五杂行, 1208, 正杂二行, 2005, P5874。 称念, 口中称诵佛之名号, 心中亦同时念佛, 即称明念佛之义。 若仅于内心观想佛理及佛之相好, 则称为观念。 护国尊者所问大臣经卷四, 大一二, 一二中, 绚绕世尊, 至心称念, 难无诚意义如来应证等觉所说妙法, 级别除众, 我惜归一。 参阅, 念佛, 3208, P5874。 称法本教, 又作称性本教。 为, 逐积末教, 之对称。 为契合法性之根本教说, 为华言宗用语, 特指华言经之指趣。 据华言经所在, 世尊使成正觉之时, 曾将自心之物证, 向文书, 普贤等大鸡菩萨开示。 其教法卷书自在, 融通无碍, 君弃和真理而成为根本教说, 故称, 称法本教。 其后为适应小臣, 三圣等根基而说之之末教法, 称为逐积末教。 逐积, 应积之义。 华言宗吉以产阳别教一臣之华言经说, 未称法本教, 或根本法轮, 而未该经以外其余经典之所说, 皆衍生自华言经, 遂称为逐积末教, 或之末法轮。 华言一臣教义分歧张卷一大四五, 四八二中, 教起前后者, 出名称法本教, 二名逐积末教。 出者为别教一臣, 即佛出臣到第二七日, 在菩提树下, 中略, 演说实时法门。 P5874 称法界, 又作称性, 称法, 为契合于法界之真性。 华言宗以华言经之所说, 无不契合于法界真性, 故为之称法界。 华言经传记卷一大五一, 一五三上, 此今是毗卢哲那佛法界身云, 在莲华藏庄严世界海, 于海印三昧内, 与普贤等海会慎重, 为大菩萨之所说也, 凡亦言一亿, 亦品亦毁, 皆便十方虚空法界即一一为尘, 矛端, 沙土, 静英陀罗网维系世界, 穷前后继一切解海。 中略, 此乃圆满法轮称法界之坦尔。 P5875 称阳诸佛功德经, 凡三卷, 北魏及家业义, 又称现在佛明经, 诸佛华经, 称阳诸佛经, 及诸佛华经, 及华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佛陀于经中自命本经经名为, 称阳诸佛功德法品, 或, 及诸佛花。 经中列举诸佛世界及佛明, 并赞叹其功德。 上卷以东方天神世界之宝海如来为首, 赞叹四十九佛之德, 中卷赞叹南方珍珠世界之日月灯明如来以下三十八佛之德, 下卷赞叹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为始之三佛及北方阿杰流香世界宝月光明如来 以下二十七佛之日月灯明如来以下二十七佛之功德。 7. 乘噜的 5. 4. 4. 5. 5. 5. 于僧众之称号中,依戒律儿有阿舌黎、和尚等,依僧官之职务则有僧政、僧兜、律师等。 此外,又有国师、大师、禅师等尊称。 P5875 称赞,为称阳赞叹其功德。 据称阳诸佛功德经卷下载,受持奉诵诸佛名字,显阳赞叹如来功德而广于宣传者,的不退转,速成无上正真道,无数之天魔艺不能毁坏其无上道心,所生之处皆为严禁佛刹, 常的执欲诸佛世尊,又端正书庙而容颜光泽,常能解了无量智慧,的无碍辩才,常为众生产阳大法等。 阿弥陀经,大一二、三四八上,舍利福。 如我经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又据四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载,常赞扬如来之圣德,称为,称赞如来,为菩萨十种行愿之一。 此外,令于赞扬者,称为称赞千,属五千令之一。 称赞净土经,陈时论卷十二,批五千八百七十五。 称赞七佛名号功德经,权义卷。 又称受持七佛名号所生功德经,受持七佛名号经,七佛名号功德经,七佛名经。 唐代玄藏,六百零二、六百六十四,已。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内容系佛陀对设立子开示受持七佛名号者将的无量功德。 七佛,即,一,离构众德庄严土之伦辩造吉祥如来, 二,妙觉众德庄严佛土之妙功德助吉祥如来, 三,众生主土之一宝盖王如来, 四,自在利土之善事定如来, 五,最圣宝土之宝华光吉祥如来, 六,即,禁诸土之超无边如来, 七,最上乡土之妙相王如来。 右上即之前五佛皆位于东方, 后二佛则位于南方。 P5876。 称赞净土佛设寿经,全义卷。 唐代玄藏义。 略称称赞净土经。 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 内容谈说极乐国土之一报庄严, 即阿弥陀佛与身闻菩萨众之数无量, 并劝说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 以求往生,为纠摩罗时所议阿弥陀经之意义。 两亿本之文段章句等大略一致, 然于诸佛之称赞不分, 阿弥陀经列举六方三十八佛, 本经则列举十方四十二佛。 本经之注释书有静脉之称赞净土佛设寿经书一卷, 亏积之称赞净土佛设寿经书赞一卷等。 大唐内典陆卷六, 古经义经图纪卷四, 开元世教陆卷八, 批五千八百七十六。 称赞净土七经, 即净土教所依据之七部经典, 此七经皆赞叹净土之书圣, 故有此称。 又称净土七经。 七经, 即, 一, 无量清净平等绝经四卷, 厚汉之楼加称义。 二, 大阿弥陀经二卷, 宋代王日修孝及, 令一本位无知之千义。 三, 无量寿经二卷, 曹魏康森凯义。 四, 观无量寿经一卷, 留宋良耶舍义。 五, 阿弥陀经一卷, 摇晴纠摩罗十义。 六, 称赞净土佛社寿经一卷, 唐代玄藏义。 七, 阿弥陀古音身亡陀罗尼经一卷, 义者不祥。 P5876。 称赞净土经, 请参阅称赞净土佛社寿经。 捷插国, 系帕米尔高原中之谷国。 据高森法显传所在, 此国每五年举行无遮大会, 会十四方沙门皆来云集, 王集群臣如法公养, 或一月, 二月, 或三月, 多在春时举行。 其后, 王父劝诸群臣社公公养, 或一日, 二日, 三日, 五日, 乃至七日。 供养弼, 王以所臣之马匹令重臣其臣, 据足种种珍宝与沙门所需物, 供诸群臣发愿不施众僧, 不施之后, 还从僧处赎回。 此国因山高天寒, 不身于谷, 为脉能熟。 国中有十智佛拓湖, 色似佛, 另有佛齿一枚, 特建塔供养之。 又僧徒千余人, 尽修学小臣。 P5876 杰家仙, 杰家, 范与哥哥, 巴丽与哥哥。 又座杰家, 杰渠, 家渠, 杰罗家。 印度古仙人名, 为废陀送出者之一。 巨大孔雀咒王金卷下载, 此仙人与其他诸仙皆为古代之大仙, 共造四明论, 即四废陀, 擅长咒术。 大日经卷五秘密曼陀罗品列其为火天之眷属, 位于外金刚不愿, 燃现图曼陀罗中并无其形象。 大日经书卷十六, 惠灵音义卷三十六, P5877 端心正义, 为端正严肃己心与意念, 即制止贪甜吃三毒而不做重恶。 与, 端心正行, 同意。 巨无量寿经卷下载, 佛陀为弥勒菩萨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 不做诸恶, 达于智德, 为十方世界无可伦比者, 系由于诸佛国土, 天人之类, 自然行善而易于教化之故。 又端心正义不仅为一般修善止恶之发端, 于禅灵中, 亦为坐禅之基础。 资门景讯卷一, 大四八, 1047上, 端心正义, 结己虚心, 谍族家夫, 收视反听, 心心不媚, 省调永离, P5877 端座, 坐禅之相撞, 即正微移而坐。 细座禅之正确坐向, 不得前后左右轻侧, 以耳对肩, 鼻对齐, 然后吊席, 一心专注不乱。 松敬路卷三十五, 大四八, 六一九中, 去闻取离, 端座宁晴, 以心眼自看, 世明专注移境修定圣音也, 普贤观精一位, 大九, 三九三中, 一切业障海, 皆从妄想身, 若欲忏悔者, 端座念十相, 该经又为, 佛陀灭度后, 诸佛弟子若于种坚, 灵树下, 阿炼若等境处受持独送方等经, 端座思维大臣生意, 由于念力强盛, 得见佛身, 多宝佛塔及十方分身无量诸佛。 最上成论, 松敬路卷七十五, P五千八百七十七。 端地禅灵用语, 卫世理之本末时中, 却切分明而显然可见。 亦同于正式, 真式, 却时等于。 必言录第一则之平唱, 大四八, 一四零下, 且到达摩式观音, 至公式观音, 阿那各式端地底观音, 又端地一词若作副词, 则有全然之意, 如必言录第八十八则, 大四八, 二一二下, 端地瞎。 是则皆悟立身, 未必不见在。 还悟佛果禅师与陆卷三, 大智禅师祭诵, 大通禅师与陆卷三, P五千八百七十七。 端美三菩提, 西藏明方, 米, 三后耶, 又一座吞米桑布札。 戏七世纪请, 藏王器宗弄赞, 藏SRO, SEN, SKM, PO, 及松赞刚部, 之宰相, 据传身于魏州, 藏Debius。 于西元六三二年奉王命, 律十六人前往印度学习佛学及英运学, 先后从婆罗门离井, 藏Li, 巴音, 习文字, 从天明狮子, 藏Horig, Piase, 之以习文法, 为创造藏文做准备。 学成返藏后, 集于拉萨之魔路宫殿, 藏SKU, Nkarmah, Russia, 中, 访及多王朝时代革新后之梵文, 调和藏语而做成藏文字母, 或为细访朗卡文, LACA, 加施弥罗之瓦兜文, Wartu, Fartu, 西潭书体之一, 而成, 有四个母音字及三十个字音字。 其后有着八部文法书, 现存者为文法论根本三十诵, 藏LU, Duston, Parisabasan, CU, Parshish, Baya, BA, 东北目录第4348号, 及文法论性入法, 藏LU, Duston, Partak, Kyijuk, Parshish, Baya, BA, 东北目录第4349号。 此外, 且将大臣宝窃庄严经, 百败忏悔经, 宝云经等一成藏文, 为西藏译经之好使。 据推测在端美以前, 西藏以有文字, 为后人将此归于端美之作, 或端美采迹有文字经清定而制定之。 又关于八部文法书之说, 亦或传说而已, 端美所着实仅上记之二部。 西藏文化新研究, 清墓文教, 与古典文法学, 道业正旧, Deg, Zereson, Pio, The Bullenus, Pak, Psamjan, Pse, Eopermiller History of Buddhism by Bulletinstone, P5877。 端美文法, 及文法论根本三十诵, 藏LU, Dewstone, Pairasobasan, CU, Pashis, Baya, BA, 与文法论性入法, 藏LU, Dewstone, Partag, Kyijuk, Pashis, Baya, BA, 两书。 西藏王器中弄赞, 藏SRO, Senskeng, PO, 于西元六三二年派端美三菩提, 藏Fang, Me, Samhoi, 至印度学习文字。 端美三菩提自印归来后者有八部文法书, 经仅存二部, 即现经形式之端美文法。 然此二书内容结构严密完整, 且二书之注释者西度, 藏SI, To Stay, 亦为延及有其他相关之著作, 故八部书之说或为后人之一策。 又此二书深受印度文典派卡坦杜拉派, Ketantra, 之影响, 书中多以该派所主张之文法规则为典范。 三十诵义书系以七英节运文所写成之文法论, 为藏文三十字母之文法说明, 信入法一书则说明动词之用法。 世人奉此二书为西藏文法之规念。 与古典文法学, 道业正旧, 参阅, 端美三菩提, 5877, P5878。 端言, 为端正庄言。 如圣满经所说, 大一二, 二一九上, 又如须弥山王, 端言书特胜于众山, 佛及以上计之与比喻正法之书神。 盖涉受正法能得大精尽力, 生起随喜心, 涉受少许正法即能令魔忧苦, 而其余之一切善法皆无可比拟, 又大臣者即便涉受少许正法, 亦优于一切二圣之善根, 故以无比端言之须弥山未辟喻。 法华精妙庄言网本史评, P5878。 管主八, 袁戴森, 生族年, 及冠具不祥。 曾任松江府, 江苏松江, 森陆, 寿, 广福大师, 之好。 据汽沙言圣愿版大藏经之大宗的玄文本论卷三之刊记所在, 诗有流通正教之志, 历年印诗五十余部和本大藏经, 四大部经三十余部, 华言代经一千余部, 经律论书超五百余部等, 及无数诸杂经典, 并书写经营自大华言, 法华等经, 返百卷。 又供奉经采佛像, 堪师佛像图本, 设斋供养十万余僧, 开见传法之讲习, 自客日诵大华言经一百部, 致力弘法不宜余力。 大德六年, 一千三百零二, 奉斥于江南浙西到杭州路大万寿四刊印三十余部和西, 西夏, 自大藏经及华言大经, 梁黄宝颤, 华言道敞颤一个百余部, 散失于甘肃地方诸寺院。 又以西藩, 西藏, 自知前驼, 班若, 白散盖等三十余种经咒各千余部, 散失西藏地区。 大德十年, 补克弃沙藏一千余卷, 其间, 江直北教藏, 大都弘法四版, 与江南敏这支诸教藏版相互比对, 发现诸教藏版短缺秘密经律论数百卷, 即于杭州路成立印经局, 依弘法四版刊雕补足之。 张所知论后续, 影印宋气沙藏经手册之二, 元代松江辅森路管主八大师之课藏事迹, 小野玄妙, 佛典研究第二支十三, P5879。 管独木, 乃长渠离童女所持物之一, 或为细四角形之木, 或为以独木做成管独木, 或为非一木之名, 乃扎树诸独木而成。 长渠离未观自在菩萨之化身, 住于香醉山, 以消福诸种毒害未本事, 不使诸独龙蛇侵害众生。 参阅, 相语李童女, 6863, P5879。 管法尘, 西藏之宗教学者, 义经家, 世代未后藏达纳, 日喀则地区, 地方之土藩贵族, 身足年不祥。 唐代太和七年, 833, 至沙州, 敦煌, 永康寺从事义经工作。 立筑甘州, 甘肃张耶, 修多寺, 沙州开元寺, 义生所义汉, 藏典籍可考者有23种。 其中, 由汉文义为藏文者有金光明最圣王经, 解身秘经书等14种, 由藏文义为汉文者有班若波罗密多星经, 诸心姆陀罗尼经等5种, 此外, 由其抄录, 讲述之经及有, 大臣四法经论及广世开绝迹, 等4种。 参阅, 法臣, 3352, 批5879。 广场, 指尽代日本佛教等各宗派之行政首脑, 始至于明治五年, 1872。 其职权主要为制定宗寺法规, 任免所属寺院住持, 升降本派教师, 管理宗寺财产等。 对政府之监督官听负一切责任, 其待遇与政府赤任官相同。 选任方法各宗不一, 一般采选举制, 自末四选出, 如天台、 真言、 净土、 灵济、 日联宗等, 或采轮流交替制, 如曹洞、 法乡宗、 或采式习制, 如净土真宗之父子乡臣。 旗下一般设宗务所, 由宗务总长主持日常工作, 此外, 亦有宗派依惯例对此执令有称号, 如天台宗称之为作主, 净土真宗西本院寺派称之为门主, 大谷派称之为法主等。 又神道教各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亦多采行此制度。 批五千八百七十九。 管弦将, 为于佛前吹奏管弦以迎供养。 古代印度极有此风俗, 聚长阿含金卷十载, 帝式天之直乐神般遮议, 范帕西埃卡, 至摩接驼国帝式枯弹奏流离情赞叹如来之功德。 日本在平安时代亦十分盛行。 时讯超卷三, 批五千八百八十。 管蜀僧尼, 指我国古代朝廷管理僧尼之制度。 据大宋僧史略卷中管蜀僧尼条载, 佛教传入初期, 由朝廷之洪卢寺监管之, 至后秦始设僧官, 但尚无完备机构。 南北朝时时设立官署, 专管佛教事务。 北魏立坚伏曹, 统辖全国僧尼, 后改称昭玄寺, 亦称昭玄曹, 至大统, 统各一人, 都为那三人, 下至宫曹主不援。 大统或统, 一般称沙门大统, 昭玄大统, 或沙门统, 昭玄统。 随代改至重选属, 唐初属红卢寺, 后复归重选属。 武则天岩载元年, 694, 赤令全国僧尼历属词簿, 天保六年, 747, 赤令僧尼历属两阶功德史, 后复属词簿。 县宗时, 于两阶功德史之下分设僧禄, 五代及宋代大体沿用之。 原代设宣正院长佛教僧徒及土藩事物, 正史以下, 必以僧属为父使。 明代于京城中央政府至僧禄司, 掌权国佛教, 于地方各府设僧钢司, 各州设僧政司, 县设僧会司, 管地方佛教事物。 清代人应习此志。 P5880 空侯, 范与V, 八粒与童, 为一种古代贤乐器。 右座空侯, 空谷, 江湖。 佛典中, 如法华经分别功德品, 大班若波罗密多经卷400, 北本涅槃经卷11,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 大臣李去六波罗密多经卷一金刚鼎盛出于家普贤菩萨念诵法, 大乐金刚萨朵修行成就仪轨, 大臣及菩萨学论卷六等君载有此乐器名, 又如有不疲奈耶破森士卷四载, 菩萨由于少时之故, 及古雷屈由如空喉。 印度阿摩罗婆提大塔, 《范阿摩罗特》《蓝笋之浮雕》中, 即有首报空喉弹奏之际女像, 敦煌千佛洞之绘画中亦出现空喉之图像。 据史记卷十二孝五本记中许广所作之著世卫, 五帝时乐人喉吊使造空喉。 随书音乐至帝时则为空喉乃西域所出, 飞华夏固有之乐器, 流行于西梁、龟姿、天竹、书乐、安国、高丽等地之空喉, 分位数空喉、卧空喉、奉守空喉等。 西陵音义卷九亿位空喉本胡乐。 右数空喉体区面长, 通常为二十三弦, 亦有二十二、二十四、二十五弦等, 至于怀中两首齐奏。 卧空喉则为七弦, 形如琵琶。 奉守空喉之形如卧空喉, 而是以奉守。 会灵音义卷十,卷二十六,卷二十七, 西灵音义卷一,卷二,卷六, 冤箭类含卷一八九, 古经图书及成阅律点第一一五, 当麻曼图罗搜悬书卷七, 批五千八百八十。 基座,未做法之一。 横左族,协力右膝, 右族跟鸭附于左族底之上, 因两族之间其形如基, 故称基座。 此做法于密教休息哉, 敬爱法时所用。 胎藏界曼图罗之金刚菩萨, 如一轮观世音菩萨皆依此做法。 密藏记,密藏记斯本超卷二, 批五千八百八十一。 算杀法门,细善财童子, 犯沙特云娜, 雷亥, 迪罗卡, 立参五十五善之事时, 难行致名文国, 于自在主善之事处所习得之法门。 自在主常于文书师立处习学书算字印等法门, 而入于功巧神通至法门, 能知一切法门,如能治疗风险,消瘦, 鬼魅所者等一切病症, 能造立成义, 圆灵, 观台, 善于饮里甜浓, 商姑等一切诸液, 又善于了别众生生相由于做善或做恶而当生善去或恶去, 义了之菩萨算法, 所谓一百落差为一聚之, 聚之聚之唯一阿语多, 乃至不可说不可说转, 以此算法能算无量由寻广大杀具, 知悉其内颗粒多少, 亦能算之所有一切世界种种差别。 由于系与十千童子于何主上聚杀未系, 依此法门而得知世间书算戒处等法乃至菩萨之算法, 故称算杀法门。 八十华言经卷六十五入法戒品, 批五千八百八十一。 算题, 又称短策, 略称算, 细天台宗论场中之条目。 算, 即细场之竹片。 天台宗与法问论一时将难解之文具书于, 算, 上, 以便举唱题目逐一讨论。 类似一般世俗用作标志或济世之签, 唐代经兮大师之法华玄义是签, 即旧问者签下所录于以产事而成者。 此法为日本天台宗所习用。 批五千八百八十一。 各、此, 这之义, 如, 各礼, 各仁, 等, 细流行于唐代以后之俗语。 此外, 亦作为量词之用, 而至于述词, 只是代名词之后。 如三个, 四个, 或作强调语之用, 如必言录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一中, 道各佛字, 托尼带水, 道各禅字, 满面残皇。 马祖道一禅师与录, 黄博断记禅师晚陵录, 正周灵记会照禅师与录, 批五千八百八十二。 各个原常道, 为华严宗, 天台宗所说幽远玄妙之教。 原者, 完全圆满之意, 常者, 常驻不灭之意。 为各个事物, 如山川, 草木, 乃至亦成一介之为, 皆具备圆满常驻之道, 无不有真理之全体, 此即佛法至极之道理。 批五千八百八十二。 追并, 禅灵用语, 追即鞭, 并即逐, 意志对于犯重大恶事者家以鞭打并逐, 为丛林中之重罚, 又作千丹, 即开除之意。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宿重条, 批五千八百八十二。 真, 闲乐器之一, 又称秦真, 或唐秦, 为自古流行于东方诸国之乐器。 佛典中, 其名散见于六度即经卷七, 佛本行即经卷二, 卷十四常世纳非品, 正法华经卷一善全品,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卷十五, 北本涅槃经卷十一线并品, 大哀经卷六十八部共法品, 大放等大集经卷四十七株阿修罗易佛索品, 守护国界主陀罗尼经卷六, 十颂绿卷十九, 陈十论卷十一甲冥香品等。 说文通讯定身, 真, 古五贤, 诗于竹, 如竹。 秦蒙田改为十二贤, 变形如色, 义竹以目, 唐以后加十三贤。 敦煌千佛洞出土之净土变相图中亦有类似真者数种。 西灵音译卷二, 随书音乐至第十, 通点卷一四四, 文献通考卷一三七, 思主口传, A。 Styler thousand Buddha's PL2-7, Triple X, P5888-2。 精明, 精, 精妙, 明, 明白。 精明, 指自信清静心中本具之绝妙名成。 无量寿精卷下, 手棱严精卷六, P5888-2。 精舍, 又坐精卢, 亦未至得精炼者之舍宅。 即四愿之别称, 经典中虽屡见精舍一词, 然其原语不依, 如砸阿含精卷二时一只机灵精舍, 范库库尔摩, 法具辟欲精卷一只美援精舍, 范库尔摩, 别亦砸阿含精卷二之奇陀精舍, 范杰库尔摩, 大唐西域寄卷七只不穿耳精舍, 范阿含道卡阿, Sagh阿摩等, 此或以阿兰摩, 范阿摩, 八童, 或以森加兰, 范Sagh阿摩, 八童, 亦未精舍, 而中阿含卷四十九大空精之加罗式精舍, 范盖亚, Sagh阿摩, V-I-H-R-A, 加罗拆摩式精舍, 范克拉克莫克西亚, Sagh阿摩克西亚, V-I-H-R-A, 摩赫森指律卷八之仙人聚落精舍, 范埃俱阿摩, V-I-H-R-A, 丛林精舍, 范派阿摩娜, V-I-H-R-A, 等, 则是以皮赫罗, 范V-I-H-R-A, 八童, 亦未精舍, 此外, 亦友亦亦恋弱, 范R-I-H-R-A, 求喝, 范嘎, 八童, 及范语妮弗萨娜, 八童, A-G-R-A, L-A, 八-A-G-R-A-S-L-A, 非瑟瑟瑟, 八童, 等, 亦未精舍者, 初药精卷二, 法显传, 摩赫森指律卷一式式药篮卷上, 参阅, 寺院, 2414, P-5882, 金氏, 未密教修法之道场, 亦集精妙之坛场, 或精修炼行者之式宅, 金刚顶金于家修习皮卢遮纳三摩地法, P-5883, 金真, 指金明真如知本性, 大佛鼎如来密音修正了一株菩萨万行手冷严金卷时, 大一九, 一五一下, 绝明虚敬, 中略, 观诸世间大地和山如敬建名, 来摩索年, 过无踪迹, 虚受照应, 勒往承袭, 唯一金真, 生灭根源从此披露, P-5883, 金镜, 梵与菲瑞亚, 巴利与菲瑞亚, 因一座皮里耶, 皮里耶, 又座金晴, 晴金镜, 敬, 晴, 为勇猛勤策进修诸善法, 以及依佛教教义, 于修善断恶, 去染转境之修行过程中, 不懈怠地努力上进, 盖金镜为修道之根本, 据舍宗以其为十大善的法之一, 为十宗则以为十一善心所之一, 又金镜为三十七道品中之四正秦, 五根, 五力, 七觉之, 八正道之一, 令金镜亦为六波罗蜜, 十波罗蜜之一, 关于金镜与金镜波罗蜜之别, 诸金论中说法不一, 据优婆塞界金卷七皮里耶波罗蜜品, 大制度论卷十六等所据, 金镜乃指世间集三十七道品中之金镜, 金镜波罗蜜则指菩萨为正佛道之金镜, 就金镜之种类而论, 诸金论中亦有多说, 资列举如下, 一, 据大臣庄严金论卷八举出六种金镜, 即, 增减, 增上, 舍账, 入真, 转一, 大力, 同论令将三圣之金镜配以上, 中, 下三品, 即, 深闻之金镜为下品, 原觉之金镜为中品, 菩萨之金镜则属上品, 又以深闻, 原觉二圣小力之金镜为下绝, 菩萨大力之金镜为上绝, 二, 据大制度论卷十六将菩萨之金镜分为身金镜与心金镜二种, 金镜虽为心术法, 然由身力而出, 故趁身金镜, 如行不失, 持戒是为身金镜, 而修忍辱, 禅定, 智慧是为心金镜, 勤修外是为身金镜, 内自专精为心金镜, 粗之金镜为身金镜, 细之金镜为心金镜, 为福德之金镜为身金镜, 为智慧之金镜为心金镜等, 三, 巨大放广十轮金卷八金镜相品举出世间, 出世间二种金镜, 世间金镜乃勤修不失, 持戒等珠有漏叶, 出世间金镜则勤修灭一切烦恼, 或障等珠无漏叶, 此外, 成为十论卷九举出贝甲, 贝甲则勇, 设善, 修行善法, 利乐, 利益众生, 等三种金镜, 良意设大臣论卷中举出秦勇, 家行, 不下难坏无足等三种金镜, 大臣庄严经论卷八举出红式, 发行, 无下, 不动, 无厌等五种金镜, 旧华言经卷二十四举出不转, 不舍, 不染, 不坏, 不厌倦, 广大, 无边, 猛力, 无等等, 旧一切众生等十种金镜,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二金镜品一举出自信, 一切, 难行, 一切门, 善事, 一切种, 遂求, 此事他事乐, 清静等九种金镜, 四就金镜之功得利益而论, 大臣庄严经论卷八举出七种, 即, 一的宪法乐注, 二, 的世间法, 三, 得出世间法, 四, 的自财, 五, 的动静, 六, 的解脱, 七, 的菩提, 幼菩萨的持金卷二利品, 一举出四种金镜之功得利, 幼一般甚身心, 断九肉之金镜, 称为金镜结斋, 杂阿含金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六度即金卷六, 法华金蓄品, 大宝基金卷四十五, 皮利耶波罗密多品, 维摩金卷上, 十世金卷三, 卷四, 菩萨因落本业金卷下, 大臣礼去六, 波罗密多金卷七, 诸法吉耀金卷八金竞品, 大皮婆沙论卷八十, 卷一四二, 瑜伽师的论卷七十八, 批五千八百八十三, 精尽十种利益, 聚悦登三昧金卷六载, 修菩萨行者, 于诸泛行念念尽修而精情无怠, 故有下列十种利益, 一, 他不折服, 只不为一切邪论忘记所折服, 二, 得佛所设, 只为诸佛所设受而不舍弃, 三, 为非人所护, 非人, 指鬼神之类, 为于一切实处, 为鬼神之类所谓护, 四, 闻法不忘, 指于所闻之法, 常能一持而不忘师, 五, 为闻能闻, 为修菩萨行者乐法之心无有焰足, 往昔所谓闻者, 经皆的闻, 六, 增长变才, 只精通于诸法意, 变才增长, 随问随答而无疑爱, 七, 得三昧性, 三昧, 即镇定, 只身心寂静, 定性现前, 不为世相所变迁, 八, 少病少脑, 只善能掉世身心, 长得清安而少病少脑, 九, 得时能消, 指于饮食方面, 时已即消, 而无停滞之患, 十, 如幽罗花, 只虽处于生死之境, 然不为烦恼所染者, 犹如幽罗花, 青莲花, 出于泥而不染, 使见者生养目之心, P5884, 精进攻, 公有强劲劫及之推进力量, 故经典中常以之比喻精进, 同类用语有, 智慧剑, 会剑, 等, 即以剑之锐利可摧斩于物比喻智慧可斩断烦恼, 大智度论卷时, 大二五, 一三三上, 忍凯心坚固, 精进攻力强, 智慧力净见, 破交慢诸贼, P5884, 精进佛七, 专以称念阿弥陀佛之名号为主, 为其七天之修持法会, 修净土宗者, 常及众献其念佛, 或一七日, 或多七日, 以收克其取证之效, 是为佛妻, 于精进佛妻其中, 以专一念佛, 彼得一心不乱为宗旨。 佛妻其中之日克, 如每日己之乡, 或换班昼夜不断等种种规定, 需适时的环境而定。 民国二十九年, 一千九百四十, 我国净土宗高森应光大师于林延山四世纪, 该四岁于世纪日正式起精进佛妻, 以资纪念。 民国六十一年农历二月, 主云法师曾于台东清爵寺举办精进佛妻。 此后师每月举办一次, 每次于初一开妻。 民国六十三年七月, 更举办大专精进佛妻, 其后每年寒暑假皆举行, 以引导大专学生深入佛法之实际修持。 于佛妻中, 规定每日九之乡, 礼佛一千拜, 并持守八观斋戒, 禁语, 且禁止与外戒联络。 自精进佛妻举办以来, 台湾教聚规模制道场, 纷纷举办, 并礼请主云法师为主妻和尚。 此外, 凤山佛教联社更于近年举办属其儿童精进佛妻。 灵言念诵仪归, 批五千八百八十五。 精进波罗蜜菩萨, 精进波罗蜜, 泛名Ria of Ria, Pyramid, 因译阿利也为利也波罗蜜多。 十波罗蜜菩萨之一, 位于密教县图胎藏界曼陀罗虚空藏院上列左方第三位。 密号绘护金刚。 种子位, V, 三昧耶行位己, 形象位生成肉色, 者结磨一, 左手持独骨己, 右手驱无名指, 小指, 竖于指做刀印, 坐于赤莲花上。 真言位, 俺为利也加利欧为利为利缩合。 此尊于大日经, 大日经书及阿舌里所传曼陀罗中皆不传, 乃出于玄法寺以鬼卷下, 青龙寺以鬼卷中。 据金刚鼎于家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以鬼经卷下载, 结经进波罗蜜菩萨之印, 宋真言三变, 即灭无量劫卸带懒惰之夜种, 或三种精进, 背甲精进, 涉善法精进, 利乐友情精进, 精进波罗蜜圆满则身心安乐, 离诸疾病苦恼, 所愿皆成伴。 胎藏界大法对寿记卷三, 胎藏界七级卷中, 诸说不同级卷六, 批五千八百八十五。 金兰, 即僧徒所居之嘉兰。 兰, 嘉兰之略。 嘉兰未精进修行者所居, 故称金兰。 参阅, 嘉兰, 两千七百六十九, 批五千八百八十五。 精灵, 指人之神时或物之精。 又作精神, 精魂, 魂神精时, 或单称为灵或精。 巨贯顶精卷六种目因缘四方神咒精, 大佛顶手能言精卷六载, 凡是人之精魂, 鬼魅及五谷之精等, 皆称为精灵。 盖江人之心时, 称为魂神或精魂, 在我国古代, 如道教, 极有此类说法。 而依大臣佛教之义, 由善恶之业, 招感苦乐果报之心时则称阿赖耶时。 精灵有所谓死灵、怨灵、恶灵、妖灵、幽灵之称。 民间一般认为死者之灵, 可带来灾祸, 故大多恐惧之。 又为尊敬死者, 而称其灵为尊灵、 阴灵、 圣灵、 绝灵、 疏灵、 贵灵。 佛教并不认为有实体存在之灵魂, 燃受民俗信仰影响, 如于蓝盆会等之追见亡灵等形式, 亦可视为祭祀精灵之举。 摩赫纸观卷五上, 四分律节摩书卷四, 四分律节摩书记原祭卷四之四, 世事要揽卷下, 冷言经文巨卷六, 参阅, 阿赖耶时, 三千六百七十六, 魂神经时, 五千九百五十, P五千八百八十五。 精灵崇拜, animism或spiritism, 即只相信人类及一切动植物, 自然物等各种事物皆有灵魂存在之信仰。 又称有灵观, 万物有灵论, 魂魄崇拜, 神器主义。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 一逼。 泰勒, 1832, 1917, 于其著作, 太古文化, Primotive Culture, 1871, 中讨论此类精灵崇拜之问题, 而主张灵魂之信仰为宗教最基本之定义, 认为原始人在形成宗教之前先发生万物有灵之观念, 故以为灵魂之存在乃为开化人类由日常生活之经验中而产生者。 盖原始人类由生, 死之差异于梦幻人生之百, 而感受肉体之另一众生命原理, 此即被灵魂存在之最早认识。 泰勒并敬而主张, 原始人观察, 死亡, 与, 睡眠, 等状况, 即可理解灵魂之意义。 死亡及睡眠乃灵魂永久或暂时离开肉体之现象, 可谓, 灵魂, 即为与, 肉体, 相对之第二种, 我, 之形态, 亦可谓灵魂即由无人肉体内所产生的一种有效, 生命之人格形态之影像。 由此种灵魂之观念推而广之, 且以人类灵魂之标准扩展至万事万物, 遂相信一切自然现象, 自然物, 生物, 无生物等, 皆有灵魂普遍存在, 此即为开化民族之精神生活表现, 而于人类学, 宗教学上被视为, 犯精灵崇拜, 者, 如印度尼西亚人认为道米亦有灵魂, 此灵魂即为道米生命之全员, 且与道米之繁殖, 成长, 枯萎等有密切关系, 而道米之成熟即如腹, 其碎如幼儿, 将收割时, 必尽量不令感觉痛苦, 割时, 手之特质之刃, 而令道米之灵魂无感于受割之痛。 令医学者马瑞特, R.R. Meraid, 1866, 1943, 批判泰勒之主张为, 一种过分理智与合理之解释, 于此解释下, 为开化民族四以采取某种程度的宗教形态。 然事实上,未开化民族并非是所有自然现象,自然物皆有人格化之灵魂存在,而仅感觉到生命之存在而已 此称先灵观,pre-animism,或生命观,animitism,以及宗教之起源,此种理论通常又被称为生命说,vitalism 概于宗教尚未形成时之远古早期人类,其思维方式尚未能达到综合各种现象而加以抽象推理之地步,且自考古发掘与对原始社会之观察研究,迄今亦未发现任何实例,足以证明历史中却曾产生,万物有灵论,观念之现象 仅能推之,于世界各文化所变存之,祖先崇拜,应是精灵崇拜与死灵崇拜,所结合成者 此外,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现今由印章与各种发掘品中已可却知西元前三千年,印度和文化及圣形圣数崇拜与动物崇拜,再者,观诸废陀神话而知印度 故教知信仰形态亦以追究根源为主,凡此种种,与精灵崇拜并无二致 佛教本为反抗婆罗门教知传统权威主义而应运崛起,由是乃提倡似性阶级之社会平等,解脱人间根本苦难,探求真理之理性思维,与着重修行实践之生活 故精灵崇拜之思想,仪式等,不存于正统佛教中 然于佛陀入灭后,佛教因其扩展情况之复杂凡乱,不免使其一理宗旨有所辨制 西元四世纪,产生以咒文为中心之教义 至七世纪时,密教成立,且与印度教知信力派结合,而产生佛陀时代所无之精灵崇拜 在我国,自佛教东传之后,最令中国人关心之教理思想为,轮回转世,与,因果报应,说,因之,地狱与极乐国土之思想 特别为我国民间人士接受 此外,由印度传来之鱼兰盆经在我国民间普遍流传,水陆法会,圣中追远之宗教法会及鱼兰盆会,诗恶鬼会等纷纷展开,直视之故,今日民间佛教遂有极浓的精灵崇拜色彩 P5886 精灵盆,日本佛教用语 至于鱼兰盆会期间所设之坛,其上放至饮食等真卫以继亡灵 又称灵盆 此风源自江户时代 集于鱼兰盆会期间,农历7月13日至16日,家家户户各自于佛坛设立精灵盆,以竹位柱,横面加绕绳索,上玄宿面,另以宿碎,拜碎,茄子,瓢丹,瓜等装饰之,其中茄子,瓜等物且刻意做成牛,马之造型,表示功亡灵归于名途之成物。 至十五日晚或十六日成,将精灵盆集装饰物等投入河海 P5887 精灵会,日本佛教用语 精灵,死者之灵魂 于日本,鱼兰盆会亦称精灵会 于鱼兰盆会首日,迎请精灵到来,于最末一日,则恭送精灵 如此一银一送,又称精灵银,精灵送 参阅,鱼兰盆,3454 P5887 宗礼重金目录,权益卷 东径道安,314 385 转 又称服秦沙门市道安宗礼重金目录 安法师所转路 市道路 道安路 安公路 安路 收录后汉至东敬孝五帝宁康二年,374 请,约二百年间之汉一佛典集注经之作 为我国第一本佛典目录书 本书九亿,为梁森又出三藏记集卷二至卷五戏 以本书为蓝本在家以增补 故可由此略亏其大药 全书内容分类为,转出经律论录,译出经录,古役经录,诗役经录,良土役经录,观中役经录,夷经录,柱经及杂经制录等八部分,共收佛点六三九部八八六卷 至于本书标题,在道安,僧又所传书中均无记载,至随代被长房所编之力代三保 导记卷八道安条史接宗礼仲金目录之名,且在同书卷时武将之称为是道安录而列位为常见二十四家录之一 法经录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批五千八百八十八 宋义种志愿,位于日本京都市南区九条,为日森空海所创设之私立学校 当时知日本,一般子弟受教育之限制极多,然空海创设该院后,广为招收各阶层子弟,入学之人,不限于出家者 言请道俗二类之师,受以如佛内外二教之学,以示,真俗不离,之宗旨 九之岁陈述名画之宗教学校,此系后世之日本新办同类学校之先驱 空海世纪后,由于修至南序之故,岁出寿之,后由信众构赠东四 至二次大战后,于原址设立种志愿大学,古义甄严宗 红法大师年谱卷十,红法大师正传卷三,东宝纪卷六,批五千八百八十八 其语,泛语S.A.B.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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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又作杂汇语,无义语,指一切淫义不正之言词 十二之一 诚实论卷八以非实语,实语而不以实,实语以实而随顺衰脑,实语以实而言无本末义礼无次等皆为其语 又于加诗的论卷八载,其语之别称有非实语,非实语,非义语,非敬语,不思量语,不敬语,杂乱语,非有教语,非有御语,非有法语等 诚实论卷九,瑜伽诗的论卷五十九,卷六十,法界四地出门卷上之上,参阅,十善十二,四百六十八,P.五千八百八十八 网名菩萨,网名,泛名Jaling Prabhupad,又一座明网,光网,网光 或称网名统子菩萨,咸杰十六尊之一 此尊系金刚界曼陀罗三昧耶会等之轮坛外西方五尊中,安于北方之第二位 秘号方便金刚,普愿金刚 种字位,G.A.三昧耶行为罗网 此尊于维系会之形象,为通身成白肉色,左手握拳至于腰,右手持罗网 硬气为宝平印,或散盖印 真言为,安若理罗婆也缩合 此菩萨为思义犯天所问经之对告重 据该金卷二难问品载,此菩萨受佛之圣旨,献福报光明,其右手指尖放大光明,普照十方无量之佛国,于其中之地狱,恶鬼,畜生,以及盲龙因者皆欲其光而得快乐,故号网民 又同卷问谈品载,此菩萨过七百六十万阿僧止结将成佛,浩普光自在王如来,其世界名极妙功德 持心犯天所问经卷二,圣思维犯天所问经论卷一经刚界七级卷下,P.5888 纲目,纲,与网通 天台以盾,剑,秘密,不定之化以四交位此宗叛教之大纲,而以藏,通,别,圆之化法四交位是一支纲目 法华文句记卷一中,大三四,一六零上,顿等是此宗叛教之大纲,藏等是一家事一支纲目,亦有座网目者,盖取网之细目一,与初妙法连华经悬一卷时上,大三三,八零零中,夸是法门网目 参阳,五十八教,一千一百三十二,P.5889 纲目只要,请参阳大藏经纲目只要录获纲目 纲阁,指佛门规章 磨合指观卷七下,大四六,九七下,教门纲阁框骨盘置 指观辅行传红阁卷七之四,P.5889 纲为,负责领导,为持寺院诸氏之职僧 据一处六铁卷六师徒教界不载,纲为及执寺主,上座,为那,于者淡明之士 依此,五代十四之三纲称纲为 旭高森传卷十至灵传,大慈恩四三藏法师传卷七,不空三藏表至极卷三,参阅,三纲,六百六十四,P.5889 非一,即非色法一 据四分绿山繁卷形式超卷下一载,非,红,紫,绿,碧等五间色,皆为不如法之色 然据陀罗尼及金卷六,大比丘三千微以卷下之记载,可知自印度以来即有穿着非加沙之力,然此等记载并未视之为穿着不如法之衣 与我国,唐宋以后,朝廷常赐高森子一与非一 例如大宋森史略卷下载,唐玄宗时,有沙门重现精通一术,智者笑宴,帝月儿赐飞袍,余带 与非色之衣在我国原为官服之衣,如是物济圆卷四所隐随至之文,及通点卷六十亿所载之服章制度,可知历朝所适用于非一之官品亦各自不同 可知历朝廷复制,十宋绿卷十三,大唐西玉记卷一范衍纳国条,五杂组卷十二,参阅,法一,3346,加沙,4784,P5889 绿度母,度母,泛名TR,全称圣旧度佛母,我国古代称多罗菩萨,多罗观音,共有二十亿尊,皆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 绿度母及二十亿尊度母之衣,此尊献少女香,全身绿色,一面二臂,献慈悲相 头戴五佛宝观,身配各种珠宝,者各色天衣,下身重裙,以示庄严,坐菩萨坐于莲花月轮上,右足成斩踏状,左足全躯 右手向外置于右膝上,坐诗愿映,持乌巴拉花,左手置于胸前,亦持乌巴拉花 修持此尊秘法,能断生死轮回,消除一切魔障,业障,病苦等,并能消灾,增幅,严寿,广开智慧,凡有所求,无不如愿成就,且命中往生极乐世界 杜姆本源纪,参阅,多罗菩萨,2334,P5889 唯口识,唯四种邪令之一 右座唯邪识 唯,指四唯,乃堪于家所用二十四方位中之四余 比丘学种种咒术,不算吉凶,以如是之不尽方式求一时而活命,称为口识 杂阿含金卷十八,法院朱林卷九十,参阅,四种邪命,1803,P5890 唯那,唯那二字,系犯汉坚举之词,唯,刚唯,同理之义,那,为犯语 Karma,DNA,因译结魔陀那,之略译,意译寿,即以诸杂事指寿于人 唯那,右座都唯那,就称阅众,四虎 唯四中同理森重杂事之直森 据十送绿卷三十四载,习时佛陀于舍卫国,为十僧众中杂事皆有序,应令设为那 四分绿山凡捕却行事超卷上一,大四陵,六中,十送中,十僧房中无人知实现 畅识至及打钱至,又无人撒扫图至讲堂时处,无人相续铺床及叫人进果菜时中重,饮食时无人行水,重乱与时无人谈指等,佛令力为那 身认为次第也,为知事之次第,相传云越众也 故知为那源于佛制,为掌管僧众杂事之职 古来大寺院皆设三纲,即上座,寺主,为那,由为那统御驻僧 我国律宗,禅宗等皆致此职 于禅宗,为那为六之士之一,为掌礼众僧进退威仪之重要职称 于其他宗派,为那则为情形法要之先导,掌礼举唱回向等 赤修百丈轻规卷四定期职掌,大四八,一一三二中,为那,刚为众僧 屈禁吊涉,唐僧挂搭,辩度蝶真伟,众有真净遗失,为辩息和会 借辣资赐,床立图障,凡僧是内外无部长之 举唱回向已身因为佛事,并僧,王僧由当揪心,忠略,或有他愿,或赞甲出入 将借辣部,甲部,唐丝须之部,轻送过客丝,令设之 我国僧官至中设为那,始于摇晴时中央僧官至中所设悦众 北魏一设僧官以同理全国有关佛教之诸般事务,于中央设招玄曹,以沙门统位最高僧官,为那位副官 在地方设僧曹,以僧统位长官,毅立为那位副官 梁高森船卷6,南海纪归内法船卷4,禅灵象器间职位门,P5890 维威卡南达,1862,1902,泛名SVM Vivek Nanda 意义辩习 本名诺伦特拉纳特达德,Narandranth. H. 近代印度宗教改革者,哲学家 以法号形式 生于加尔各达,属沙地利种姓 毕业于加尔各达大学西洋文化研究所 1881年,遇印度宗教改革者罗摩克利须纳,R. McKay Paro Moha S.A. 1834,1886,使肯定其宗教信仰,其后,且为罗摩克利须纳之继承者 是胸怀博大,以为一切宗教皆具真,善之治理,且强调诸宗教须合作协力 其中心思想为宗教非思辨与认知之对象,乃为超理之,超道德之神,此即世界诸现象之具体化,又认为人类灵魂本即清静无邪,故强烈否定罪业观念 曾非难印度教改革者之趋向欧美化,故意再鼓舞印度民族精神 1893年于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中,主张以博爱主义与普遍主义为根据知新印度教,Hinduism 次年于美国发表述十次宗教及学术讲演,颇见重于美国之世界,受聘为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1895年,成立费谈多协会于纽约,宣扬费谈多哲学所说不二义原论,Advaita,之理想 1897年返国从事印度教之改革,并成立罗摩克利须纳传道会 The Romakrishna Mission,1899年于喜马拉雅山路,创立旨在研究与宣扬印度古典哲学与宗教之费谈多不二论书院 对印度教之费谈多进行改革,被称为新费谈多派之首唱者 认为世界上最高之本质未犯,现实之物质社会警示到达范之阶梯 然此二者亦不能断然分离,时间、空间与因果皆有其客观之实在性 其社会思想要求建立民族工业,改善群众生活,提高妇女权利 发扬民族文化,打破宗教对立与种姓翻离,使印度各种力量于印度精神之 基础上统一起来,又本其诸宗教和合,知理想,超越宗派,信条,社会阶级之区别,而奔走于难民救济,社会福利 世事后,其教团人兴盛不衰,于世界各地设医院、教会、学校、孤儿院、保育院、灾害救济等活动一积及参与 主要著作有东方与西方、现代印度、费谈多哲学、理性和宗教、智瑜伽、Jaynana、Yoga、王瑜伽、Raja、Yoga、夜瑜伽、Karma、Yoga等 P5891 为指南,泛名Fakna 三国无僧 天竺人 身足年不祥 家世奉拜火教,师义以火四位最上之法,后受一沙门之影响,乃舍所学而归依佛,身究三藏,由精通四阿涵 三国无皇五三年,224,师邪竹绿岩,竹江岩,痛来武昌,亦出法巨经二卷 阿叉莫菩萨经四卷,为二僧不善汉文,所亦经之文词颇有不敬意之处 晋慧地,两百九十,三百零六在位,末年,沙门法例,法巨又将法巨经改议为五卷 梁高僧传卷以佛祖通载卷五,六学僧传卷以P5891 唯摩,泛名非Molak RTI,因一皮摩罗结立地 又作皮摩罗结,为摩结,无构称,敬明,灭构明 为佛陀之在家弟子,乃中印度皮舍离臣,泛菲尔,之长者 虽在俗臣,然精通大臣佛教教义,其修未高远,虽出家弟子有有不能及者 据维摩经载,彼长称病,但云其病逝,以众生病,适故我病,呆佛陀令文书菩萨等前往探病 彼及以种种问答,皆是空,无相等大臣生意 我国关于维摩语文书问答情状之雕话颇多,如唐断成是之四塔记 长安平康房菩萨寺佛殿之维摩便必化皆是 又维摩之居是方广一丈,故称维摩方丈,敬明居是方丈 维摩经义书卷一,著维摩结经卷一维摩义记卷一本 维摩经悬书卷二,悬应应一卷八,居士分登陆卷上,P5892 维摩书,请参阅维摩经书 维摩经,泛明菲莫拉卡地埃,Mirday 凡三卷,记十四品 摇晴纠摩罗十一 收于大正藏第十四册 又称为摩结所说经,为摩结经 本经旨在产说为摩所证之不可思议解脱法门,故又称不可思议解脱经 本经之中心人物为摩居士为佛陀注释时印度皮舍离成长者 其实佛陀在皮舍离成,五百长者之子往一佛所,请佛为之说法 唯摩称病,欲令佛遣诸比丘菩萨问其病,借此机会与佛派来问病之文书施利等,反复论说佛法,应成此经 本经系基于班若空之思想,以阐阳大臣菩萨之实践道,说明在家信徒应行之宗教得目 全经以在家居士为摩为中心人物,透过其语文书施利等共论佛法之方式,以宣扬大臣佛教真理 本经约成立于西元一世纪请,为纪班若今后,初期大臣经典之一 在印度籍以盛行,且大制度论等诸论典皆常引用之 与我国更是广被传语,诵识 据历代之经录记载,唯摩经之汉译有七本,现存有三 除揪摩罗时之一本外,另有,一,唯摩杰经 凡二卷或三卷 三国时代,无知之千亿 又称为摩杰所说不思义法门经,普入道门经,佛法普入道门经,佛法普入道门三魅经,为摩经 收于大臣藏第十四册 未现存最古之汉译本 二,无构称经 凡六卷 唐代玄藏义 又称说无构称经 收于大臣藏第十四册 现存三种译本,其经文结构及文理大致相同,然亦略有出入,例如第一品之赞佛记,知千亿本为十诵,罗时亿本为十八诵,玄藏亿本为十九诵半 若论翻译之精确程度,则以玄藏本为官 若论译文之巧智,则属罗时本,其一笔流利,被推为古来佛典文学中之优秀艺术作品 而诸译本中又以罗时所亿流通最广 本经亦有西藏译本,收于西藏大藏经佛说部之经集中,另有以西藏译本为底本之满蒙语译本 本经之主要著书有慧远之维摩义记,至以之维摩经玄书,及藏之维摩经义书,维摩经玄论等 真元新定世教目录卷六,古经义经图记卷三,开元世教录卷四,新边诸宗教藏总录卷一,批五千八百九十二 维摩经大书,请参阅维摩经书 维摩经文书,请参阅维摩经书 维摩经玄书,繁六卷 随代至已转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 又称维摩经略玄,维摩经玄义,静明玄义,静明玄书,静明玄 本书系以天台宗式经之定规,五重玄义,来注释纠摩罗时所亦维摩经之玄义,可视为维摩经概论之作 全书援引经论颇多,有华言,法华,涅槃,摩荷般若,地词,清净法行等经,极大制度论,识的经论,摄大成论等 维摩智以大师于随开皇十五年,五百九十五,受晋王广之请,传述于精灵 本书与同位置已所者之维摩经文书共称天台宗维摩经著书之双笔 诸宗章书录卷一,批五千八百九十三 维摩经旋书,请参阅维摩经旋书 维摩经略旋,请参阅维摩经旋书 维摩经略书,一帆五卷 随带极藏,五百四十九,六百二十三,转 又称为摩解所说经书,不可思议解脱经书 静明经略书,为摩经书 收于万续藏第二十九册 本书为为摩经之著誓书 书名,略书,戏相对于吉藏之令 一著作六卷本为摩经一书而称 因一书又作广书,故本书乃有此称 二书皆为为摩经之著书,然各亦齐去 一书系逐次注释经文之语句,本书则阐是经文之含义 故若欲知及藏对于为摩经之了解,则二书参照可得相辅相成之效 二凡十卷 随代天台大师致以,五百三十八,五百九十七,说,唐代湛然,七百一十一,七百八十二,整理 又称为摩略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 本书将至以之为摩经文书二十八卷删略成十卷,而二书并行于唐末五代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参阅,为摩经书,五千八百九十四,批五千八百九十三 唯摩经书,凡二十八卷 随代天台大师致以转 又称敬名广书,唯摩经大书,唯摩经文书,唯摩经广书,唯摩书,唯摩罗杰经文书 收于万绪藏第二十七,二十八册 本书系纠摩罗时所译为摩经之注释书 至以应随样帝之请,口授其赴案,由门下笔录,至二十七卷佛道品,其余则由弟子灌顶,五百六十一,六百三十二,补作完成 本书对于维摩经三卷繁十四品之注释,首阶续明该品之由来,及各品间之关系,其次详细解说品题,并对品文家以适度分科,赋予纵横无碍之注释 本书内容该博,立论是切,基于天台宗之立场,阐释尽佛国土之争议,论是圣位精辟 由本书极致以之令依注作为摩经悬书,可亏的天台宗之为摩经观 又唐代占然,七百一十一,七百八十二,删略本书,作为摩经略书十卷 此广,略二本并行于唐末五代 占然复注释本书,作为摩经书记三卷,或六卷 至诵代,至圆,九百七十六,一千零二十二,更就略书作为摩经略书垂玉记十卷,以宣扬天台宗之旨意 参阅,为摩经悬书,五千八百九十三,批五千八百九十四 为摩经义记,凡四卷或八卷 随代会远,五百二十三,五百九十二,转 又称为摩义记,为摩节所说经著,为摩义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 本书系对于《维摩经之文》一作解释 出产明声文,菩萨二藏,并举出见,顿二教之别 而叛为摩经为菩萨藏顿教之法轮,似是为摩经之经题,以下次第阐释文意 本书自具精炼,而是一高妙,颇能发挥为摩经之傲指 因著者属地论宗,故书中处处显现该宗,阿赖耶真实说,知特色 幼书中欲有虚详事之处,屡出现,亦如别章,知词,别章,乃至大臣一章,故知此书传于大臣一章之后 旭高森传卷八,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一,P5894 唯摩经一书,一帆六卷 随带极藏,549,623,转 又称唯摩经书,唯摩经广书,静明经广书,唯摩广书 收于大臣葬第三十八册 本书系立于三论宗之立场以注释为摩经 初论,悬译,其次逐一注释为摩经十四品之文句 该,悬译,部分可视为维摩经概论,亦可视为本书之序论,后已别出一书成为,维摩经有译,译卷 除,悬译,之外,本书注释各品,首阶解释品名,四概说该品大义,附逐次注释经文,于注释之中屡屡引用纠摩罗石,森照,新皇等之说 二帆五卷,或三卷 日本圣德太子传 收于大臣葬第五十六册 阐释为摩经之文艺 出世经名,以为摩结位已登正觉之大圣,四将经文分位三部分 佛国品至菩萨品为续说,文书施力问及品至见阿佛品前半位正说,见阿佛品后半至主类品为刘通说 本书多参着森照之注维摩结经等,并援引森照,道生之说,此外一列举集说 与法华,圣蛮二书合称,太子三经书 P5894 维摩经广书,请参阅维摩经书 唯摩义书,请参阅维摩经义记 唯摩义书,请参阅维摩经义记 唯摩结所说经,请参阅维摩经 唯摩结所说经注,请参阅注维摩结经或唯摩经义记 唯摩结所说经书,请参阅维摩经略书 唯摩结经,请参阅维摩经 唯摩罗结经文书,请参阅维摩经书 姿衣,又做黑衣,墨衣,墨染衣 即黑色法衣 僧侣者用之 姿衣又可引申为僧侣之义 故义班义以滋留,滋门,滋徒作为僧侣之代称 宋代僧惠灵,羽翼朝政,人称黑衣宰相 禅宗僧多着滋衣,由以法衣趋向华美之后 滋衣更为引顿僧所用 白衣旨在俗之衣,隐身旨在家人 白衣称素,故滋素乃出家,僧,羽在家,俗,之并称 P5895 滋门,滋,黑 僧依色黑,故称僧侣为滋留或滋徒 滋门者,滋留之门,指佛门而言 滋门警讯卷一,大四八,一零四三中 古云,笔记丈夫我一耳,不应自轻而退驱 若不如此,屠在滋门 佛法经汤编重刻序,滋门重行录,P5895 滋门士谱,权益卷 详称中南山天龙会及滋门士谱 又称是世元流五宗士谱定祖徒 清代灵纪宗森迅雷明喜等编,康熙四十二年,一千七百零三,堪行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七册 内容叙述为养,灵记,曹洞,云门,法眼等禅门五宗之阵之旁出戏谱,圆流,以及特异之宗峰 P5895 滋门重行录,权益卷 明代诸宏集 收于万序藏第一四八册 本书作者因凯探末世出家沙门之堕落 故传及本书,内容简述自佛世至明代,百数十位有德行之出家沙门 P5895 滋门景训,凡时卷 元代灵纪宗森永忠补,明代灵纪宗森如景序补 先后堪行于元仁宗皇庆二年,一千三百一十三,即明宪宗成化十年,一千四百七十四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八册 系永忠将宋代则显所传之资林宝训一卷重编增补,改题为资门景训 明代如景债与增补,成为现今通行之版本 内容包括围山大远禅师景策,鹅湖大义禅师座禅名,大唐慈恩法师出家珍 洞山和尚规界,司马温公解禅记,后汉书交四至,梁皇舍道士佛照等 第170于向先贤谷得参禅半道之一界 批5895 资素,资与素之并称 又称资白 资,黑,素,白 出家众通常批着黑衣,故以资代称,再加者批着素衣,故又称白衣 资素即出家,再加之并称 异味道俗,僧俗 四分律山补随机结魔书卷一,参阅,资一,5895,批5895 资皇,为僧吕与道士之并称 因僧吕者资福,道士代皇冠,故二者并称为资皇 法院诸林卷100,批5895 紧纳罗,泛名金纳罗,巴黎名金纳罗 又坐紧纳罗,紧拿罗,紧丹路,真陀罗,真陀罗 或称歌神,歌乐神,音乐天 Kiwei一问词,Nara为人之义,意义做疑神,疑人,人非人 原为印度神话中之神,后被佛教吸收为八部众之地七 华言经探玄记卷二载,此神形貌似人,然顶有一脚,人见而起疑,故意为疑人,疑神 笔具有美妙的音声,能歌舞 华言经书卷舞载其为天地之之法乐神 大臣诸经中,佛说法之听众中常列其名 于密教,未聚皮罗之眷属,于阿舌里所传曼图罗图位中,未居北方第三种 于县图曼图罗,在外金刚部北方,摩罗加众之北有二尊锦纳罗,聚成肉色,其中之一于西上安置横谷,另一于西前安置二束谷,聚作欲己谷之事 又观世音菩萨为嫉妒众生,而顺应各种积类视线三十二种形相,及三十二应,其中第二十九集为,锦纳罗应 为锦纳罗若欲脱离锦纳罗身,观世音菩萨及于其前应现锦纳罗身,为其说法,使之成就 大树锦纳罗罗所问金卷仪法华金卷仪续品,启示金卷仪大制度论卷十七,著为摩羯金卷仪大日金书卷六,惠灵因一卷十一,P5895 锦纳罗家果,锦纳罗家,范语金卷仪,属葫芦柯之一种毒草 学名为Tracosenspalmata,又作真波家果 慧灵因一卷四十一载,此种果实生而端正,仁见深爱,于夫若处之必死,故以之欲读 正法念处金卷二十九则为此果生于海主,时之将最七日 正法念处金卷六十八,玄印因一卷十一,P5896 罚,只对于违犯戒律者,依其罪之轻重而施予种种处罚 有大臣戒与小臣戒之别,其罚之性质亦不同 大臣戒中,不论犯何种重罪,皆可忏悔 小臣戒中,重者有逐出教团之波罗一罪 轻者有求忏悔之突及罗罪,以及剥夺森尼权利,别住等种类 赤修百丈轻规卷二宿重条,P5896 翠维寺,一位于陕西西安南方约二十九公里处之中南山 又称永庆寺 原为唐高祖于武德八年,六百二十五,所设之太和宫,后费 贞观二十一年,六百四十七,太宗于以复兴,名为翠维宫 元和年终,八百零六,八百二十,改为四,称翠为四 丹霞天然之法四无学得法后曾注词 宋代太平新国三年,九百七十八,改称永庆寺 大清一统治卷一七九,二在黄山翠为封下 创建于唐代中和三年,八百八十三 寺后有翠为封,封上有翠为洞 寺左有青牛溪,附近有碳水石,袈裟的等 P5897 翠碧炎寺,位于台湾新竹市郊 创建于清道光十一年,一千八百三十一,至民国十八年,一千九百一十九,第一次重建,四茂焕燃一新 民国三十八年开始,由信慈法师助持契金 五十六年全部重修改建,四茂堂皇,四近茂灵修竹环绕,清雅宜人 本寺未产阳,禅境共修,支道场 六十八年东,树立戒状,起见千佛三坛大戒,传授戒法 P5897 翠炎,五代僧 右座翠炎 法号令参 湖州,浙江无心,人 雪峰一存之法四 常驻明州,浙江银县东,翠炎山,大张法席,其翠炎夏末世众,未驻明之禅宗公案 吴越望前世对诗圣清养,常请诗至杭州龙策寺,四号永明大师 身足年不祥 静德传登陆卷十八,五灯会员卷七,P5897 翠炎夏末世众,禅宗公案明 又座翠炎眉毛 五代之翠炎,炎,禅师于夏安居之最末一天,以一下以来为同门说法,或许已触犯佛法,而问同门,眉毛落了也位,游戒 此显示禅宗灵活运用之机法 闭言录第八则,大四八,一四八中,翠炎夏末世众云,一下以来,为兄弟说话,看翠炎眉毛再磨,饱浮云,做贼人心虚,常庆云,深也,云门云,观 禅宗间传说,若勿说佛法,其罪将至梅须脱落,翠炎回顾过去九十天下安居其间,常向大众说法,恐其所有说法,已落第二一门之言与隔腾中,则罪过不亚于朝至梅须脱落之言与过失,故有此一问 盖佛法第一一门乃穷极之真理,既非言语所能表权,亦非思维概念所能惜别,故所有谈论,无论说心说性,说顿说见,仅应提思学人方才全假施舍,皆属落于言权之第二一门 翠炎生之词里,然为话倒大众,不得不广说教法选址,唯一不欲学人死守言语隔腾,遂自赦,眉毛落了野味,知问,以巧妙视线禅机灵活之韵底 而翠炎之问语,又引发雪风亦存门下三大弟子之不同达词 宝福从展为翠炎自知罪过,亦如作贼心虚,为呆直问,先自赦此以求脱罪 常庆会人为翠炎下此问语,俨然翻转显示,非但无眉须脱落之语,反而因此资深繁茂 云门闻眼之,观,则为历来参禅者最费心血之语 盖此,观,有机翘前三人之意,亦为若不全盘了知佛法真意,一味参玄论止,抖惜是非,则不如截断重流,紧闭关门 或为云门之语,严峻如刀,成是运机滴滴鲜血之修为所然 血斗众显宋约,大四八,一四八下,翠炎仕途,千古无对,观自相仇,师前遭罪 潦倒宝福,一阳难得 唠唠翠炎,分明是贼 白龟无垫,谁便真假 长庆相安,眉毛深也 景德传灯录卷十八,五灯会员卷七,从荣录第七十一则,批五千八百九十七 文,耳听 语思,修和称三会 对于根据经典而来之教说,听闻而性解之,称为文法,文性 佛陀之弟子常听闻生教,称为生闻,后世之行人唯依经卷而知佛法,或欲善之事而得文法 北本涅槃经卷三十六家夜菩萨品载,谨信仰佛之教说一伴者,不能为他人解说者,即为议论或为得名誉利益而深持教说者,凡此皆为文不具足 又具无量寿经卷下载,闻其,阿弥陀佛,名号,而信心欢喜,乃至一念,即得往生净土,助于不退转之位 又身信佛之光明有色受救度众生之作用,则称为文光力 P五千八百九十八 闻光力,闻,听闻而信解之,光,光明,力,威力 闻光力,为闻信佛之光明有色取众生的作用 如闻阿弥陀如来之智慧光明,有超视稀有之愿力,即设取不舍之微神力,而正信之 P五千八百九十八 闻名,为闻佛之名号,特指闻阿弥陀佛名号而言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第四十七愿为闻名不退愿 无量寿经卷上载其愿文位,大一二,二六九中,设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忠略,不能及得不退转者,不取正诀,P五千八百九十八 闻成就,为六成就之一 每一经典首端均有,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大比丘众,等数言,顺次已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某处,与大比丘众,为信,闻,时,主,处,众等为六成就 此乃未时候是闻经者信解,顾列此六事,证明其非虚谬 闻成就及其中之,我闻,二字 参阅,六成就,一千两百六十六,P五千八百九十八 闻法,又做听法,闻经 未听闻佛之教法 凡从佛直接闻法,从高僧闻法,从经典闻法,从经典闻法等,均通称谓闻法 文法乃性教入道之第一步,非议其的,诸经论多说文法为世间难事,故称为文法难,由文法所得之智慧,称作文慧,系三慧,文,思,修,之一 有关文法之功德利益,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三列举心生欢喜,随所思维等三十二种,皮尼姆经卷六列举心信心,因信心欢喜等九种 无量寿现象,ую旧喜欢 ecc! ên修,遗世间难事,北本涅盘经卷二十五,旧华严经卷十八,瑜伽诗的论卷六十四,参月,三慧,六百七十四南,一千八百五十一,批五千八百九十九 文陀罗尼,又做文池陀罗尼,法陀罗尼 为四陀罗尼之一 瑜伽师的论卷四十五将陀罗尼分为法 一、咒、忍四种 其中闻陀罗尼指闻持佛之教法而不忘 大臣一章卷十一末 参阅四陀罗尼一千七百二十五 P五千八百九十九 闻信 为闻阿弥陀佛之名号而生信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二七二中 诸有众生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乃至一念 至心回向愿生彼国 闻信一语为日本真宗宗学之书要 及闻弥陀名号 依如来之他立而决定往生 净土建文集 P五千八百九十九 闻思修 闻、指听闻教法 思、指思为义礼 修、指修行 而闻会、思会、修会等三会 即为经由闻、思、修而成之智慧 此三会乃佛法修行之次第 闻会者、闻他人说教法而得知智慧 思会者、自我思维而得知智慧 修会者、实地修行而得知智慧 大臣一章卷时 佛一教经、参阅、三会、六百七十 P五千八百九十九 闻香教 为明代民间宗教之一 又称东大臣教 万历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九 年间 河北兰州时佛口之王僧所创立 自称曾旧一胡 胡字断其伪赠之 有一乡 以此号造图众 人多归父 故称闻香教 字号闻香教主 教徒遍及记 鲁、干、敬、玉、晴、川等地 信奉然登佛、释迦佛、未来佛 宣扬三期末节 返本归远等思想 万历四十一年 一千六百一十三 二度入狱 后死狱中 妻子好闲与徒弟徐洪如继续传教 天启二年 一千六百二十二 祖之起义 徐洪如自称中心浮列地 建缘、大臣姓盛 不久拜王 王森之子孙父将闻香教改为清茶门 代代传习 嘉庆年间史区衰为 批五千八百九十九 闻臣十二因缘经 请参阅数下四十二因缘经 巨墨、墨、水泡 巨墨、只巨集之水泡 经典中用以辟喻有味法之无常 唯摩金方辩平 大一四、五三九中 是身如巨墨 不可搓摩 批五千八百九十九 巨沙卫佛塔 为印度阿玉王之本身故事 阿玉王过去世为童子时 曾于西系中巨沙作佛塔供养 以此是因 朱童子乃得成佛之源 法华经方辩平 大九、一四一下乃至童子系 巨沙卫佛塔 如是诸人等 皆已成佛道 此外 经绿一箱卷四十四亿载 有巨沙造塔之故事 未有五百童子于江岸巨沙星塔 欲江水暴涨 漂流溺死 后皆生于兜绿天 批五千九百 巨沙 范与Gross Maw 因一家喇摩 巴利与J Maw 又座巨沙 或称村落 村 即众人所拒居之处 五分绿卷一大二二 六上 若沉茜若离诈周回围绕三游 寻乃至一屋 是明巨落 盖佛教教团之僧众常在阿兰若 比丘之住处 若于启实说法外 非实入巨落 则泛波易提罪 四分绿卷五 卷十九 有部皮奈耶卷二 四分绿明义标示卷八 批五千九百 巨沫 用以辟玉物之黑 无量寿经卷上诵约 大一二 二六七上 光颜微微 微神无极 如是言明 无语等着 日月摩尼 珠光颜耀 皆吸隐蔽 犹若巨末 观佛三昧海经卷三 大一五 六六灵中 幽婆一众中二十四人 见佛身色犹如巨末 批五千九百 赵论 权一卷 后秦森照 三百八十四 四百一十四 转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作者森照 为揪摩罗石门下四圣之一 号称解空第一 以其名观于本论 故称赵论 本书内容阐释诸法无自信 不可得空等妙理 细收路森照所作之诸论著而成 全书分为宗本义 物不迁论 不争空论 班若无知论 涅槃无明论等五部分 莫附留移民书问及达留移民书 宗本义 可视为全书序章 概括全书大义 四维四论 一 物不迁论 乃产发班若信空学说 以 即动即静 知义产明 即体即用 知理论 物不迁 未虽有生起 流转等现象 然其本体 恒不迁 不动 二 不真空论 未因果法则中 所生起之现象 皆无实体 有非真有 无非真无 本体无相 超于有无 而有无皆不真 因其不真 故未知空 三 班若无知论 未班若无知无相 但却魔所不知 照明万物 由修行而获智之智慧 班若 系超越凡夫之认识 故称无知 此一部分大多采用旧义经典 并多借用老庄之语句 以发扬其师 纠摩罗时所传来的龙树之佛教 自大品 班若经 一出后 古来对于班若论之分杂一端 始及班若无知论 而得以张明班若之真意 四 涅槃无明论 为涅槃境界超越言语思想之表现 既无生灭 亦无名相 绝非言语所能表现 故称无明 高森传卷六森照传记载上述四论写作之年代先后 顺次未班若无知论 不争空论 物不迁论 涅槃无明论 又现行本所赴赵论序之作者 慧达卫南朝成代人 赵论书之作者 袁康系唐代人 故获系致臣十方编辑四论 而何谓赵论一书 然于赵论末尾所赴的庐山流浅明 四百一时 知之一问答文书二通之中 并未提及不争空论与物不迁论 故知此二论或为后世人之著作 近年来 我国学者汤用彤 时俊两人对本论之年代与内容提出甚多一点 日本学者横超会日 牧田地量等一举出宗本义之若干转述问题 凡此种种问题研究 1955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会编程 照论研究 由于本书采用许多老庄思想 并将佛教教义上之重要问题 比照当时我国思想界之重要课题 遂使本书成为理解佛教的重要典籍 本书之著书颇多 有陈黛慧达 唐黛元康 唐黛慧辰各作诏论书三卷 元康作诏论加科二卷 光瑶作诏论注记三卷 尊士作诏论注书六卷 日人中田园次郎作诏论及其著书 等二十余种 中观论书卷二末 天台宗章书 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卷三 批5900 兆论书 亦凡三卷 下卷缺 南朝成代会答转 又称兆论无中极解 收于万绪藏第一武林册 未兆论之注释书中最古者 其示意之顺序非按照本文 仅取本文之重点加以解释 虽皆过于简略 由不失其重要性 二凡三卷 唐黛元康传 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五册 陈书年代仅次于会答之兆论书 于众多兆论之注书中 以解释忠实于本文而受重视 本书首先详细解释 会答所作之序 即知顺次阐释本文 内容为 卷上有宗本义 物不迁论 不争空论 卷中有班若无知论 影视留一名书问 达留影视书 卷下有涅槃无明论 表上秦王遥兴 宋代尊氏之注诏论书及 小月之家科诏论序等 引用本书之处甚多 开元二十三年 七百三十五 扬州白塔四玄十层将本书重新勘效 东玉传登目录卷下 诸宗章书录卷一 批五千九百零一 高明 未形容形 解二者相辅相成之辟语 高 指高游 比喻阵形 明 指灯明 比喻妙解 一见文学习而领解教理 属于解 知法门 实见功行所领解知教理 则属行 知法门 此二法门 相辅相成 缺宜不可 犹如高游 无登明 则无从发挥作用 登明 缺高游 则一旦然静 无以续明 故以高游 比喻阵形 以登明 比喻妙解 旨在强调解 形相知之 重要 此一佛教各宗之出门 所持以主是学人者 磨合指观卷五上 大四六 四八下 经一妙解 以立正行 高明相赖 目足更姿 行解寄情 三丈四磨 芬然静起 P5901 台座 本指规定佛像之位置 其后 依照仪轨 用以衬托佛像者 以称台座 古印度本无佛像 仅以一块方形板 表佛之存在 后于台座上雕刻宝伦语录 表佛陀在路也愿之说法 在经典规定之外 则有诗子座 故佛座之表示 并无一定形式 佛教传入我国后 台座之至极为发达 最普遍之形式 为莲华座 其他种类甚多 如方座 其形式仅单纯之一块板 而无任何装饰 詹曲座 叫方座位后 上课水文 筐座与里盘座 叫前两者高而中空 筐石座 外形成不规则状 不动明王之台座 为瑟瑟座 细岩石与积木整齐重叠而成者 岩座有多种形状 者称周冰座 荷叶座 为诸天所座 形状或向上 或向下 床座 点路座 圆筒座 细江安乐以之形式 加以装饰而成 与莲华座同时定型化者 称须弥座 宣台座 此二者 据为帝王即位时 所用之台座 其他另有以动物为台座者 例如鸟兽座 又称秦兽座 P5902 台湾佛教 佛教之传入台湾 据史料所在 大约在明朝末年荷兰统治时 随汉族之移民 自福州传入 然现代学者亦有主张 若以史实推论之 则自三国时代已将 隋昂帝 唐昭宗 北宋末齐 南宋孝宗等 阶层派兵或因战乱而迎至台湾 经文等地 故佛教信仰义是必随之而传播至台湾 至正成功经营台湾 佛教建受重视 其子正经由未前进 常见弥陀寺于东安 且言请僧侣主持之 至清代 敏月僧侣来台者见多 寺院亦见次兴起 教著名者有 弥陀寺 竹西寺 海会寺 法华寺 开元寺 超峰寺 凌云寺 凌全寺 龙虎也等 契经皆为二 三百年之古寨 同时 大陆传来之在 佛教斋教 如龙华派 先天派 京壮派等一先后传来 其中以龙华派传来最早 十曰乾隆 一千七百三十六 一千七百九十六 末年 当时之佛教活动 以不得而知 为资一大德中 以承恩 承明 至悦三人 生名罪者 而在家居室 教住者 多位名 末以臣 以沈光文 李茂春 林英 张氏 鲁王女 郑哲飞等人 日明于世 开台湾佛教在家 学佛之先河 日据时代 日本佛教 亦写其微是相继来台 以灵济宗 曹洞宗 天台宗 净土宗 真宗本月四派 真宗大古派最盛 日本佛教徒 是斋教位同调 婆家讲也 据林横道所者 台北市的寺庙 在日据时代 仅就台北而言 所见佛寺中 绝大多数皆属斋的系统 而当时大陆传来之初家佛教 则已与大陆隔离而呈现衰落现象 加上日本政府谨慎而缓慢地施行台湾佛教日本化之计划 遂使台湾佛教建受日本佛教同化 以比丘而取妻如婚的大友人载 民国五年 1916 善会 德荣等人在日本曹洞宗势力之福之下 创办台湾佛教中学与台湾佛教青年会 民国十一年 善会与本院组织南淫佛教会 为台湾省佛教会之前升 并发行南淫佛教阅刊 刊行至台湾光复为止 此一刊物自创刊之后 皆采用中文 自民国十九年后 逐渐加入日文 又经若干十日 则已变成全部日文 此即日本欲将台湾佛教日本化之大力阵 此外 决力 本阶为当时知名之森 民国三十四年 台湾光复以后 善会鉴于正式弘扬政法之机 乃组织台湾佛教会 推举本院为第一届理事长 民国三十八年 大批僧履随政府迁台 致使台湾佛教起一大变化 首先 将台湾佛教会改为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 受中国佛教会之督导 自此 有关佛教之行政 文化慈善事业 佛教僧家教育及社会教育 佛教之部教 寺院之兴建 与国际佛教之联系等 均陆续开展 如妙果 首聘慈航来台创办台湾佛学院 大兴祭之 于新竹青草湖林影寺设佛学奖席会 其后有应顺心办佛学院 同时台湾佛教 海潮英 中国佛教 佛教青年 今日佛教 菩提树 法英 狮子后 爵士 慈明 普门等杂志一相继发行 至七十七年春旨 登记发行之佛教杂志 近百余种 此外 翻印经典和异界佛学名著之封建成 早期有东出发起影印日本大正藏之正序两边 此外 四十四年自日本迎奉玄奘大师领古返台 亦为台湾佛教界之一大盛事 其他如出国弘法 与泰国 缅甸等法典文物之交流 出席世界佛教徒友谊会 密教修持之提倡 念佛法门之倡导 森尼戒律之洪传 禅宗奥指之产阳 已至佛教图书馆 出版社 幼稚园 育幼院 养老院 诊疗所之设立 佛教新兴道场之创建等 在在街显示台湾佛教正在蓬勃发展中 近十余年来 星云主持之佛光山由为台湾新兴佛教道场中之最住者 其分院遍布全省各处及海外 他如台湾中部有圣印之慈明寺及万佛寺 弘法事业异计效斐然 台北松山寺 华盐联社 善导寺等名叉 法务一皆甚甚 佛学院方面 北部之中国内学院 华盐专宗学院 能人佛学院 莲华学佛院 菩提佛学院 法藏佛学院 海明佛学院 福岩佛学院 佛光山台北女子佛学院 元光佛学院 中部之中华佛教学院 佛光山福山佛学院 仁臣学佛院 南部之湘光尼仲佛学院 佛光山中国佛教研究院 东方佛教学院 开元禅学院 千佛山女子佛学院 禁绝佛学院等校 皆颇见成果 在大专学佛运动方面 由于周宣德等会聚杂志社同人之热心倡导 亦已普及各大专院校 如大专院校之佛学社团 自四十九年四月台湾大学创设 晨熙学社 以来 其他六十余所院校 亦纷纷设立佛学社团 另如属其大专学生学佛之集会 有李秉南之佛学讲座 颤云之斋戒学会 佛光山之下令营等 亦皆收效颇大 此外 高深之佛学研究单位 有中华佛学研究所 华泛佛学研究所 阳明山华刚之佛学研究所 及佛教文化研究所 印度文化研究所 佛光山之佛学研究部等 华刚方面分别出版 华刚佛学学报 及佛教文化学报 佛光山则出版佛光学报 中华佛学研究所 中华佛学研究所出版 中华佛学学报 红法方式逐渐革新 佛教信仰逸日渐普及 颇有一番新兴气象 中国佛教史略 应顺 妙清 中国佛教之近况 道安 海潮英第38卷第11期 第12期 中国佛教之过去及现在 清松 海潮英第42卷第11期 第12期 中国佛教史论及台湾佛教篇 现代佛教学术从刊 87 中国佛教发展史第4篇 第二章 中村元 P5902 与力不障 增上元之一 为无力不障 之对称 为富与助力 使之增强 以补其力之不足 使无障碍 P5904 与欲 当僧团形菩萨 自自及其他形式做法 及结磨 知济 欲及病或因故不能出席时 对其形式之决定 有所赞成或反对之寓意 即所谓 欲 将其寓意委托出席之比丘 即称语 欲 出席比丘受其寓意之委托 称为受欲 将受委托之欲 欲向众僧传达 即称说欲 P5904 欲夺 为禅家用以指导学人之方法 欲 即与修行者自然发挥 亦即放行之意 夺 即夺取 不允许 或夺取一切之自由 亦即把住之意 顾形容师家皆化众生 其方法巧妙 收放自如者 称为 予夺自在 碧言录第一则 大四八 一四灵上 是纳森家寻常茶饭 至于阶段重流 东永西梅 逆顺纵横 宇夺自在 此外 论平教义 包而取之 亦称为宇 贬而斥之 则称为夺 四胶 一级柱卷上 P5904 语魔 禅灵用语 原为宋代之俗语 又作嫩 亦没 一 指现在所述说 事物之状态 与已实现之状态 亦即这 如此 无门观第23 大四八 二九五下 不思善 不思恶 正与时 那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 必言录第五则 第四十二则 P5905 宇愿首 集结 宇愿应 之首相 宇愿应 应相为右手仰掌 书无止而向下 留住如意宝 或干露水之相 设真实经 大日经书卷十六 P5905 扑甘 佩根 上缅甸之古都 为缅族文化与信仰之中心 位于流经缅甸中央之一洛瓦底江中游 为缅族之中心地区 现今之缅甸以缅族为中心 北部 东部有胆族 南部有德伦族 缅族无故有文化 十一世纪借用南方的伦族之文字 初其吸收印度文化 宗教方面 乃信仰混合印度教之大臣佛教 又于八世纪传入真言密教 结合古来之精灵崇拜 形成极不纯粹之佛教 其僧旅称 阿利 阿里 僧 1044-1077在位建立蒲甘王朝 1044-1287 缅甸历史文献缺乏 致阿奴律陀王方有信使可言 阿奴律陀寿的人族高僧阿罗汉 阿亨 之影响 传入南传佛教 浅史智的人之首都达端 斯坦 请入巴黎盛典 僧团 佛陀遗物 整肃阿利森 王佑与西兰通好 迎请完备之三藏 此时国内上自国王 下至一般民众 皆深信南传佛教 蒲甘岁成为蒲甘王朝之国都与缅甸上座部佛教中心 此后历代诸王毅盛行佛事 兴建四塔 号称四百万宝塔城 蒲甘王朝于1287年蒙古军之入侵而遭侵赋 胆族代替蒲甘王朝统治缅甸之后 蒲甘人继续为佛教之中心地 据缅甘考古谷调查局1973年登记共有佛教建筑物2217座 现存教链如柏托甘王朝于显存租植翰佐 现存教著名者有瑞锡公塔 瑞山兜塔 罗加南陀塔 摩奴赫塔 摩耶塔 阿南陀塔 阿南陀塔 额醉那当塔 他水于塔 藏经楼等 参阅 缅甸佛教 6120 P5905 普世级 凡十五卷 元代森孝影大新传 严俊等编 元代堪行 吉禄巫回四语 禅宗大报国四语 中天竺四语 大龙祥吉庆四语 真赞 祭宋 序 提拔 古词 古诗 律师 绝句 连 记 名 书问 书等 禅吉目录 P5906 普美鹏 1928 泰国第九世国王 赴宋卡 母双翁 19岁登辑 炫富瑞士攻读工程及政治学 兼工英 法 德 拉丁文 爱好音乐与美术 佛力 佛力2449年 王归一泰国僧王 发愿为比丘半月 每日功课行持严谨 亦如普通僧人 自即位以来 互持佛法胜利 长于访美期间 在美国国会演讲 以弘扬佛教宗旨 又曾资助英国巴力圣典学会 及刷罗马字母巴力文三藏 及英译三藏等书 并协助东巴基斯坦佛教徒 扩建佛寺 王且为泰国佛教总会 及佛教青年会赞助人 对于泰国佛教之提倡及弘扬 贡献盛大 P5906 扑团 以扑草编织而成之 圆形扁平座具 又称圆座 乃僧人座禅及跪拜时所用之物 其后亦有以灵井包成者 种类颇多 后者称后圆座 兼草编成者称兼圆座 又有中央开动而成环状者 禅灵象器兼器雾门 P5906 菩蛇尼 为泰语 Pojanya之音译 又做菩善尼 意义为证食 胆食 制五种证食 饭 干饭 鱼 肉 或饭 麦豆饭 肉 饼 称为证食 乃摄取足食 可饱足之饮食 之乙 而淡食则 相对于嚼食 不证食 而称 四分律山凡捕却行事超卷下 而南海济归内法船卷 以玄印 因一卷四 参阅 十 三千九百九十七 P5906 蒙古佛典 即蒙异佛教圣典之总称 蒙古民族自十三世纪归一佛教以来 除将西藏佛典翻译为蒙古语外 更将部分西藏之藏外佛典加以翻译 且更以蒙古语注释或传述 蒙古佛典遂灿然大倍 蒙古佛典是以西藏大藏经为底本 西藏藏经有其独特之分类方式 即将藏经总分为干诸耳、正藏 及丹诸耳、续藏 而蒙古文大藏经 依其成立之时间 可分为三旗 第一旗 1271、1368 位于元朝治下所作干诸耳之翻译 此时以古派 藏阿英、摩、帕 所依经典为主 第二旗 1368、1627 蒙古民族回归朔北故地 以诸汉卫外户 改定干诸耳 并完成部分丹诸耳之翻译 第一 第二旗以旧义为主 第三旗 1616、1911 为改译与使用木板堪行之时代 此时旗完成同文运统 大藏权咒 蒙文对照翻译名义籍等 本翻译用文典 此典类 翻译之方法 亦与统一 对翻译作通盘之考虑 此时旗之翻译称为新义 堪本之种类颇多 亦加之名亦祥之 今日所见之版本 多位新义之重版或复刻 蒙古佛典内容 与西藏大藏经大体相同 然亦非完全一致 或有出入 增减处 蒙古文大藏经 特别是元代旧义 表现了蒙古复杂之文化环境 又蒙古文佛典中彩裔 叙利亚、希腊等中央亚西亚、 近东、欧洲之语会 此译成为蒙古文大藏经特性之一 Pelliot, Le Mongo's Etla Puppet, Reverend the Orient Church Tian, 1923, The Awesome History of the Mongols Sytoms, 1834、1835 Hor, Charles, BYU 乔本光宝刊并译 蒙古喇玛教史 参阅西藏大藏经 2588 P5906 蒙古佛教 佛教传入蒙古最迟在原县宗蒙歌之事 1251 1259在位 成为普遍信仰则始于忽必烈时代 在此以前 蒙人人多信仰撒满教 且有基督教活动之迹象 元氏祖呼必烈于至元22年 1285 命八四八等参队 勘定汉藏两种藏经 转成至元法宝勘痛总录 元臣宗姓佛基督 故有必兰那十里代帝出家 且奉赤翻译范经未蒙文 元五宗至大三年 1310 西藏高僧法光入蒙 增定蒙古新字 又有中国 回古学者 一西藏藏经未蒙文 四后立仁宗 英宗 敬宗 明宗 文宗 顺帝 历代皆重信西藏佛教 明太祖兴起 1368 元顺帝北退后 蒙古佛教一时衰落 经百数十年 使有西藏皇教传入蒙古 蒙古佛教遂在复兴 明代万历五年 1577 内蒙古安达汉浅使入西藏 迎请第三世达赖喇嘛寻西蒙古 并于随远规划成 为达赖建四 此籍皇教慎行内蒙之使 而外蒙古开始有皇教 则为阿八代汉之功 阿世常言请三世达赖之大弟子 大慈迈达里呼图刻图于 喀尔喀图拉河边一寺宣扬佛法 颇受蒙人之重养 而第一世达不尊丹巴 忽图刻图 桑二J 桑登 帕 1635 1723 之出现 一世外蒙佛教光大 清代乾隆二十二年 1757 第二世达不尊丹巴 1724 1757 于库伦创办扎尼特高等宗教学院 僧吕云集 库伦遂城外蒙政教中心 蒙古喇嘛教育圣地 此后 清代朱蒂对立世辙不尊丹巴 君后加礼玉 光绪四年 1878 情况骤变 库伦满洲大臣志刚 强耀巴世辙不尊丹巴 1870 1924 对半世大臣起立相迎 此后 清蒙关系恶化 清朝大肆破坏蒙古佛教势力 代清朝父王 外蒙遂宣布独立 1912 折布尊丹巴 乎库伦克图则于库伦自称皇帝 成立大蒙古国 与折布尊丹巴同时之内蒙宗教领袖 为张家乎吐克图 藏LCA Skyer 即为应内蒙各不知情 而自藏入蒙之武士达赖弟子张家乎吐克图 张家立世内赴清朝 民国政府 常驻西多伦 北京 五台山三帝 雍正帝更常自研其渔禅之造 一级得利于张家 民国46年世纪于台北之十九世张家 曾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蒙奇宣化史 国民政府委员 总统辅资政等要职 蒙古佛教最盛时期 喇玛约战著名人口三分之一 二十世纪初 其重镇则戏剧乌兰贝多 独隆贝德 二百五十里处 建于1584年之 厄丹尼诸寺 尔登兹 由于蒙古佛教传自西藏 故其宗教仪式 寺院组织 活佛转世等 多同于西藏 世界佛教通史上册 圣言 P5907 蒙古佛教室 西藏民 Horchass BYU Jicks Magnon Nkaja 全名位称 P-O-Hor J-Y-Y-Y-O Dudan P-I-Chass G-D-R-BY-U B-A-H-O-B-E-N P-A-I-P-S-T-N P-A-R-I-N P-O-Ch-H-S-O B-A-R-B-E-T-P-A-I-S-G-R-E-N 四数佛教在印度洪通 传至中国 赴传播至蒙古 第二章 继数宗喀巴黄教之历史 第三章 叙述著名道场及寺院之掠史 最后并附计有关轮回解脱之教义 及著作本书之动机等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四之一 G-N Rerick Author of the Horchus B-Y-U-J-R-A-S 1941 P-5908 蒙古原流 Erdney Yen Topsy 凡巴卷 萨刚赛郡 萨刚赛郡 萨刚赛孙 这于1662年 十年59 系义以佛教思想贯串全书 之蒙古民族史化 卷一从开天辟地叙述至印度之佛教弘扬史 为佛教思想史上之重要资料 卷二为佛教传入西藏及心肺之经过 卷三为从臣及斯汉及位至开创蒙古帝国之建国史化 卷四叙述元朝之新王 卷五叙述明代之北方蒙古诸汉 特别是达炎汉复兴佛教之世纪 卷六卷七叙述其孙阿古打击其复兴内外蒙古佛教之情形 卷八叙述内外蒙古佛四建设与易经之经过 最后以赞颂佛法为结语 本书原本九一一诗 故历来仅存汉一本与满洲语一本 然近年来又发现数种蒙古语原本 P5908 蒙古王蒙古特1804-1868 为泰国佛教法相应部 Dameutika Nekya 意义法宗派创始人 曼谷王朝拉玛二世之子 年十四寿赐出家魏沙弥 驻于大赦利寺 二十一岁寿巨族介于摩赫他特寺 学习禅定及经律论 精通三藏及巴利文 梵文、英文等 提倡严格戒律 于1829年创立法相应部 自此 泰国僧团分成两派 原有之僧众则称大宗派 Mah Nekya 1836年任蒲旺尼为寺主持 1851年还俗即位 成为曼谷王朝第四代国王 世卫拉玛四世 Roma 在为其间 制定多种管理佛教僧团规章 劝令僧人严守戒律 加强僧家教育 对法相应部 由为热心护持 先后修建姆旺尼玉寺 至拉玛六世方完成 为泰国最大之佛塔 1840年及1843年 曾先后派遣僧团往西兰、印度 取回四十卷本及三十卷本之巴利文 佛教三藏组织高森进行研究 并译成泰文 又将法相应部传扬至柬埔寨 对泰国佛教之推行改革 有重大影响 这有巴利文界谈抉择论 S.M.V.K.R.A.A. 南传佛教史第五章 静海 P5909 蒙堂 禅灵都四以下之之是职者 于退职后所安养之了舍 或用以止居住于蒙堂之众人 蒙有敬仰之意 蒙堂之管理者 称作蒙堂了主 蒙堂始作于 宋代明周阿玉王山之大觉 怀脸禅师 后世君孝此而作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 助离张慎解条 卷下两序章东序之事条 禅灵向契间殿堂门 禅灵备用清规卷四 P5909 蒙润 1275 1342 1342 元代森 家和 浙江嘉兴 人 俗姓故 浩玉刚 14岁于白莲华寺从古元永清出家 旧永清学指观 金刚批论 十步二门论等 能了大义 永清世纪后 世竹唐传宫 刻苦惊情 后于南天竹 掩浮四大镇宗峰 居六年后辞去 至龙景峰黄岭白莲安 专修念 三昧 文风来集者日众 人讲说止观之妙止 后依宣正愿之命 继下天竹林山寺之席 经三年复归白莲安养老 至正二年世纪 世寿六十八 这有四交移籍柱三卷 四交移籍柱科文一卷 四法弟子有待用必财 应海子时 雪林颜瑞等 续佛祖统计卷上 往生及卷一 大明高僧传卷一 世间基古略 续及卷一高僧摘要卷四 P5909 吉黎元 为良福田之对称 比喻不如法之僧四 依正法 三宝清净之四 供养之 可得无量福果 是为良福田 而非法聚会 众僧不如法之四 则不申福利 是为吉黎元 四分律山凡捕却 形式超卷下三 P5910 吉黎论 只无从至达之疑难问题 如向人发难问 使其不得语 亦不得不语 则称此难题未及理论 杂阿含经卷三十二记载 其实外道首使其弟子 向佛陀发述度及理论 然弟子多闻佛陀说法而幸福 P5910 盖 一范语 负障之矣 致烦恼 因烦恼 负障善心 故称为盖 有五种 即 贪欲盖 田惠盖 昏省睡眠盖 调举二座盖 一盖 何称五盖 参月五盖 一千一百九十四 二范与 沙特 巴利与 沙特 乃遮日房雨之伞 又称散盖 利盖 宝盖 圆盖 花盖 用树皮 叶 竹 卷等所造之番 名为蕃盖 印度未处热带 比国人日间在屋外时 多以盖遮日 盖 依形状可分二种 一般多见 禀赋于内部中央者 亦有禀赋于外面上部之玄盖 称天盖 后世座圆筒形丝薄制品 高悬于佛座或高座之上 而成为佛殿之庄严举 南海济归内法船卷二 世事要揽卷中 无缘慈悲极卷上 批5910 盖天盖的 禅灵用语 又做普天普地 尽十方世界 一 为佛法之真理 古今亦如而无所不包 又佛法之显现魔所不在 举凡草木山河 非情走兽 乃至无人之行住坐卧 生死悲欢 均为佛法傲指之现成全世 二 禅灵中形容习禅者于彻物之后 感觉自己意气满意 磅于宇宙之状态 宗门统药续集卷十六 批5910 带戈尔 盖格尔 盖格尔 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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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6 1943 为德国印度学学者 巴黎文之专门学者 1891年任埃兰根 阿龙恩 大学教授 1895年至西兰游历 归国后任穆尼黑大学教授 1920 1924 后又至西兰 找蛙座研究旅行 1925 1926 特殊研究极多 主要著作为 Letter at the UND Sprach Dursing Holison 1900 Mah VASA 1908 AT 2 FALSE 1912 TR Pili Letter at the UND Sprach 1916 SA Yatta Nikya 1925 1927 AT 2 FALSE 1929 1930 TR 2FALSE Untertropischer Song 1930 P5910 Gai Lowe Gai 乃俄之物 俄楼为梵语 Avalokai Tvara之音译 意义为光是 极观是音菩萨 可红音译卷二下 P5911 Gai禅 Gai与禅皆为烦恼之以名 Gai 富账之意 因烦恼可账账善心 故称Gai 贪欲Gai 田慧Gai 昏省睡眠Gai 调举恶作Gai 一Gai等五种烦恼 称为五Gai 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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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千 毁 睡眠 吊句 婚审等八岁烦恼 称为八禅 再加奋 父 则为食禅 为摩金佛国品 P5911 真杀做饭 又做真杀做饭 为真杀时预期成饭 比喻事物之不可成 棱严精卷六 大一九、一三一下 事故阿难 若不断营修禅定者 如真杀时 预期成犯 经百千节 知名热杀 何以故 此非犯本 十杀成故 禅家归鉴 万善同归及卷六 P5911 磨、范语KUMA 右座周摩 虚摩 除摩加 苏摩 惩摩 及麻一 惠玲英一卷三十一 大五四 五一四下 摩一 上策俱反 范语正言周摩 周英周 唐云麻一也 大唐西玉记卷二 玄印英一卷二 P5911 勒门 勒 范语未 PAKA或PAKA 又做昆勒 丙勒 批勒 或做昆勒 意义做窃葬 大家瞻言所造之论 不明称 大智度论卷十八 大二五 一九二中 勒有三百二十万言 佛在世时 大家瞻言之所造 佛灭度后 人寿转简 一时力少 不能广颂 诸得道人赚为三十八万四千言 若人入勒门 论意则无穷 其中有随乡门 对峙门 对峙门 等种种诸门 故知乐门之内容又分为随乡门 对峙门 等 其中 随乡门者 位于说是意法意门中 即以说是其余同乡同源之诸法门 例如 说四念处 应不离四正情 四如意足固 佛虽不说于门 但说四念处 则当之于门之意 譬如一人犯事 举家受罪 此即随乡门 对峙门者 如佛说四颠倒 虽不说四念处 当以知四念处之意 譬如说要以知其病 说病以知其要 此即对峙门 又大制度论卷十八主张 阿皮坛旨在阐释 有 空门乃说 无 而乐门则说 有无 天台及家祥等诗 判此论 为小城四门中之意 有意空门 大制度论所说之乐 与现存八例文之藏论 为同系统之论书 然因本论以诗意 故两者是否为同一书则难以断定 关于乐之语义 恐为疲乐之误写 然经应顺法师之研究 有多种理由否定乐为疲乐之误写 又八例佛典中 除三藏典籍外 有题为PAKOPES之书 传为大家瞻言所作 经所言之乐 或止此书 大制度论卷二 法华经玄一卷八下 卷十上 可洪因一卷十 乐和 迪元云来 哲学杂志第二二之二四四 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 与论师之研究 应顺 P5911 崇作佛 依元顿亦成之旨 为疾或崇亦有佛性 亦可成佛 于大臣佛教 如华言 天台 禅宗 真言密教等 皆主张诸法平等 众 身 诸 佛不二 乃至一切有情 非情 山河 大地 草木等 皆有佛性 皆可成佛 故为崇虽远溢于人类 躯体虽简单细小 情实作用虽浅薄暧昧 然皆同聚佛性 同有成佛之可能 大制度论卷九十三 大二五 七一三中 佛心中一切众生 一切法皆必定 中略 一知为系崇虽未有善心 过耳所皆发心 后当作佛 定之一切法皆如是 大臣玄论卷三 卷八 止观辅行传红 绝卷一之二 华言精探玄祭卷十六 华言一臣臣佛妙意 批五千九百一十二 密加蛇 密加蛇 范明恩盖 细世尊尚魏西达太子时所取三位夫人之一 亦亦做鹿子 鹿王 鹿养 有部皮奈耶卷十八 皮五千九百一十二 培玄正 随带河东人 肃穆佛道 早年出家卫僧 驻于金师之画度寺 画度寺又称真祭寺 乃三皆教之祖 信行于金师所至三皆教五大寺之一 信行驻西于此寺时 玄正清养其学德 乃师是之 信行凡有数作皆为彼之 其后与信行同时凡俗 同以居士生肖行法华经中 常不清菩萨 知道痕 行头驼行 托起时 凡欲路人 无论男女贵贱 皆前仅礼拜 又不分道俗四众 为之给始作义 晚年自节途重 设立生活与修行之条文守则 又于在世时集自传碑文 据臣己德 墨葬信行塔策 身前所传碑文被捐刻成碑 术于塔所 人或以世机之 旭高森船卷十六姓行船 批5912 培修七百九十七八百七十 唐代孟州纪元 河南纪元 人 一座河东闻喜 山西闻喜 人 于长庆年间 八百一十二 八百二十四 举进市 大中年间 八百四十七 八百五十九 以兵部侍郎静痛中书门下平章式 后任宣武军节度史 千朝义 河东 凤翔 京南等节度 其为人运戒 风度咸雅 操守严正 宣宗常称其为 真如者 能文章 凯书求妹有法 素姓佛教 随归封宗密学华言 宗密者经书 美请匪修未知传续 曾迎黄博西运于婉陵 共商禅道 笔记其言 陈婉陵吉 大行于事 五宣之际 佛教新遭大难 匪修已重臣 出而易户 故部署年间 佛教的附就官 中年以后 断肉时 焚香诵经 世称 和东大士 这有劝发菩提新闻一卷 即西运之语药而成传新法药一卷 宋高僧传卷六 卷十一 卷二十 卷二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六 卷八 卷九 卷十二 卷十三 居士传卷十三 唐书列传第一零七 批五千九百一十二 果头 僧人将头包起之形状 称为果头 佛陀注释时 即有一帽果头之志 据四分绿卷四十载 若玉头部冷痛时 比丘可作节备 棉 帽腹头 除此之外 一般禁止比丘包头 果头 果头一指高僧所用之风貌 盖源于随带阳帝为晋王石 请天台大师受菩萨戒 食欲严寒 地解其瓢袖 果大师之头 日本僧人以袈裟 果头而担任警卫工作者 称果头重 显密威夷变缆卷下 真文杂技卷二 东四塔供养技 P5913 主博斯 1909 安徽人 浩佛邻居室 自梦庄 上海中国工学大学 法律系毕业 历任北平北方日报 总编辑 南京军事新闻通讯社总社长 华中军政公署政务委员 越南西贡中正中学校长 事情与讲学著述 五十年不错 旅游桥居三大洲 陈书六十四部 民国七十年 1981 将所者中国佛学史论 人生佛学论集 中国禅宗史化 禅宗学与禅学等十八种佛教书 及交由台北新闻封出版公司 集印 称为 佛林从书 稿费悉数捐献政府做制造飞机之基金 并撰文呼吁国内作家捐献稿筹筹 建造作家号飞机 P5913 赫拉利一 赫拉利一 泛与 泛与 为毛布名称 即以野兽系毛之臣之布料 玄藏 玄藏由印度 至建陀罗国时 建一般世人 常穿着 此类布料 所制之衣 非佛教沙门 所者用者 大唐西玉记卷二 大五一 八七六中 赫拉利一 之野兽毛也 兽毛细软 可得积积 故以见真 而充服用 P5913 父子 又做父包 父帕 为包物所用之今 或即止包服 佛果克勤禅师心药卷下 是圆上人条 万序一二零 三八零下 刻意习心 则真正聚顶门宗衍之士 放下父子 靠取成半 禅陵象器兼器物门载 父 映坐 福 二字应同 故父乃福之而物 赤修百账轻规卷下大众张庄包条 必言录第四则 郑州灵纪会照禅师与录 P5913 副师 为华严宗之森职 乃众副论述讲师之言说而使义里更明之森 P5914 副赤圣光法 请参阅北斗七星护魔法 宋文法 宋文法师 贬斥为之宋畅经文而不了解经文意义之森 磨合指 磨合指官卷五上大四六五二中非暗阵禅师诵文法师所能之也 P5914 宋做如果把这个读成本不忘记 decided 宋众 宋人为范语 DHRA 陀罗尼 之意义 陀罗尼能奢侈各种善法 能遮除各种恶法 宋畅陀罗尼时 必须置心里敬 然后送之 宋奖 移于肃静气愤中未知 金光明最圣王金卷五 摩赫指官卷二上 P5914 颂律 指八十颂律与十颂律两种 于诸律本中 仅此二律之名含有 颂律 二字 其意盖指 法应颂律 即经由口颂而结集成者 八十颂律乃佛陀入灭后 弟子结集三藏时 幽婆离于一下九旬间 八十度颂出之律藏 其后律本传承五部分派 四分律 五分律 十颂律 摩赫森指律 加叶一部律 皆自此律本演出 然此根本律经已不传 又上纪五部律中 加叶一部律早已失传 故仅现存四律 其中十颂律乃部派佛教说 一切有部所传之广律 与八十颂律有极密切之关系 两者皆出自幽婆离 据大制度论卷二 卷一零零 初三藏记及卷三等记载 习时幽婆离送出八十颂律后 因恐后世之人顿根 无法受持完整 岁山结为十颂 所删者包含大量的本身故事 参阅 八十颂律 两百六十九 十颂律 四百九十六 批五千九百一十四 语言 印度人关于语言之探究与考察 自废陀时代开始 即产生英生学 范埃 文法学 范非外卡拉 韵律学 范陈德斯 语言学 范尼拉克拉 等各种学问 而成为研究费陀之辅助学问 在范书中 对于语言之考察 亦有其独特之处 著名之文典学家如耶斯卡 范威斯卡 西元前五世纪 芝尼鲁克达 范尼拉克拉 波尔尼 范皮尼 之文法书 加詹言 范Kateyona 前三世纪 芝瓦尔提卡 范菲尼提卡 巴丹蛇黎 范帕塔扎尼 前二世纪 芝摩赫巴夏 范Maph Bha 等对语言文法之规定 除加以注释外 又论及语言之实体及其构成 可谓为探究因生本质之薄使 其研究范围 其研究范围包括探究语言之永久性 意义之有无 个别性 与认识等问题 就行上学之语言本质而言 有主张肯定其实在性之史 波达说 范斯佛 此说不但肯定语言内在之本质 且认为显示此本质之意义者为 常驻不灭 故为其与宇宙最高原理之 范 未同一 此一思想已建于巴丹蛇黎之著作 文典派 文法学派 对于语言本质之观点 及与后来哲学诸派莫大之影响 如弥漫差学派主张 深常驻论 及受此说所影响 令在奥义书 摩赫婆罗多中 亦认为语言之本体 与宇宙最高原理之范位 依如 至古典梵文之文法学家 伐赫利 范巴特·哈利 之时 使波达说已成为 具有组织性之哲学思潮 在佛教中 有不将诸法分类为五位 于其中第四 《心不相应》中 有名声 巨声 文声等语言 为世界构成的实在要素之一 西元前一世纪左右 加多眼妮子 范K 之法智论第一章中 有关于名声 巨声 文声之定义 另于大皮婆沙论中 有更详细之论究 相对于弥漫 刺派所主张之 深常驻论 者 有甚论派所主张之 深刹那无常论 据舍论对明 据文艺曾加以深入探讨 在有部与经部之间产生许多有关语言观之论战 成为实论等论书 亦基于更近一层探讨语言哲学之立场 而批判经部之说法 佛教对于语言本体与认识之探究 有如上所述 要言之 皆因各派哲学立场而有种种差异 慈恩大师窥基于大臣法院 义林张卷一对上纪诸说 均有概要性之记载 由此可知佛教重视语言考察之一般 佑佛教之另一特色 未对于语言与认识对象间之关系 应否定之观念而成立之阿波哈说 范阿波哈 此说细心英明大论师陈纳所提倡者 其后法称更近一步加以发扬 及至宝称 范RedneckRTI 十对于语言与认识对象之关系 既不肯定义不否定任何一方 而采取双方面的弃和并存之折中态度 E.B.C.A.E.B.C.A.E. 语表页 人之语言 人之语言 以现形发表集羽里聚以现行之思心所为体 以现行之 overheard foto 居辑 5494 第四名 并…… 第四名 之语言与 为神辩而不可思议者 故称于密 即止成就万得之一切因生 此乃法佛自证之境界 二圣 凡夫及等觉 时的等皆不能见闻 故称为密 依密教之说 诸尊各具有之四种曼陀罗中 法曼陀罗为种子 真言陀罗尼等之言教 故为如来之于密 胎藏界三部中 以莲华部配位于密 又于众生之三密中 修行者口诵真言 乃至一切言语等口语 皆称为于密 大制度论卷时 石柱心论卷时 参阅 三密 606 P5915 与范 指与密与范轮 与密 范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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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伊尔 未如来三密之一 又作口密 一大制度论卷时 在佛说法时 或义礼 或实礼 或百千万亿 无数无量 便需空中 皆闻佛之音声 又于同一会中 或闻说不失 或闻说持戒 或闻说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 乃至十二不经 八万法聚 如是各个随心所闻 称为于密 范伦 为法伦之以名 佛之说法能摧破众生之恶 犹如伦王之伦宝 能碾山越岩石 故称法伦 范 未清净之意 佛之说法清净 故称范伦 大智度论卷二十五 P5916 语无表叶 范语VC Avege Apti Carm 三无表叶之一 即语与表叶 共于身中 生出一种 无法表示于他人之液体 言语使某作业 发动于口时 同时招感他日果报之原因 熏发于己身之内 其被熏发者 无形无相 无法表示于他人 故称语无表叶 小晨认为表叶语无表叶 皆以色性位体 大晨则未深 语 亦三无表叶 以私心所知种子位体 参阅 页 5494 P5916 语等 四等之一 亦指三是诸佛之言 因同等 无二 无增无减 皆以六十四种犯 因言说教法 人家经卷三 大一六 四九八下 云和语等 为我六十四种犯 因言语相生 比诸如来 应公 等正觉 亦如是 六十四种犯 因言语相生 无增无减 无有差别 加零评 加犯 因生性 参阅 四等 一千七百七十八 P5916 与圣露 洞山三圣露之一 纸致迷于文字言句之见解 洞山梁架禅师语录 大四七 五二六上 与圣露 为纠妙师宗 姬魅忠实 参阅 洞山三圣露 3868 P5916 与伦境界 即指佛之陀罗尼生境界 此境界系有百光便照真言 A字所成 大日经卷六百字果 相品 大一八 四灵中 佛言 秘秘主 观我语伦境界广长 便知无量世界清境门 大日经义事卷十三 万绪三六 四六九上 如可观我语伦 为即观佛陀罗尼生自伦境界也 P5916 与路 为禅宗祖师说法开示之记录书 禅师平日说法开示 并不早逝华词 大多以通常俗语直说宗旨 其试者与参随弟子于以记录 搜集陈册 集称语录 自唐初六祖会能有法宝谈经后 诸方记录建成巨制 五代 赵宋乙将 禅宗丛林制度成立 凡知名禅师多层出任方丈 一制度 旗下必设书记 直思记录禅师之言行 日后集成语录 如马祖道义禅师语录 赵周从审禅师语录等 语录之中 将祖师法语作详细之记录 称为广录 如马祖道义禅师广录 云门匡真禅师广录 仅记录重要部分者 称为语要 如百丈淮海禅师语要 又仅集义人之法语者 称为别集 及多人之法语者 则称通集 所谓语录 语词 最初建于宋高僧传卷六会议四神清章中之北山参选语录 但惊人所用 语录 二字之意义与词不同 乃渊源于马祖道义及其会下之禅僧 其中以灵际会照禅师语录 与黄波禅师传心法药等最为著名 此外 语录并不仅用于禅灵 禅宗以外之祖师语集 亦可称为语录 诵以降 如道二加亦多有言用者 又语录之内容亦逐渐包括诗迹及文书等 批五千九百一十六 认贼为子 又坐以贼为子 比喻将自家之忘心 错认为真正之物件 原诀经 大一七 九一九下 任一切我为涅槃固 有证有物 名臣就故 譬如有人以贼为子 其家财宝中不成就 仅得传登陆卷二十八 大五一 四三八下 真心 妄心 佛智 世智 明同体义 原南方错将妄心言是真心 认贼为子 有取世智称为佛智 犹如鱼木而乱明珠 批五千九百一十七 认识 细就认识之主观 与被认识之客观 对象之关系而言 佛教中 称主观位 时 客观位 仅 以说明两者相接的关系 而展开之体系 即为时学 参阅 为时 四千四百二十四 批五千九百一十七 借仪 佛法大海 唯性能入 故常告诫物起疑惑 称为借仪 据八十华言经卷六十载 如来能涌断一切众生之仪 随众生各自心之所乐 皆令满足 批五千九百一十七 借罚 即对有过失之修行僧 即与严重之惩罚 大宋僧始略卷上 大五四 二四零中 或有过者 主事事已主障 焚其一 为之借罚 禅灵相器兼罪则门 批五千九百一十七 借劝 只借 劝二门 佛教教义不出戒 劝二门 诸厄莫作 称为戒门 诸善奉行 称为劝门 百论书卷上之中 大四二 二四八下 佛法大宗 为戒与劝 二指 明诸厄莫作 为戒门也 善行 则众善奉行 明劝门也 中观论 中观论书卷一 批五千九百一十七 慧姬 汇姬 唐代森 又作慧姬 清和人 俗姓张 属清圆形 丝之法系 初参颜头拳 后诗是玄拳山宴 得四起法 唐天佑年中 九百零四 九百零七 由化至厄州 湖北 黄龙山 节度使奉前剑四 奏赐子一 四号 超会大师 于四大张法席 教化群迷 其身足年不祥 祖堂集卷十二 景德传灯路卷二十三 五灯会员卷八 连灯会药卷二十五 批五千九百一十七 西潭字 GA 乃西潭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西西潭体文三十五字中 侯生之第三 又作家 我 额 欧 养 系 钱 结 肩 博 关于其意义 瑜伽金刚顶金式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八下 字门 一切法行不可得 盖范与根蒙阿 有 行 之意 其字首即为之A 故有此说 又大班若波罗密多金卷四一五 解释此字门位 悟一切法行动取信不可得 故 文书问经字母品 大一四五零九下 称字十 是圣身法身 守护国界金卷三 大一九五三五上 字印者 入圣身法无形取固 华言经入法界品四十二字关门 大一九七零八上 字十 入普片轮 长阳班若波罗密门 悟一切法行取信不可得 故此即为字门乃无形无道 不动本处而知所亦之处 未入班若波罗密圣身之门 佛本行集经卷十一 大日经卷二具原品 大日经书卷七 批五千九百一十八 又隐又导隐入之意 即止随机方便 法华经卷二辟玉品 大九一三下 彼长者初以三车又隐珠子 然后但与大车 宝物庄严 安隐第一 然彼长者无虚妄之久 如来亦复如是 无有虚妄 初说三圣引导众生 然后但以大臣而度脱之 据此法藏于华言五教章卷上以三圣教位能又隐之全教 亦成教则为三圣教所依归之实体 是卫十教 此外天台宗立五十叛教将佛一代之化道分为华言十 录院十 方等十 班若十 法华涅槃十等五十 认为前四十化一之特征分别为你移 又隐 淡喝 淘汰 其特别以录院十之小成教配为又隐之实 以及第一十华言经之说法 为小机者所不堪领解 故更随应其根性方便述说小成教以又导引入之 法华经卷二性解评 大九 一七上 二十 长者将欲又引其子 而设方便 密浅二人行色憔悴无微得者 辱可亦比 许语 穷子 此有作处 被语辱之 中略 故辱除愤 我等二人亦共如作 即以小成为又隐之教之辟语 批五千九百一十八 诞生佛 即是尊诞生之相 又作诞生相 诞佛相 佛将身相 管佛相 为四月八日 遇佛节之本尊 一般多位同造 据经典记载 世家自摩耶夫人 又邪而生 出生时 即前行七步 右手指天 左手指的 口宣济云 大一 四下 天上天下 唯我未尊 故诞生佛之相 即右手指天 左手指的 表 天上天下 唯我未尊 之以 各佛传宗 有关诞生佛之形象并非一致 如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 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义等 为世尊生时举其右手 修行本起经卷上将生品则谨记其举手 长阿含经卷一致出 菩萨本起经 普要经卷二 参阅 灌佛会 6852 P5918 诞生记 只是尊诞生时 右手指天 左手指的所说之四句记 蕴含宇宙以我未最殊胜之意 经典中有关诞生记之记文 记载多非一致 长阿含经卷一所记为 大一 四下 天上天下 唯我未尊 要度众生 生 老 并死 修行本起经卷上位 大三 四六三下 天上天下 唯我未尊 三界皆苦 吴当安之 大唐西玉记卷六所记位 大五一 九零二上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经资而往 身份已尽 令如过去现在因果经卷一 普要经卷二等 虽有余诞生记 一丝相当之文具 但非记诵体 现今一般常用之 但生记位 天上天下 唯我独尊 三界皆苦 我当安之 太子 太子瑞印本起经卷上 佛本行及经卷八 皮奈耶杂士卷二十 善见绿皮皮奈砂卷四 批五千九百一十九 狂 犯语 HY 欺诈之意 心所知名 具设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即以众种手段迷惑他人之精神作用 具称为十论卷六载 狂 即为得力养而现缴德 以诡诈畏性 能障不狂 以邪命畏也 具设宗以之属小烦恼的法之一 为十有之法 为十宗则以之属二十 随烦恼之一 为狂以贪 吃之部分位体 细犹贪 吃之一分而假立者 离此二者级别无狂之相用 具设论卷二十一 具设论光纪卷二十一 成为十论数纪卷六 P五千九百一十九 说一切有不 泛名Sarvsti Fading 巴黎名Sarvativda 英译萨婆阿斯底婆地 略称为萨婆地婆 萨婆多 萨卫 全称阿里耶穆萨婆西底婆托 范瑞阿 MLA Sarvsti Fader 意义甚根本说一切有不 略称有不 有不宗 有宗 又称说应不 范Hichu Fadi 为小臣二十不派之一 约于佛灭后三百年之初 自根本上做部分出 以主张三世一切法皆是时有 故称说一切有不 创始者为加多眼妮子 范Katy 安Putra 纪元前后 又作家瞻眼妮子 具一部宗传论三论玄义等载 佛灭后上座部尤加叶阿南至幽婆绝多 皆为红经教父楼纳使召偏重皮坛 至家多眼妮子则以皮坛为最盛 而专红阿皮坛遂与上座弟子对立导致分裂 盖上座部各派一般已经 律为主要依据 此派则主要以阿皮达摩论书为依据 加多眼妮子则有阿皮达摩发质论 利巴尖度 判明诸法信乡 为此派著名论师 其后有五百阿罗汉解级大皮婆沙论二百卷 解释阿皮达摩发质论 至文艺及此派教义之大臣 父因大皮婆沙论文艺广泛 卷至凡多 后世遂有其简略本及纲目书之创作 现存中一本纲目书有 尊者法圣所者之阿皮谈心论 幽波善多之阿皮谈心论经 尊者法就之杂阿皮谈心论十一卷 世卿之阿皮谈巨舍论三十卷 众贤之阿皮达摩顺正理论八十卷及阿皮达摩显宗论四十卷等 其中 据舍论系已经不知意批判大皮婆沙论之说 顺正理论与显宗论则足述 旧旧意而破释清之说 此外 众贤之师误入者有入阿皮达摩论一卷 佛陀陀说 德会 安会 称有 增满诸师亦各作俱舍士论 显章此派教义 此派之根本阿皮达摩七论 吉指吉一门族论 作者舍利福 法运族论 目尖连 师舍族论 加瞻岩 石身族论 提婆舍魔 戒身族论 室友 品类族论 室友 发质论 其中前六论称为六族论 发质论则称为 身论 在三藏中 除特别侧重阿皮达摩之外 另一传池十颂律 此律点由后勤福若多罗 揪魔罗十共一支 凡六十一卷 此外 由我国所译出之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九卷 萨婆多皮尼摩的乐家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不皮奈耶五十卷 根本说一切有不别尼皮奈耶二十卷 等 亦属此不派之律 此派之传承 依三论玄义所在 幽婆绝多以下 妇娄纳 魅者科 加多眼尼子等次第乡城 出三藏寄集 卷十二 萨婆多部佛大拔陀罗斯宗 乡城略传中 则列举阿南 墨田地 舍纳婆斯 幽婆觉至佛陀西达等五十四人 尚举虽未必依照初世年代之顺序排列 但依之亦可略亏其传承之梗概 其主要教说为 三世时有 法体很有 三世时有 即 时一切有 未过去 未来与现在相同 皆有实体 法体很有 即 法一切有 以无畏 色法 心法 心所有法 心不相应形法 无畏法 七十五法 分别诸法之种类 认为色法 心法 心所有法 心不相应形法 四者皆属有生灭变化之有畏法 而则灭无畏 灭盘 非则灭无畏即虚空 无畏则未超越时空 无生灭变化之无畏法 有畏法 与无畏法 均有实体 又主张 佛之身身定为有漏 且佛之说法中有无济语 为以八正道 为正法轮之体 反对佛身有量 数 因之三无边 未出现于加耶之身 化缘尽时 则涌入寂灭 父位菩萨满三指百劫 见智忍畏 亦沙纳知心能知四地 但仅能知其总相 而不知其差别相 此外又主张出国无退 后三国有退 为阿罗汉义有退 知义 即反对心性本境等 此派以加施弥罗国为中心 于剑陀罗 中西印度及西域等地 皆曾圣集一时 为小城二十部中最具优势之一派 此派之论书 我国传义甚早 南北朝时代称之为 毗潭宗 与代之而起之 巨舍宗同为小城佛教之代表 文书师立问经卷下分布品 设立符问经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二 十八部论 不知义论 四地论卷移 佛性论卷移出三藏纪集卷三 义部宗伦论书记 大臣法院一灵章卷一本 巨舍论宝书卷一 南海纪归内法传卷一 巴利文论室 凯斯法斯 参阅 上座部 七百一十九 小城二十部 九百二十八 批五千九百一十九 说一切有部法运族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法运族论 说一切有部品类族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品类族论 说一切有部戒身族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戒身族论 说一切有部发质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发质论 说一切有部及一门族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及一门族论 说一切有部实身族论 请参阅阿皮达摩十身族论 说不可思议品 请参阅大树锦纳罗王所问经 说不空所观世 因菩萨之秘密修行法门 请参阅不空所神辨真言经 说出世部 犯名 废 deck的 风ikk 무엇 犯 作出世说不 出世间語言 出世间说不 抄出世间加 出世部 为小尘二十不派之以 佛陀入灭后二百年自大众部分出 据义部宗伦论述记所在 此派与说一切有不主张 三世时有 相反 认为世间法但有假名 都无实体 唯有出世法 涅槃等精神境界 方未真实 即以苦 即二帝之世间法未假名 到灭二帝之出世法未真实 窥姬 法藏等以此派配与小陈六宗中之俗望真实宗 一说此派原与基硬部位同一部派 以其认为世间有漏为假 而强调佛之出世无漏 故又称说出世部 后因其说见有变化 遂成为一独立部派 南传典籍及及多罗纳他 范Kiranttha 印度佛教使大众不传 正量不传 与西藏所传清辩 范Bavia 第三说中 均未载列此派之名称 文书师立问经卷下分部品 义部宗伦论 不知义论 十八部论 三论悬议 据舍论宝书卷一 华言五教章卷一批5921 说四众过界 十众境界之第六界 即为防患谈说比丘 比丘尼 优菩萨 优菩萨等四众之过 悟所致力之境界 右座说四众明得犯过界 说在家出家菩萨界 说他罪过界 略称说过界 范网经菩萨界本书卷二 说明此界之至义 为说四众之过 能坏信心 招致重信 被三宝之恩得 故一致界已尽之 幽菩萨界经卷三寿界品 以此界为幽菩萨六众法之第五 第六为孤九界 一意即菩萨经菩萨界 本书卷上之意 此界与孤九界对在家菩萨而言 是为众界 对出家之比丘而言 则属清罪 范网经卷下 菩萨因落本业经 菩萨界一书卷下 范网经菩萨界本书记卷二 参阅 十重境界 461 P5921 说是 即说教法已是人 据会远 敬影 为摩经书载 将言对法 为之说 以言对人 为之事 P5921 说戒 只为受戒者讲解戒律 有二亿 或单只解说戒法 或于每半月 布萨之日 上座比丘 颂读戒本时 诸比丘中若有犯戒者 须于重前忏悔 亦称说戒 未受聚足戒者 不得听之 后者就 布萨日之作为 而称为说戒 若就比丘之忏悔而言 则称说罪 四分律 二十间度中 及有说戒监督之设立 参阅 布萨 一千九百一十 P5922 说戒日 举行说戒一世之日 一级布萨日 印度历法 分每一月 为白月与黑月两半 白月及月 淫至于闷之间 黑月及月 窥至于慧之间 于白月 黑月之最末 一日行说戒之一世 相当于我国 英历 每月十五日 与三十日 P5922 说戒诗 于每半月一次之说戒 日宣读戒本者 通常由一座之长老任 说戒诗 P5922 说戒 监督 为二十监督之一 又做布萨法 布萨监督 犯 Apposav Kondaka 监督 为篇章之义 律中聚集 布萨之法 于一处者 称为布萨监督 四分律称之为 说戒监督 说戒 戒就其做法而明 布萨 则就其功能而明 此一监督中 规定布萨 说戒日时之算定 说戒唐之施舍 说戒之种别 关于并比丘之语 欲及语 清净 能诵者之资格 于说戒日之犯罪 及说戒 乃至于规定在戒场中 刻比丘语 就比丘之关系 一级僧团 每半月一次 森众相及 宣读戒本 就半月间所犯之罪 于他人面前发露 忏悔 说名词等之做法者 称为说戒监督 四分律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五分律卷十八 参阅 二十监督 一百八十一 批五千九百二十二 说法 梵语 梵语 与达玛 迪恩 巴利语 与达玛 德森 即宣说佛法 以化导立意众生 语说教 说经 演说 法师 法读 法谈 谈意 赞叹 劝话 倡导等同意 佛 佛之说法 乃应众生之能力 根基等 各师以适当之教法 以达完全效果 又于一座说法中 佛以一应演说教法 听者各依其根基 而理解之身前互义 据思义 梵天所问经卷二载 佛以五例而有五种说法情况 即一言说 只以弃合真理之言说 说三是 世间与初世间 有罪无罪 有漏无漏等法 二 随宜 只随应众生之能力 性智而说偏缘 见顿之教法 三 方便 即善巧方便 说不失能得大富 持戒能升天等 使众生修之 而得以脱离苦海 四 法门 即宣说书圣法 显示菩提之道 五 大悲 只为救度众生 以大悲心导引之 为执着于 无 者说 有 执着于 田会者说 慈悲等 宣说经论者 有五种人 称为五说 或五种说人 据大制度论卷二所举 五种说人为佛 佛弟子 仙人 诸天 化人 佛 菩萨或罗汉等 引其本相 视线种种形象而说法者 善导之观经书玄义分则举出佛 圣弟子 天仙 鬼神 变化等五种 在佛十大弟子中 妇楼那尊者即被誉为 说法第一 此外 据成观之华言经书卷一所举 佛 菩萨 身文 众生 气界 山河 大地等 五种 宣说华言经中之教法 称为五类说或五类说法 又据一行之大日经书卷七所举 说真言者 有如来 菩萨金刚 二圣 诸天 帝居天 等五种 说法属于法师 为出家者应行之不失行为 又据五分绿卷二十六载 于字字之中叶 应行说法 经碑 配合节拍歌咏经文 等教团形式 有关说法所应注意之事项 据法华经卷四法师品所在 说法者应入如来之事 大慈悲之意 者如来之意 柔和忍辱之意 做如来之作 诸法空之意 幽婆塞借经卷二一举出十说 至心说 四地说 和和说 随意说 等十六事 有关说法之一事 详见佛本行及经卷四十九说法一事品 此外 经论中一载有听法者所应注意之事 凡说者与听者须注意之事项 统称为说听方鬼 据幽婆塞界经卷二载 说法有清净 不清净二种 凡先施时而后说法 或为增长三宝 断字他烦恼 分别正邪 使听法者得罪 甚而说法 称为清净说法 反之凡存有利己心 与他人竞争之心 或未报 未誓报 或有疑而说法 均为不敬说法 我国举行斋会时之说法 称为倡导 梁高森传卷十三集载 友善于倡导之高森传记 日本自平安朝后期已降 出现专门以倡导技术为家业者 其中部分逐渐俗化 语说经济文 佛寺缘起等配合 节拍而宣说 复配以三弦而歌咏之 大品般若经卷二十四 四摄品 法华经卷七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四分率卷五十二 五分率卷十八 十柱皮婆沙论卷七 于家师德论卷四十五 大制度论卷一卷二十八 显阳圣教论卷十七 法华经玄义卷六上 法院朱林卷二十三 参阅 倡导 四千四百一十八 批五千九百二十二 说法五德 贤者说法时所得之五种福德 即 一 长寿 贤者宣说善法要义 令好杀之人文法而止杀 故得长寿 二 大富 贤者宣说善法要义 令道窃者文法止道而行不失 故得大富 三 端正无比 贤者宣说善法要义 令文法者何其安心 颜色愉悦而生光泽 故得端正无比 四 名誉远文 贤者宣说善法要义 令文法者恭敬佛 法 僧三宝 故得名誉远文 五 聪明大志 贤者宣说善法要义 令文法者开解庙会 故得聪明大志 贤者五福德经 批五千九百二十三 说法四磅 据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五十所具 说法者若不了知真如之理 则会产生如下四磅 即一 真一磅 为不知真如之理乃离相寄灭 性本不有 而说真如未定有者 是未增益棒 二 损减棒 为不知真如之理乃不可变坏 性本不空 而说真如未定无者 是未损减棒 三 相为棒 为不知真如之理乃及有之空 及空之有 而说真如未亦有亦无 二 二边共之者 是未相为棒 四 细论棒 为不知真如之理乃具有 无之德 而说真如未非有非无 二边不定者 是未细论棒 批五千九百二十四 说法妙 天台宗所立门十妙之一 指如来演说十二步法 小步法 大步法 斗缘法 索权法 缘妙法 等大小偏缘之教法 据使众生误入佛之之见 以荣妙自在之说法 故称说法妙 法华经玄一卷二上 参阅 十妙 四百三十六 批五千九百二十四 说法明言论 权一卷 日本缘通居士传 旨在解说说法者之心得 法药之次第 及佛之三身等 内容 既有着一品 入道场品 礼三宝品 烧香品 做高作品 泛北品 散华品 泛英品 西藏品 开眼品 神分品 表白品 是法申品 报申品 应申品 等十五品 其中是法申品系说明法之邪阵 实教之不同 法之缘起 三性义 无相之理 无身脏 文书之志 朴贤之行 观音之慈悲 和和之三胜等 实为全书之中心 右传号 圆通 据良定之说法明言论 端书载 圣德太子 五百七十四 六百二十二 前身在南岳石 驻于圆通院 故称圆通 盖系 以本书 为圣德太子所传 本书之内容 与太子三经 一书之事 意义相通 但自全面而言 本书被认为 是确立本地 垂基说之 连仓时代 十二 三世纪 中期以后之作品 非太子之真作 而系后人 所为作者 净土真宗教 典至卷一批 五千九百二十四 说法品 天台宗所立 五品 弟子位之第三位 即原顿之修行者 于观行 即六级位之第三 之位 受持读诵 法华经之外 附说法力导于人 其化导之功归于自己 而观节被胜于前者 法华经卷五分别 功德品 参阅五品 弟子位 一千一百一十八 六级 一千两百七十五 批五千九百二十四 说法瑞 为佛陀讲说法华经前所献瑞相之一 法华经乃佛陀讲说 出世本怀 之代经 故先献六种 祥瑞之相 称为法华六瑞 说法瑞为其中之第一瑞相 即佛陀于宣说法华经前先叙说无量一经 作为法华经之缘起 法华经卷一续品 法华经文句卷二下 批五千九百二十四 说甲部 泛名Protch PTI FIDING 巴黎明PARTY FIDI 英语辣若蒂婆耶娜 波罗若蒂婆托 又作诗社论部 假说部 假明部 又称分别说部 泛5H FIDING 多文分别部 魏小乘二十部之一 据义部宗伦论载 此派系于佛陀入灭后二百年 自大众部分出 其教理 既不同于说出事不知主张 出事间法皆真实 亦不同于亦说不知主张 是出事法 唯一假明 皆无实体 而主张是法 出事法皆有少分是假 十二处 十八戒位积聚之法 则皆为假 以此立名 称为说假部 一三论悬一简幽极卷六所影 不知一论书 在 大家瞻言曾在佛事实造论 分别解说佛之教法 其后佛入灭二百年中 大家瞻言自阿诺达持至摩赫陀国 于大众部中出事 以十二处 十八戒为假明 以五蕴为十亿 来分别三藏圣教 众中有信寿与不信寿者 信寿者自成分别说部 准次 则说假部及大家 沾岩之弟子所弘扬者 但难传典籍论事中 为宰说假部之名 导使及西藏所传清辩 范碑维亚之第三说 则为说假部系由基印部所分出 法华经玄赞卷一本 以此派之说配于小陈六宗中之线通假十宗 设立符问经 文书师立问经卷下分部品 十八部论 义部宗伦论书记 大臣法院义林张卷一本 华言五教张卷一出三藏记集卷三 参阅 小陈二十部 九百二十八 批五千九百二十四 说谕 比丘玉成授戒 说戒等僧事者 因有他事已至无法出席时 则将自己赞同而随意其事之希望 嘱托其他比丘于僧众中臣说之 称为说语 将其寓意授予其他出席之比丘 称为语 其比丘授比委托 称为授语 萨婆多部皮尼摩的乐家卷六 十颂绿卷五十六 批五千九百二十五 说规矩 禅灵用语 只对年少之修行僧说是禅门之规则 理度 以资警戒 如赤修百账清规 禅灵被用清规等所载之讯同行 即是 禅灵向气间垂说门 批五千九百二十五 说通即向大众说法而能通达无碍 一即致力于化导众生之化他们 向下门 与宗通 共为一切身闻 原觉 菩萨之二种通向 宗通 即指自身能乐物宗旨 伦家经卷三 参阅 宗通 说通 三千一百六十三 批五千九百二十五 说无构称经书 凡六卷或十二卷 唐代亏姬 六百三十二 六百八十二 传于贤亨三年至五年 六百七十二 六百七十四 又称说无构称经赞 说无构称经赞书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 本书系玄藏所译说无构称经 与纠摩罗时所译之为摩杰 所说经未同本意义之著誓书 书中基于法乡宗之教判 三十教八宗 而将说无构称经与三十教中之第二十 空第三十中 及八宗中之第七 圣义皆空宗 第八应礼原十宗 配合并以该经作为天台宗第二十教制 第三十教兼之过渡时期之教说 其阐述由空里展开 鉴刺术及中道 本书所作注释已终于原经文著称 P5925 说无构称经赞 请参阅说无构称经书 说会曼图罗 指于如来说法之会作中 说法者与对告中 听法者之集会 或指有关此一说法集会之图会 于密教中 多指大日经之说法会及其图会 又称能说曼图罗 距离去经载 教主大日如来说法之会作下 绕有以金刚手等八大菩萨为上手之八十具之菩萨众 此集说会曼图罗之力 P5926 说经 即讲说经典之意理 其后转指讲说俗遥 我国自唐代以后 圣行将佛教教说或因缘谈等 以平义之文字配以音区 而成为遥如遍文及属之 日本平安朝时代 已有说经诗之称 即讲世经文 教义而教化于人者 至连仓时代以后 则产生职业化之说经诗 参阅 说法 5922 P5926 说罪 梵雨派提 Protidana 因一科底拉底提舍那 阿底 罪过之意 拉底提舍那 对他说之意 急于说戒日或自自日 陈述自己所犯之罪行 以求得清净 南海 南海 纪归内法 传卷二 大五四 二一七下 泛云科底拉底提舍那 科底者 罪过也 拉底提舍那 急对他说也 说计之非 计令清净 自虚各一局分 则罪灭可其 若总相谈谦 非律所许 救云忏悔 非官说罪 参阅 忏悔 六千七百七十二 P五千九百二十六 说变时处 据华言经随书演义 超卷三载 疲务这那如来 视线法界无尽深云 周变为沉沙海 于下列时处 常说华言带经 令众生皆归信海 即 一 如来于言福提之 七处九会 为大众演说此法 而便满十方法界之 言福提 一同于一时而说 是未说 便言福提 二 如来于一百亿 世界说法时 一一世界之中 皆各有百亿之 言福提 乃至百亿之色 究竟天 于此之时 悉见如来演说 此法 是未说 便百亿同类一界 三 如来便于树形 将核形 回转形 等一切一类形相 不同之世界中说法 是未说便一类树形 等杀 四 如来便于普照 十方赤然 宝光明 世界说法 此世界 含射二十种 佛刹 为成数 世界 乃至不可说之 佛刹 为成数 世界 为世界之种 是未说便杀种 五 如来往昔于 阴位中 修行严禁 故于华藏世界 横说此经 是未说便华藏 六 华藏世界之外 如来便于 十方无尽 法界 沙海中 长眼说此经 是未说便于沙海 七 上述六类 沙土之一 一城中 皆有佛刹 如来便于此 等尘内 沙中 眼说此经 是未说便前六类 沙尘 八 如来便于 尽虚空界 之无边 沙海中 长转法轮 是未说便 尽虚空界 九 如来便于 沉沉不尽 之珠 沙尘中 眼说此法 犹如地 是殿上 之珠 网交光 而重重无尽 是未说便 由地网 十 如来便于 上述九类 围尘沙海中 长眼说此法 调伏众生 令众生 皆归信海 亦佛如此 其于十方诸佛 亦复如是 皆便于诸沙海 而横眼此法 是未于佛同 P5926 P5926 说道 是说正道之矣 法华精卷三药草 玉品 载如来 诸名号中 其一即为说道者 范 M RG I K P5927 P5927 说莫 说未说法 莫为不说 若依因缘则应说 依理体则应莫 此二者乃菩萨之盛行 思义犯天所问 经卷三 大一五 五零下 如等即会 当行二事 若说法 若甚莫然 磨合指观卷一上 大四六 三中 若静说莫 不解教义 去理于远 离说无理 离理无说 即说无说 无说即说 无二无别 即是而真 P5927 说听方诡 即说法者 与听法者 所应注意之事项 佛所说之法 们可使众生 转迷开悟 故说法者 与听法者 皆应专心致意 据思义犯天 所问经卷二载 佛称有二种人 能得无量之福 其一位专经说法者 其二位 异心听受者 幼时的经论卷一载 说法者以名字 声音之二事而说 听法者 亦以此二事而听闻 有关说法 与听法之行仪 一忧婆塞 借经卷二载 具足法制 意志等八制之人 其说法 具如下十六事 即 实说 至心说 四地说 和和说 随意说 喜乐说 随意说 不轻重说 不喝重说 如法说 自他力说 不散乱说 何意说 真正说 说以不深交慢 说以不求来世报 而听法之人 一句十六事 即 实听 乐听 至心听 恭敬听 不求过听 不畏论意听 不畏圣听 听时不轻说者 听时不轻于法 听时中不自轻 听时远离五概 听时未受持读诵 听时未处五欲 听时未具信心 听时未调众生 听时未断暗根 此外 据大法 据陀罗尼经卷十三载 说法师对众生 应据忍漠 悲悯 爱语 谦下之心 若怀甜度 或胜负之心 将获大众罪 若以此心说法 则能成就大功德 使佛法久住于世 又无量受经卷下 对听法者之资格 一略有说明 未无善根之人 不得听闻词经 持戒清净者方可闻证法 大法 据陀罗尼经卷十七 安乐集卷上 道错 法院诸林卷二十三 事事要揽卷下 参阅 说法 五千九百二十二 批五千九百二十七 说听四句 即以为说无听 为听无说 说听双存 说听双计四句 分别佛之说法 与众生听法之相 与初成观之华言 玄坛卷七 此四句 有同教与别教二种 就痛教而言 一 为说无听 为佛之真心之外 别无众生 以众生之真心 及佛之真心 故所说之教 为佛之所现 二 唯听无说 为众生之心外 更别无佛 以佛之真心 及众生之真心 故所说之教 及众生之自现 三 说听双存 为佛之真心显现时 不妨碍众生之真心显现 故说听双存 而教其力 四 说听双计 为佛及众生 故非佛 众生及佛 故非众生 互夺双亡 故说法者无说无事 听法者亦无闻无德 以上系针对同教所作之解释 属世里无碍之说 四 就别教而言 一 唯说无听 为众生 全在诸佛心中 则果门设法而无疑 故所说之教 为佛之所现 二 唯听无说 为佛 全在众生心中 则因门设法而无疑 故所说之教 即为众生之心 所自现 三 说听双存 为众生 与佛互在 各时而不虚 则因果交涉 随一圣教 全在二心 故众生心中之佛 为佛心中之众生而说法 佛心中之众生 则听众生心中之佛说法 四 说听双计 为众生全在佛时 则与佛同 而非众生 佛全在众生时 则与众生同 而非佛 两相行夺 二位其荣 则随一圣教 据非二心 故佛心中之众生无听 众生心中之佛 亦无说 以上系就别教 所作之解释 属世是无碍之说 大明三藏法术卷十四 P5927 是 泛与众生 其自表不实言之词 亦有约束之意 极力至求取某事 状态 而在心里深深下定决心与愿望 包括有自己在心里发誓 与外在之一切 约束二种 在佛教中 是 知最根本形态 未受戒时 所发三归一之事 以及以三次往返之言词 归一佛 法 三 立誓 佛 菩萨所立之誓 称为誓愿 誓曰 乃基于嫉妒众生之大慈悲而立者 一般最常见者为四弘誓愿 即 一 众生无边誓愿度 二 烦恼无尽誓愿段 三 法门无量誓愿学 四 佛道无上誓愿成 此四弘誓愿为诸佛 菩萨之总愿 共通之愿 相对于总愿者 称为别愿 独自之愿 以无量寿经所说法藏菩萨之四十八愿为代表 净土教之教理 即由四十八愿中之第十八愿称王本愿而展开 又据圣满经载 圣满夫人立有三大愿与十四愿 为佛教中颇为著名之道的实践得目 此外 药师如来之十二誓愿 细为除去众生一切苦恼 另一切病患痊愈而立着 可谓誓愿之最佳典型 参阳 试愿 5929 P5928 试不成正觉 阿弥陀佛在因为为法藏菩萨时 除立四十八愿外 复立试 自为其愿如不满足及不成佛 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九中 我见超世愿 必至无上道 私愿不满足 是不成正觉 我于无量劫 不畏大施主 普济诸贫苦 是不成正觉 我至成佛道 名声超十方 究竟你所闻 是不成正觉 此称三世纪 P5928 试水 又做金刚水 泛飞prodaka 金刚试水 为密教修行者 灌顶寿三摩耶界时 为表不退菩提心之事 曰所引之进香水 大日经书卷五 大三九 六三灵上 又于别器调和香水 以玉经 龙脑 沾潭等种种妙香 亦以真言加持 受与令饮少许 此名金刚水 以秘密加持故 乃至地狱重障 皆稀除灭 内外聚敬 堪卫法器也 阿舍离言 此即名为是水 亦顺是地 犹如蒙氏之法 令于一切众盛 前是此香水 自是其心 要令不退大菩提院也 一七日 作坛法行灌顶时 于第六日或第七日 受三摩耶界 引此事水 现今多于一日之中 咒受三摩耶界 夜行灌顶 急于受戒中了时 阿舍离将齿木 受与弟子 以占其气量之后 受引此水 此外 五瓶中所剩之灌顶水 为表示诸佛本世之治水 故意称是水 三卷本大教王经卷下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经卷四 瑞系耶经卷上 陀罗尼吉经卷四 大日经书眼 奥超卷十二 批五千九百二十九 是福席身 又做福席润身 天台宗于所叛葬 通 别 元四交中 为通教十地中 第九之菩萨的以示愿力 扶持烦恼之习气 受身于三界 以润意三界之众生 承办立他之行 以于十地中第七之以伴的 既以断除剑丝之证使 故不能受身于三界六道而度众生 又第七的既与阿罗汉 共断三界之剑丝或 故经于残余之习气 加誓愿与慈悲二立 以为的受身化度之自在 即以示愿 慈悲二立 扶持剑丝之习气 而润意三界之身业 故又称服习润身 法相宗出的以上七的以下菩萨 流霍润身之义 与此相当 大智度论卷二十七 大二五 二六一下菩萨的无身法忍 烦恼已尽 习气未除故 因习气受及法性深深 能自身化身 有大慈悲 为众生故 亦未满本愿故 还来世间 大智度论卷二十八 法华精玄一卷四下 指官服刑传红绝卷五支六 参阅 服习润身 2947 批5929 誓愿 梵与PRADNA 巴利与PRADNA 指其稀求之心 且身自有所约制 自制其心 亦即发愿起事 完成某一件事 法华精卷一方便品 大九八中 设立福当之 我本立誓愿 欲令一切众 如我等无意 盖菩萨自最初发起菩提心 至完遂为止之不成佛等 即由其所发之事愿 佛及菩萨共通之愿称为总愿 即止四弘事愿 各别之愿则称别愿 阿弥陀佛之四十八愿 要施如来之十二愿 普贤菩萨之十大愿等 即属别愿 净土宗特称阿弥陀佛之本 愿为誓愿 因其普遍就度众生之愿 乃由发誓而来 故称为红愿 红誓 又因其愿心深重 故称为众愿 又称不舍誓约 本誓 由誓愿而成就之力量 称为誓愿力 其作用非凡夫所能思议 故称为誓愿不思议 关于誓愿之一同 法界次第出门卷下之上位 自至其心称为 誓至求满足称为 愿 又聚集藏之圣满宝 窟卷上莫载 誓愿二者有同意有意 同者犹如智与会 眼于目 义者在即是以行为 誓如实受等 要其谓得谓愿如三愿等 誓之誓愿必伴以 邀至即至求 约至自至其心之意 而非仅发愿惜求而已 如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每一愿之愿文皆有 舍我得佛 与不取正觉 二语其中之 舍我得佛 即是发愿惜求之意 不取正觉 则为 邀至 之以 观世音菩萨受寂经 放光斑若经卷三问僧那品 圣满经三愿章 除盖障菩萨所问经卷十三 无量寿庄严经卷上 无量寿经莲艺术文赞卷中 磨合纸观卷七下 法华经文句卷四下 参阅 愿 六千七百二十六 批五千九百二十九 室愿一臣 又做本愿一臣 红愿一臣 悲愿一臣 净土宗以阿弥陀佛之本愿 为一佛臣之法义 而以其他一切法门皆为方便全甲 称为室愿一臣 即在阿弥陀佛之本愿以外 不承认有其他可以与之并论之法门 所谓一臣 一 即独一无二之意 臣 即运载之意 即运载众生至大菩提之唯一法门 更无余臣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四上 就近一臣 至于彼岸 即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 第十八愿之法门位 唯一无上之大道 以此救济万机 同弃一佛臣 P5930 誓愿力 指佛于过去世修行时 所发大誓愿之力 佛果位所得之功得力 即全由过去因为之誓愿而成 P5930 誓愿安乐行 四安乐行之第四 右坐慈悲皆引安乐行 梦中成就神通智慧佛道涅盘安乐行 即菩萨敏念众生于法华一臣不闻 不知不觉不问不信不解 乃自是欲的无上菩提 以神通力智慧力引导众生 入于此法 菩萨发此誓愿 而安乐行法华之法 称为誓愿安乐行 法华经卷四安乐行品 参阅四安乐行 1687 P5930 试愿寺 位于日本京都市中京区新京集 日本净土宗西山生草派之总本山 原创建于奈良 后移至京都生草 丰臣秀吉余县的兴建 本属三论宗 然第二十一世藏郡归依法然 遂改属净土宗 明治以后 其四欲成为繁华之皆是 然数度遭遇大火 P5930 豪斯贝尔 Fausp L. Michael Figo 1821 1908 丹麦之印度学学者 曾任哥本哈根大学教授 1878 1902 从事印度古代典籍之研究 由致力于当时尚未被重视之巴黎与盛典 对于巴黎学之研究风气颇具推展贡献 1855年 豪斯贝尔以巴黎文教定法剧经 巴德莫普德 并译成拉丁文出版 又极有法剧经著 巴德莫普德海克斯 之资料 为其最初知学术研究 另有本身经 L.J.Taka 6.Fausp 1877 1897 荆棘 巴斯特尼普德 1884 等之教定语翻译著作之堪行 P5930 奢多 范语 季灭之义 大智度论卷48 大二五 408下 若闻奢字 及蜘蛛法 季灭像 奢多 勤言 季灭 参阅 季灭 4505 P5931 冰陀灵山 范名 Findia Findia V 巴黎明 Vij Vij V 其位置不明 西兰天爱地虚望 巴迪伊非能 Piutisa 之大臣阿利扎 巴 R.E.H.A. 曾奉阿玉王之命出使 而越过此山 P5931 冰菲 Bemfey Theodore 1809 1881 德国之梵文学者 西元1862年起 任戈丁根 J.Tingen 大学教授 为研究废陀学 梵文学之先驱 对印度学研究之开发贡献颇大 曾出版沙摩废陀本集之原点 并研究与印度有关之古代寓言文学 主要著作有 萌培 Z. perhaps оз 考 s I.H.A. I.I.H.E.Y.G.E.K.E.K.H.E.S.H.E.K.E.O.D. Andage Grammatic to Sanskrit Sprach, 1852, Fedica UND Linguistica, 1880, Fedica UND Verwants, 1880p 5931。 兵达,Bendel,Cessle, 1856,1907, 英国之东方学,印度学学者, 曾于牛津大学习梵文,后至印度, 并在附属于尼泊尔王室之兜尔巴文库, Durbar Library,从事研究。 西元1880年出版《大云请语经》, 范Mekha Estrada, 1888年出版《秘密语鬼说话》, 范Tentrakeena, 1897年出版《大臣及菩萨学论》, 范Mekha, 等之原典。 1883年曾编转建桥大学所藏范与佛教协本目录, Catalog of Buddhist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Cambridge,对佛教年代之推定以及梵字之研究功绩卓著, 对考古学、古前学、悲鸣等有关之研究, 亦成绩斐然。 1898年在杜致尼伯尔,的九十部古写本, 合并以千五百余部资料, 总收于剑桥大学图书馆。 索着如Journey of Literary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Nepal and Northern India, 1886,History of Napoleon's Surrounding Countries等, 据父前人所谓有之史料。 P5931 冰头卢,泛名Piola,巴利明童。 全称冰头卢拔罗多舌,泛Piola,BH Refga,巴童。 右座冰头卢婆罗多士,冰度罗拔罗多舌,冰头卢突罗舌。 为佛弟子,十六罗汉之一。 永驻于世,献白头长眉之相。 又称注释阿罗汉。 冰头卢未明,亦作不动,拔罗多舌位姓,亦作利根, 杰吉,仲童,为婆罗门十八姓之一。 据冰头卢突罗舌位幽陀言王说法经, 十颂绿卷三十七所在, 诗缘为幽田王府相之子,年少初家学道, 正的阿罗汉果,有神通。 曾以显神通于世人之前,受佛陀喝则, 不许注于阎福提,令至西取耶尼周诗化, 后虽听海,而不许其入于涅槃, 使永注于南天之魔离山度化众生。 令于三摩杰经一载有师为佛并出之事, 为所济世源不同。 又据请冰头卢经所在, 师授佛之教赤, 为墨法之人做福田, 故天竺幽婆塞国王, 长者等, 于社会时常请知, 以食物等供养。 后世印度小城寺院中, 致冰头卢相位上座, 我国以东进道安慰信仰者之好使。 唐代以后, 食堂有安置冰头卢相之风, 称为圣僧。 唐代禅月大师冠修化其象位基坐岩上, 左手持杖, 身右手以岩, 于膝上至经典, 辟逆前方。 在日本, 于寺院之前郎安置冰头卢相, 并产生抚摩其象即可除病之信仰, 俗称辅佛, 后因辅佛被移味传染病之媒介而加以禁止。 杂阿含经卷二十三, 卷四十三, 阿罗汉据德经, 咸鱼经卷六, 四分律卷五十一, 大制度论卷二十六, 入大臣论卷下, 阿裕王传卷三, 复法藏因缘传卷三, 梁高森传卷五到安传, 帆范语卷二, 世事要揽卷下, 翻译明义集卷一, 批五千九百三十二。 冰头颅注视因缘, 冰头颅尊者永驻于世之因缘, 经典所载部一, 据法院朱林卷四十二载, 冰头颅尊者曾入于禅定, 取树提家长者玄至于高楚之沾谈, 非比丘仪持之物, 佛陀以其用外道, 并于未受戒者之前展现神通力, 故病之, 令不得助于严福提, 并斥往西取耶尼州教化四众, 广宣佛法, 后虽听还, 以其献神族之故, 不许入于涅槃, 斥令为末世四部众生作福田。 令巨杂阿含经卷二十三载, 给孤独长者之女, 于妇楼纳拔陀那国请佛及比丘僧, 诸比丘各圣空而往, 冰头颅尊者则以神力和大山前往受请, 是尊则之, 乏于世护持正法, 不得取涅槃。 请兵头颅经, 分别功德论卷四, P5932。 赫列布南特, Hilbrandt, Alfred, 1853, 1927, 德国之印度学学者, 任波兰布勒斯庞大学教授, 1888, 1923, 主讲泛语与英欧比较语言学。 出版有废陀古典范文学之原点, 及研究论著多种, 并从事印度神话学之解说。 主要著作有, K.H.Yona, Rodhastra, 1885, 1899, Pastemba, G.Haiastra, 1882, 1897, MDRRKASA, 1912, Farue U&Mitra, 1877, Fadisk Mythology, Sanfos, 1891, 1902, Birdie A.N.F.N.G. Eater Industries and Droman, 1914, A.U.S. Bromonus U&D Upenistrates, 1920P, 5933, 赫定, 黑定, Sfen, 1865, 1952, 瑞典之地理学者, 亦未著名中亚探险家。 西元1885年至1886年, 旅行至波斯, 美索布达米亚, 成为波斯探险团之一员, 途经撒马尔汉, 喀什嘎尔, 1890, 1891, 父从乌拉山, 帕米尔高原, 横越塔克拉玛干沙漠, 青海等地, 在京章家口而至北平, 1893, 1897, 其后又至塔里木盆地, 西藏中部之湖找的戴探险, 1899, 1902, 于罗布坡附近发现古代都市楼兰之遗址, 1901, 发掘搜集许多古代文书及考古学遗物, 其后越过喀拉昆仑山脉, 通过喀什米尔, 喀什嘎尔, 经由俄国返国, 1905年, 又由波斯至印度, 进入西藏西北, 并至印度河调查诸河川之水源, 水迈, 而于喜马拉雅山北边, 发现许多与其平行之山脉, 此一山系之发现, 实具有重大意义, 1908年经由日本回国, 1927年组成西北学术探险团,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赴得瑞典, 中国, 印度学者之协助, 而进行大规模之远征。 自东蒙古, 热河地方, 经过新疆, 波斯, 在由西藏北部, 跨越天山, 从事大规模之考古, 地质学, 生物, 人类, 民俗, 宗教等研究, 成绩斐然, 对佛教文物之贡献圣具。 主要著作有, The Geographers, with sense of black ergypnes seminaries in Central Asia, 1894, 1897, 1900, Scientific Results of a Journey in Central Asia, 1899, 1902, 6 falls, Map Earth Falls, 1904, 1907, Southern Tibet, Discoveries in former times compared with my own researches of, 1906, 1908, 9 falls, Map Earth Falls, 1917, 1922,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 1935, 4 falls, 1943, 1945, 1945, P5933, 赵以武, 1878, 1971, 湖南横山人, 自横, 少留学日本, 清新革命, 历任军政要职, 显赫一时, 北法以后, 不问政治, 归一三宝, 专治学佛, 曾与段祺瑞, 屈文六等人组织, 菩提学会, 以翻译藏文经典及红法立身为宗旨, 民国42年, 1953, 随张家大师赴日出席第二届, 世界佛教友谊会, 奉命向日本交涉所海玄藏大师鼎鼓之事仪, 45年又与屈文六, 董政之等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 提倡藏经之编映与流通, 士姓佛志臣, 为仁慈和, 曾出任台北善导寺及日月潭玄藏寺董事长, 食人以, 以老, 尊称之, 墨于民国六十年, 世寿九十四, 批五千九百三十四, 赵州, 已位于河北省西部之都市, 及赵县, 随位赵郡, 唐明赵州, 宋明庆元府, 原称赵州而位首义, 其地形, 西卫太行山脉, 乾陵河北平原, 自古籍为军事要地, 唐末大中年间, 有南全普苑之法四赵州从省以赵州为中心, 大镇南宗禅峰, 二, 七百七十八, 八百九十七, 唐代禅僧, 曹州好乡, 亦说青州林姿, 人, 俗姓好, 法号从省, 又年于曹州护通院, 亦说青州龙新院, 出家, 受巨族借钱, 即往池阳参业南全普苑, 南全申契之, 父王嵩山流离潭寿界, 寻返南全, 一止二十年, 其后, 立参皇博, 宝寿, 阎关, 家山, 五台等诸大德, 八十岁时, 众请铸赵州城东关音院, 四十年间, 大阳禅峰, 师宿居北的, 镇南宗禅, 长思书三祖森灿之姓新名, 宣言辩天下, 其问答, 世众等公案, 如, 狗子佛姓, 智道无难, 等语句快智人口, 昭宗甘宁四年世纪, 世寿一百二十, 赤士, 真济大师, 这有真济大师语录三卷, 景德传灯录卷十, 宋高僧传卷十一, 连灯会要卷六, 五灯会员卷四, 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七, 批五千九百三十四, 赵州三转语, 禅宗公案名, 赵州从审以基转之三语句接引学人, 开示真佛之所在, 彼是人人彻见本来面目, 连灯会要卷六, 万序一三六, 二六四下, 是众云, 经佛不渡炉, 目佛不渡火, 尼佛不渡水, 真佛内理作, 盖经佛若渡炉则溶解, 目佛若渡火则烧毁, 尼佛若渡水则浑身烂坏, 自信本然之真佛内理端坐, 不为水火所坏, 此即表示一心不生之处即等同于, 万法亦如, 知智礼。 必言录第九十六则, 大会普觉禅师与录卷二, 五灯会员卷四, 学斗诵谷直全卷下, 五灯盐筒卷四, 批五千九百三十四。 赵州大死敌人, 禅宗公安民, 又坐赵州大死敌, 赵州问死, 为赵州从审与头子大同之问答, 亦为不值者于死, 活等无用之言语, 即能显示全机全限之火眼。 必言录第四十一则, 大四八, 一七八下, 赵州问头子, 大死敌人却活时如何, 头子云, 不许夜行, 投明虚道, 盖头子以赵州之问, 由执着于死, 活等言语隔腾, 故以按夜行录比喻之, 亦未虚于天明之时, 直接照了玄底, 方可真, 生也全机线, 死也全机线, 之真面目。 景德传灯路卷十五, 祖庭市院卷四, 大会普爵禅师宗门武库, 从荣路第六十三则, 连灯会药卷二十一, 武灯会员卷五, 批五千九百三十五。 赵州大罗波头, 禅宗公安明。 卫义森向赵州从审探问赵州与南权普愿相见一事之问答。 必言录第三十则, 大四八, 一六九下, 森问赵州, 陈文和尚亲见南权, 是否, 周云, 正周出大罗波头, 此公案中, 赵州顾左右而言他, 对原本简单易答之话题杨作不解, 其真意即止只应当看取眼前真切之生活, 否则即便是南权教界之经言, 亦不如正周出产的大罗波头来的真切有用。 景德传登陆卷石, 焚阳陆第五十二则, 批五千九百三十五。 赵州四门, 禅宗公安明。 右座赵州东西南北。 赵州从审就僧所问, 以东、西、南、北四门答之。 必言录第九则, 大四八、 一四九上, 僧问赵州, 如何是赵州、 周云、 东门、 西门、 南门、 北门, 此公案中, 僧直问赵州从审之面目, 赵州乃借赵州臣之东、 西、南、 北四门未遇, 而遇指赵州进地一系界由发心、 修行、 菩提、 涅槃等四门而治者, 依此四门, 常行不屑, 即可真至融通无碍之境地。 红至禅师广路卷一, 批五千九百三十五。 赵州至道无难, 禅宗公安明。 为唐代赵州从审与僧所作有关, 究极之真实, 之问答。 必言录第二则, 大四八, 依四一中, 赵州是众云, 至道无难, 为贤简则, 才有言语, 是简则, 是明白。 老僧不在明白里, 是乳还护习也无。 有僧问, 既不在明白里, 护习各时。 周云, 我亦不知, 僧云, 和尚既不知, 为时却道不在明白里, 周云, 问世级的, 礼拜了退。 上瘾, 至道无难, 一语, 细出自禅宗三祖僧灿之信心名, 大四八, 三七六中, 至道无难, 危险简则, 但莫增爱, 动然明白, 毫里有差, 天地玄格, 至道, 即至极之大道, 佛祖之大道, 亦即宇宙最高之真理。 至道无难, 未误入至极之大道, 并无困难。 全具意味凡事仅需无想无念去做, 则要体会大道, 并无困难, 若有好物, 染尽, 迷雾, 比我, 取舍, 增爱等之分别情念, 即落入简则差别之见, 以此毫离之差, 必成天壤玄格之别。 至道既为一切物最究极之真实, 超越分别, 言语等, 凡有言语, 即施其真实, 而此一公案中, 即呈现出始终在分别里之森, 与在无分别里之赵周, 二者境界截然不同。 盖赵周从审自信心明悟的, 至道无难, 之语, 常用以接引学人, 遂为禅灵间所习用。 必言录第57则赵周田库奴, 第58则赵周分不下, 第59则赵周指这至道等, 皆粘提此语。 五灯会圆卷四, 禅宗宋古莲珠通集卷十九, 宗门粘古会集卷十六, 批5935。 赵周百数子, 禅宗公案明。 右座赵周百数, 亭前百数子。 赵周从审计亭前之百数子, 以示达摩西来之本意。 连灯会要卷六兆周从审条, 万序一三六, 二六四上, 僧问, 如何是祖师希来意, 师云, 亭前数子, 僧云, 和尚莫将近是人, 师云, 我不将近是人, 僧云, 如何是祖师希来意, 周云, 亭前数子, 此公案中, 赵周以, 亭前百数子, 教人会取眼前者即是, 而截断学人别密佛法之思路。 即已超越人, 竟相对等分别见解之本来风光, 捏提达摩药指之真粉。 祖庭誓院卷三, 大会普诀禅师与陆卷五, 卷八,禅宗无门关第三十七则, 五灯会员卷四, 宗门统要续集卷六, 批五千九百三十六。 赵周喜, 禅宗公案名, 赵周从审计, 喜, 知语, 显示佛法之傲理无非是从日常依依之行旅中去领受。 景德传登陆卷时赵周从审条, 大五一, 二七七下, 森问, 如何是佛, 师云, 殿礼地, 森云, 殿礼者岂不是尼堪塑像, 师云, 是, 森云, 如何是佛, 师云, 殿礼地, 森问, 学人弥媚, 其师只是, 师云, 吃粥也味, 森云, 吃粥也, 师云, 喜去, 其森忽然醒悟, 此公案显示威仪及佛法, 做法及宗旨之意。 亦为忠明敬法堂, 邦享入斋堂, 周必喜余, 即与此等日常喝茶吃饭等无功用之动作中领受佛法, 此外无需特意去论究迷雾, 凡圣之话语, 拈提平身奉行从灵清规之当处, 即是真实之佛法现前。 大会普诀禅师语录卷二, 禅宗无门关第七则, 武登会员卷四, 从容录第三十九则, 禅宗宋古莲珠通集卷十九, 宗门统要续集卷六, 批五千九百三十六。 赵州真记禅师语录, 全译卷, 为赵州从省之语录, 右座赵州和尚语录, 赵州从省禅师语录, 真记大师语录, 赵州录, 唐代赵州从省, 七百七十八, 八百九十七, 传,文远边, 宋代七贤臣世效, 收于万序藏第一一八册古尊素语录卷十三, 即录从省之形状, 上唐, 示众, 问答, 对积, 勘辩, 寄诵等。 另有赵州真记禅师语录之语录卷, 收于古尊素语录卷十四, 内容即有上唐示众语要, 十二十歌, 寄诵, 真赞等。 批五千九百三十六, 赵州从省禅师语录, 请参阅赵州真记禅师语录。 赵州勘婆, 禅宗公案名, 又称台山婆子。 赵州从省义, 勘破婆子, 之语, 显示随处作主之义, 连灯会要卷六, 万婿一三六, 二六七下, 台山下有婆子, 凡有僧问, 台山路向盛处去, 便云, 莫直去, 僧才行, 婆云, 好个师僧又嫩去, 美美如丝, 僧举四师。 师云, 待我与乳堪过, 明日便去, 亦如是问, 婆亦如是答。 师归未众云, 婆子, 我未如堪破了也。 盖森向婆子问台山之路, 婆子答以, 莫直去, 乃教戒比求佛道不可左顾右盼, 然森执着婆子之言辞, 并未了得游戏自在之妙义, 故从省及, 勘验婆子, 一举, 显示能杀所杀, 权衡在手之禅机。 景德传灯陆卷石赵州从省条, 密眼贤结禅师与陆卷下, 武登会员卷四, 从荣陆第十则, 禅宗宋古莲珠通缉卷十八, 批5937。 赵州救火, 禅宗公案名, 魏唐代赵州从省禅师勘验大众之公案, 景德传灯陆卷石, 大五一, 二七六下, 师作火头, 一日闭门烧满乌烟, 叫云, 救火, 救火。 十, 大众俱道, 师云, 道得即开门, 众皆无对。 南全将所持于监过与师, 师便开门。 赵州从省上未开法之前, 依止于南全普苑之座下。 某次, 赵州任火头, 负责点火, 烧火之职称, 时, 欲勘验大众, 故意在厨房中关门烧火, 而后大叫救火, 待大众赶来, 却要大众下语气中时肯开门, 直至南全宋所持进去, 赵州才开门出来。 盖赵州将厨房门暗喻为无人心灵自信之门, 将火暗喻为心中之烦恼, 而南全不以言语答话, 仅将要使从窗间送进, 即表示自信之门需由自己去开, 而非他人所能帮助。 反之, 自己不知开门, 却既求门外之人前来救火, 则无意识向外觅佛。 赵州早知其理, 唯欲借此理以勘验大众, 其乃大众皆证然谋所对。 又于武登会员卷四赵州章, 隔藤及卷上君载有另一则, 赵州救火, 之公案, 其内容译于本公案, 戏赵州从沈与黄博西运之机缘问答语句。 批5937。 赵州路, 请参阅赵州珍记禅师语录。 赵亮节, 1913, 山东来扬人。 法明能考, 别号海印居士。 民国三十一年, 1942, 于青岛战山四归一谈虚法师。 来台后, 言学盛情, 住宿不断。 有六祖大师化因缘, 为摩大师化因缘, 地藏经为石棺, 佛说五道罪福报应经灌术, 文书施力所说摩赫班若经灌术, 历史感应故事语义, 正本清源论等。 此外, 是正编术汉文佛学导引大词典。 批5937。 赵茂林, 1903, 1981, 江苏延成人。 早岁在上海等地曾服务于军政各界, 并任公司厂长, 董事等职。 民国三十八年, 1949, 来台, 致力于佛教事业, 以居士之身, 部教弘法不遗余力。 先后在各监狱部教二十年, 在广播电台主持佛学问答十余年, 经常讲经说法于救济院、寺院及大专佛学社团, 并常应行佛书及念佛唱片分赠教界人士。 是公职退休后, 对佛教事业人甚未关心, 曾任中国佛教会弘法委员之职。 墨于民国七十年, 批五千九百三十八, 赵普初, 一千九百零七, 安徽太湖人。 一九四九年, 是代表佛教界参加中共首次召开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 中国佛教协会发起人会议与北京举行, 是未发起人之一, 此后并于会中担任职务, 又兼任全国人代大会, 安徽省代表。 曾先后访问日本、 西兰、缅甸、 印度及尼泊尔、 埃及等国, 于大陆沦陷出其极为活跃。 一九七九年八月, 是率领宗教代表团, 前往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第三届大会。 一九八零年十二月, 是继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 一九八二年三月, 于东京接受日本佛教传道协会所颁赠之佛教传道功德奖。 赴于京都接受日本佛教大学颁赠之名玉博士学位。 P5938 赵归珍 846 唐代道士 荆州人 荆通千拱之术 唐武宗照其驻望仙台, 修金路道场, 地且亲身法坛, 拜授法路。 慧昌三年, 八百四十三, 于林德殿与智选法师对论, 应不能论破, 而玉废佛, 更引道士流玄境等, 日夜谋之。 慧昌五年, 地岁下赵悔佛。 归珍与百官表赫, 更进京丹未受, 地福之, 崩。 宣宗即位, 复兴佛教, 并诸沙赵归珍。 唐书五宗本纪第八, 参阅, 慧昌法南, 五千四百七十四, P5938。 永念佛, 日本佛教用语。 为日本平安时代之天台宗森空也所创之念佛方法。 又做空也念佛, 空也永。 永, 为无导致意。 即一边拍几股语针, 一边合注节拍念佛或念其他祭诵, 至深得法喜滋味, 自然婆娑其武。 后见趋向通俗化。 日本京都之六斋念佛, 江户之阁西念佛及泡斋念佛等, 是称永念佛。 原亨氏书卷十四, 本朝高僧传卷六十四, P5938。 辅教编, 樊三卷。 北宋气松传。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二册行经文集卷一至卷三。 产说佛教要义, 以调和如是二教。 气松对北宋当时儒家排佛之论利加反驳, 而提倡如佛一致之说。 以佛家之五戒, 不杀, 不道, 不赢, 不饮酒, 不妄语, 配于儒家之五常, 人, 义, 理, 智, 性, 并加以说明。 继分缘教, 劝书, 广缘教, 校论, 谭经赞等五篇。 宋连, 理之权位作序, 子柔位作后序。 佳佑七年, 一千零六十二, 与所者传法正宗定祖徒, 传法正宗纪, 传法正宗论等, 同时获准入葬。 P5938。 青茅, 青茅刃随风吹, 呼东呼吸, 比喻心力烈弱而进退不定。 实性位知菩萨, 于佛道有进有退, 故多以此欲知。 是摩合言论卷七, 大三二, 六四九下, 十种性品力不定称, 所谓若直顺当因缘, 随向善去, 若欲逆为因缘, 应去恶道。 譬如青茅, 随风所吹, 东西转故。 法华文句卷二上, 大三四, 二一上, 六星以前青茅菩萨, 性根未立, 其位犹退, 又应实性位外凡之位, 故称性外青茅。 此外, 实性以下之凡夫亦称青茅, 同于茅道凡夫。 人王班若波罗密经卷下, 观经书悬一分, 批五千九百三十九。 清安, 范与Presravdi, 巴利与Pesitai, 新所知名, 具设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即身心清利安事, 对所愿之敬悠游自恃之精神作用。 为, 婚审, 之对称。 据舍宗列为大善的法之一, 为十宗列为善心所之一。 此精神作用, 主要在禅定中生起, 使休息能持续进行。 据说一切有不知说, 清安有生清安, 心清安二种, 心堪忍之性与五十相应者, 称为生清安, 与意识相应者, 称为心清安。 说一切有不并认为 生清安仅在有漏散位之中, 心清安则通于有漏与无漏, 定位与散位。 然依经不知说, 生清安乃清安之丰处, 而清安之心所与前五十不相应, 心清安则为思心所之差别, 仅限于定位中。 据成为十论数计卷六末所在, 清安分为有漏清安, 无漏清安二种, 有漏清安远离烦恼之粗重, 无漏清安远离有漏之粗重, 共使身心通畅温和, 随所愿之敬安事已转, 共在定位。 大批婆沙论卷四十二, 据舍论卷四, 成为十论卷六, 品类足论卷三, 据舍论光纪卷四, 批五千九百三十九。 清构罪, 为重罪, 波罗仪罪, 之对称。 其罪虽清, 然乌独清净之行, 故称清构罪。 梵网经菩萨戒本书卷四清构罪篇, 大四零, 六三四中, 清构者, 简钱重戒, 是以明清, 简易无犯, 故意明构。 又是, 独乌清净行明构, 体非重过称清。 梵网经卷下列有四十八种清构罪。 参阅, 四十八清界, 一千六百三十六, 批五千九百三十九。 清重二叶, 据北本大班叶盘经卷三十一举出, 清, 重二叶因人之质, 于差别, 而有下列二种情形, 即, 一, 重叶清授, 为有智之人以智慧力修习范行, 则能使地狱重叶于现世清授。 二, 清叶重授, 为于痴之人以执着痴迷而增其业力, 故使现世清叶于地狱重授。 批五千九百三十九。 远因, 二因之一, 五因之一。 巨大制度论卷九十六载, 应有静音, 远因二种, 直接引果之原因, 称为静音, 间接引果之原因, 称为远因。 如人有我心, 为后生当常乐, 而修不失, 是为静音, 为离欲界衰脑不尽之身, 而修禅定, 是为远因。 右北本大班涅盘经卷二十一, 就有为法之音, 举出声音, 合合音, 助音, 增长音, 远音等五因, 其中, 如依咒利而脱离伤害, 依平国王而免盗贼之难, 依父母之惊血而生其身等, 极为远因。 参阅, 二阴, 一百九十三, 五阴, 一千零七十四, 批五千九百四十。 远行的, 梵语DRAGAM, BHME, 因一头罗加摩普, 为菩萨时的知地七地, 又坐身形地, 深入地, 深远地。 此的知菩萨住于淳无相关, 远出过世间与二圣之有相形, 故有此称。 菩萨与此的修行方便善巧波罗密, 断细相限形状, 正得法无别真如。 成为时论卷九, 参阅, 时的, 四百一十九, 批五千九百四十。 远节, 指力节九远。 节, 乃节波, 范考巴, 之略称, 未济世界成坏之时量。 批五千九百四十。 远济, 又坐远年济, 远观日。 济, 止济日, 即人死亡之日。 远济, 止五十回济以上之教远之济日, 或止五十年济以后, 每五十年举行一次者。 通常行于一宗之开宗祖师, 中心祖师, 及寺院之开山者。 参阅, 年济, 两千四百二十, 继日, 两千八百八十五, 批五千九百四十。 远过, 禁过, 之对称。 又坐残过。 只隐阴所隐得之结果。 如尸骸, 枯木等, 据属远过。 此等尸骸, 枯木等于枯死后由未遁绝, 即由隐阴之力所致。 对此, 由叶种子所生之身, 或种子所生之芽, 经等, 即为禁果, 叶种子及种子等能生禁果者, 称谓生阴。 在十二有之中, 对于能隐之, 无明, 行, 所隐之, 十, 明色, 六处, 处, 受, 等七之而言, 爱, 取, 有等, 能生之, 间隔较近, 生, 老死二果, 所生之, 间隔较远, 即为远果。 又对于生, 老死二果而言, 爱, 取, 有三之未生因, 能隐之与所隐之则未隐阴。 另有一说, 未禁果与远果相对, 正果与残果相对。 即有始种子生时之, 根生明色之, 时之未禁果, 明色之未远果, 又现在之种子生现在之生, 称为正果, 隐死后之枯丧失害, 则未残果。 成为时论卷二, 成为时论数记卷三本, 参阅, 影音, 1392, 禁果, 3519, 批5940。 远瞻妙道, 又作远瞻妙道。 指佛陀世纪后, 众生于去佛遥远之末世中听文法华经, 而瞻受恩惠。 法华文句记卷一上, 大三四, 一五七中, 故从叙致正于的托者, 故云开示误入, 将此之外, 于皆种熟, 故未托者, 亦在流通, 故云远瞻妙道, 批5941。 远师二教, 指随带尽隐四会远之教判, 即将如来一代圣教叛位建教与顿教, 一, 建教, 对虚经常识修行方使觉悟者, 所设具有三圣之教。 二, 顿教, 对能顿悟佛道之根基, 直说大臣之教。 华言经书卷一, 参阅, 二教, 二百一十一, 批5941。 远国戒坛, 只设立于边远地方之寿戒坛, 右座边国戒坛, 为中国戒坛之对称。 佛所制定之戒律, 广行于各地后, 因风俗习惯不同, 边地之住民受持戒律多有不便, 虽有中国, 边国之区分, 与各种规定设有轻重缓急之差别。 据诗宋绿卷二十五载, 南方白幕聚落, 西方婆罗门聚落, 北方幽诗罗山路普全萨罗树, 东方婆罗聚落佳郎, 东北方竹河等地, 县内为中国, 以外籍称边国。 又据大唐锡玉记卷上载, 赌货罗国以南, 滥波国以北之地, 东末春初时, 临雨相继, 于其时行下安居, 即属随时而设教之力。 日本于奈良朝时代有戒坛之设置, 以东大四位中国戒坛, 下野之要师寺, 铸前之官英四位边国戒坛, 此即便立边远地方居民之受戒, 契合戒律有中国与边国之古智者。 P5941 远程离构, 泛与Firajavita Mala, 巴黎与同, 即远离成构。 成构, 为烦恼之总名, 然此处系指八十八时之见或, 见到所断之或, 而言, 断八十八时之见或而得正见, 称为远程离构, 的法眼镜。 此系二圣出果与菩萨出的所得之意, 而多旧小城出果见四真地之理而言。 离构而得之清净法眼, 称为离构眼。 唯摩经佛国品, 大一四, 五三九上, 三万两千天级人, 之有为法皆惜无常, 远程离构, 的法眼镜, 诸为摩羯精卷一对此家以说明, 为法眼镜只需驼还道, 使见道姬, 故得法眼之名。 杂阿含精卷五, 长阿含精卷二, 法华精妙庄严王品, P5941。 远离, 未超越修行佛道之障碍。 无为法之本体为空, 乃脱离有为法之世相者, 故有时亦称无为法为远离。 修行佛道者, 首要之物在远离身, 心知罪恶而使其清净, 此趁身远离, 心远离。 据世清知净土论所在, 菩萨欲远离近去菩提之障碍, 有三法, 一,远离我心, 不贪着自身, 即以智慧门远离我心之贪质, 不求自身之安乐。 二,远离无安众生心, 即以慈悲门拔除一切众生之苦, 而使其安乐。 三,远离公养公敬自身心, 即以方便门怜悯一切众生, 远离公养公敬自身之心。 幼般若惊等以原生法远离自信, 无自信, 故远离, 依此即止空意而言。 P5941 远离乐, 五种乐之一, 畏色界初禅天之乐, 即初禅天能远离欲界之爱染烦恼, 而生禅定喜乐。 华言大书抄卷十三, 参阅, 五乐, 1196, P5942。 远罗天府, 凡三卷。 日本灵纪宗中心之祖白颖会赫, 1685, 1768, 者。 本书乃了解白颖对坐禅态度之重要著作。 例如对百丈禅师所说之, 一日不坐, 一日不食, 全世卫, 不断坐禅, 认为诸侯致力于朝靖国务, 世人不屑于涉欲输述, 农民努力于耕耘, 工匠不带神莫福经, 女子情于仿击击之, 各自坚守一己岗位, 即不断坐禅。 P5942。 训婆明王法, 密教之修法, 即修行者口诵金刚萨朵一字心密言, 于自身安部金刚戒与胎藏戒两部诸尊, 并观想身如佛行之修法。 训婆明王, 为将三世明王之一名, 故训婆明王法即止将三世明王法。 与纸经金刚萨朵朵菩提心内作业冠顶兮的品, P5942。 浅时德, 时重的戒缘之一, 未将受戒之比丘尼, 融资端立者, 若往今舍受戒之途中, 有遇难之余, 佛则浅时, 未受巨族解。 巨舍论卷十四, 参阅, 时重的戒缘, 492, P5942。 浅幻, 未, 发浅召唤, 之略称, 只是尊在娑婆世界告示众生臣阿弥陀佛之愿传往生极乐净土, 而阿弥陀佛意自极乐净土直来召唤。 官经书散善意, 参阅, 发浅召唤, 5164, P5942。 浅皇, 即为除蝗虫之害, 求五股丰收之祈祷。 赤修百丈清规卷一祈祷条, 大四八, 1115中, 游市井发陈兴, 起见浅皇道场, 每日命僧奉宋经咒, P5942。 银山铁壁, 禅陵用语, 原指银铁坚硬, 难以钻研, 山壁险峻, 难以攀阅, 禅陵中, 转指以一般凡情或分别之所难以彻底明了, 而无法如实表达者, 又以此比喻本具之灵性孤峻独绝, 与, 必立万刃, 挣扎不入, 同意, 毕严陆普照序, 大四八, 139上, 银山铁壁, 蜀赶钻研, 文咬铁牛, 南围下口, 不逢大将, 烟熙玄围, 原物佛果禅师与陆卷寺, 佛果克勤禅师心药卷下, 毕严陆第42则, P5942。 银川双塔, 位于塞北银川城之宽阔平原上, 陈西南角之陈天寺塔通称西塔, 细西夏天庆三年, 1050, 下主量所建, 陈八角形, 高70余公尺, 13层, 其形式既采用印度, 工巧名, 支建塔技术, 又承袭我国建筑之传统风格, 陈北之海宝塔, 通称北塔, 与西塔相距约1.7公里, 建于东晋时代, 相传为匈奴人赫连伯伯所建, 迄今已1500余年, 塔身平面呈十字形, 九层十一级, 高约60公尺, 塔以青石板契成, 造型威然壮丽, 远望宛如一座大厦, 西, 北两塔之每层眼角, 坠有风铃, 风吹铃响, 别有风情, 批5942。 赢得, 为佛格道场之通称, 或称经帝, 流离帝, 佛格, 即指佛寺, 佛刹, 梵沙, 梵格或迦兰, 又印度舍为国给孤独长者曾以黄金布的购德指托太子之缘, 为世尊建造经舍, 故称经帝, 世事要揽卷上, 大五四, 二六三上, 金帝, 或云金田, 即舍为国给孤独长者策布黄金, 买纸托太子缘, 建经舍, 请佛居之, 批5943。 赢得道场, 位于我国天台山之古佛道场, 与经帝领相接, 智者大师及于此传法, 据传定光佛曾于此处释现, 大明义统治卷47, 批5943。 引礼圣雪, 禅宗公暗明, 为云门闻眼之法480号建三转语之一, 表身佛义如之真元, 是平等及差别, 差别及平等之义, 右座八灵营里, 八灵营圣雪, 盖白营里圣雪, 二物一体, 痛中有义, 义中有同。 碧言录第十三则, 大四八, 一五三下, 森问八灵, 如何是提婆宗, 八灵云, 营里圣雪, 提婆者, 从龙树传成佛心宗而成为西天十五祖, 即加纳提婆尊者, 范Kadeva, 曾于赤藩之下折服外道。 此公案中, 森问八灵, 如何是提婆宗, 一句, 系表示八灵与提婆有相通之处。 盖提婆义, 便才, 著称, 依, 言句, 举阳正法, 故所创之宗, 称为提婆宗。 又八灵亦义, 便才无碍, 著称, 此乃与提婆相通之处, 故森作词问。 又八灵云, 营里圣雪, 亦为相似而非一致, 相混而能分别二者相亦之处, 隐身之八灵之宗风, 虽通于提婆宗, 然人有自己独创之处。 五灯会员卷十五, 禅宗宋古莲珠通集卷三十五, 禅宗正脉卷十五, 参月, 八灵三转语, 一千三百八十八, 批五千九百四十三。 银阁寺, 位于日本京都市佐京区。 本名词赵寺, 属于日本灵济宗。 本位幕府足立义镇之山庄, 于义镇末后改为禅寺。 银队有二层, 尚未建筑完成, 未至银伯, 及告毁坏。 庭园内之东囚堂本位持佛堂, 其内之同仁斋早年为一茶堂, 且因而著称。 规模较经格四位小, 然以优雅清淡与茶道精神而持名语内, 为东山文化之代表建筑。 批五千九百四十三。 银伦王, 为四转伦王之一。 于仁寿六万岁时出世, 统治南善布州, 东圣申州, 西渠陀尼州等三州。 然具法华经玄赞卷四载, 此王宇童, 铁二轮王之出世, 皆不定时。 参阅, 四轮王, 一千八百三十七, 转伦圣王, 六千六百二十四, 批五千九百四十四。 铜板经, 指于经叶, 铜板等金属板表面露刻经文之经典。 佛典中有关铜板经之最早记载为小品班若波罗蜜经卷十, 大八, 五八三中, 以真经叶书班若波罗蜜, 至世寒中, 又具大唐锡玉记卷三载, 加逆色家王时曾以赤铜卫叶, 漏写论文, 其后以识寒尖锋, 附建苏独播, 塔, 藏之。 此外, 经典中并有以铜叶为不派名之记载, 如大臣掌争论卷下皆出, 铜叶布施, 之语。 玄印音译卷二十三节是其文艺, 为铜叶布系纸上作布, 该布凿赤铜以书写经论, 其铜板藏于狮子国, 其兰。 凡此皆为印度以金属板露克佛典之明确记载。 此类印度铜板经文之遗品, 如Apigraphia Indica第四册集收有达叉使罗出土之铜板文献, 铜书第五册一收有Mong, 钢之黄金版文献。 与我国, 铜板露克经典之遗迹难以证明, 仅于不续高森传卷义法真传载有元代音宗, 1321、1323在位, 作铜印大藏经之语, 然此记载, 就近细指露克铜板, 义或指铜材之模板印刷, 经已无法计考。 于日本, 福岗县丰前世大自求菩提国御神社藏有铜板法华经33版, 被视为日本国宝。 又近视有小规模之铜板经, 如江户时代之石造宝窃印塔及收藏有铜板宝窃印陀罗尼。 佛书刊行史, 突世又详, 日本文化史卷一扇之著, 批五千九百四十四。 铜柱地狱, 以铜柱形至罪人之地狱。 指犯邪淫行, 非处非实行, 不敬业等者, 死后所去身之处。 据观佛三昧海经卷五载, 铜柱高六百游巡, 下有猛火, 火上至铁床, 床上有刀轮, 轮间有铁嘴虫, 铁屋在齐榜。 罪人命中后, 另身铜柱头, 猛火烧身, 罪人大惊吓是, 见铁床上有容貌端正女子, 若罪人是女, 所见则为男子, 心生爱者而欲投之, 呼同柱贯穿其身, 铁网落井, 铁嘴虫煞时齐驱, 落铁床上, 同时六根火起, 有铁嘴虫从眼而入, 从男, 女跟出。 若罪人为污戒者, 另有九亿小虫, 嘴头出火, 煞时齐驱。 如是一日一夜, 须经九百亿之死生。 罪必生于鸠戈中, 赴经五百事, 生于龙中, 在经五百生, 涉若出生人间, 则遇妻子不争, 子女不孝等果报。 过世以后, 若执善之事, 方文法发菩提心。 批五千九百四十四 同伯, 为寺院法会所用金属法器之一, 右座同盘, 以向同致之, 形如圆盘, 中央隆起一圆, 中心穿孔, 负以一纽。 两手各持一搏, 户籍而出身。 中亚被沙克鲁克, BZ Click, 出土之壁画, 敦煌出土之净土变相, 日本当马曼图罗虚空会, 阿弥陀二十五菩萨来迎图中, 皆有此法器之图像。 禅灵像器兼北器门, 佛像图会卷三, Aston, The Thousand, Buddhist, 参阅, 挠博, 六千八百四十, P五千九百四十五。 同轮王, 依四轮王之一, 未敢的同治轮宝之传轮圣王。 于仁寿四万岁时初, 统治东圣申州, 南善布州等二大州。 参阅, 四轮王, 一千八百三十七, 二十住菩萨席种姓之人做同轮王, 教化二大州, 故十住位同轮位, 即天台宗元教分阵即智位。 摩喝止官卷二下, 大四六, 一八中, 进入同轮, 破壁根本, 本位无名, 本清之辙, 显出佛性, 是分阵真实位。 人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上, P5945。 同业部, 巴黎明通巴巴尔, 为部派佛教之一派。 于印度部派佛教之分裂中, 有关同业部之名称与派署问题, 于南传, 北传论书中说法互议。 据南传分别说系上座部之, 大史, 第五章, 及北传上座系有部之, 义部宗伦论, 等史传所在, 并未提及本部派之名。 然大众部系清辩, 范碑维亚, 所造, 义部宗经事, 义书则将本部列属上座部中分别说部之一派。 又据西藏所传清辩之, 教团分裂详说, 在, 关于诸部之分派有三说, 其中第三说指出赤一, 藏Ghost, DMAR, BA, 即为同业部。 另据悬应应一卷二十三载, 同业部及纸上座部。 于现代学者中, 与清辩主张一智者, 有我国之应顺法师, 于其所者, 印度之佛教, 第六章语, 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 之序论中, 皆为本部属于上座部之分别说部, 以西兰为其根据的, 主要传习七部阿皮达摩。 P5945 铜锅为寺院法会时所使用法器之一, 细由圆盆状青铜片制成之打击乐器, 右座铜锅骨, 铜针, 针挠, 边缘穿有二小孔, 细有吊绳, 可用手提, 或以架字吊起, 用棒锤敲击中央使之冥想, 通常与挠, 博同时共用。 由黄博钦规法句图中所录之铜锣图, 可知铜锣素为我国禅灵所用。 据, 事物起源, 一书所引皇帝内传之记载, 皇帝之时为摩拟雷声而助真挠, 经之铜锣即由挠所转化而来。 经使一位至第二十二, 佛像图绘卷三, 禅灵象器兼备器门, 持宝通缆卷中挠条, P5945。 诸一, 诸, 为古代称量轻重之器具名, 指及轻及为之单位。 故以诸一比喻至轻之一。 佛经卫诸天人之一, 有众字数诸至伴诸者不等。 P5946。 闽南佛学院, 我国现代佛学院之一。 创办于民国十四年, 1925, 院只设于福建省厦门市之南普陀寺。 学至三年, 院长尤盖寺主持兼任, 首任院长卫会权。 民国十六年, 太虚大师接任后, 曾增设西兰、 斯里兰卡、 留学团于张州南山寺, 并改南山学校为闽南佛学院第二院。 19年又增设研究部, 太虚大师辞去院长职务后, 由常兴, 1896, 1939, 继任。 P5946。 阁主, 阁, 指寺院之殿堂, 阁主, 系指管理大寺院七堂加兰以外重要建筑物之职称, 受为那之监督。 禅院青龟卷三为那条, 万序111446下, 如堂头侍者, 圣僧侍者, 严寿堂主, 如头, 众寥寥主, 首座, 阁主, 殿主, 为那所请, P5946。 障, 范与佛拉雷, 八粒与同, 有座爱, 全称障碍, 复辟之义, 指障害涅槃, 菩提, 遮害出离之烦恼, 诸经论说障之种别个义, 资列术于左, 一, 二障, 及, 一, 具舍宗立烦恼障与解脱障, 前者障害智慧, 遂不得会解脱, 后者又坐定障, 障害禅定, 遂不得具解脱, 二, 大成为时宗立烦恼障与所知障, 此二障于生死向续中未业之助缘, 烦恼障, 以我职位根本而生诸烦恼, 障和大涅槃而不另陷阵, 所知障, 以法职位根本而生诸或, 复辟所知之境时不生智, 复分为一身性障等时重障, 为时的所断, 据菩萨的持经卷九助品, 良易舍大成论是卷四等载, 所知障又分为疲障, 肤障, 股障三种, 于十三助中之欢喜助, 无开发无相助即如来助分别断之。 二, 三障, 即, 一, 大臣于家金刚性海曼书是立千币千大教王经卷五, 区分妨碍于家秘密三摩地之障, 为我曼重障, 极度重障, 贪欲重障。 二, 是禅波罗密赐地法门卷四, 列举妨碍修定之障, 未审婚案避障, 恶念思维障, 境界逼迫障。 三, 金光明罪圣王经卷二分别三生平, 列有祸障, 业障, 智障等三障, 若祸障清静则能视现应生, 业障清静则能视现化身, 智障清静则能视现法身。 四, 解身密经卷三分别于家平, 列举中定之障为三种, 即, 一奢魔他障, 二皮蛇纳障, 三巨障。 五, 盖中, 调举二作盖即属奢魔他障, 以心之躁动, 或忧恼以作之事, 皆能覆盖心性之故, 昏眠盖即一概属皮蛇纳障, 以昏省与睡眠能使心性无法积极活动之故, 一概则与法犹豫而无法决断, 因而覆盖心性, 贪欲盖即填慧盖属聚障, 以执着贪爱五欲之境即在违情之境上怀有愤怒, 故能覆盖心性。 五, 发志论卷十一列举烦恼障, 夜障, 一熟障等三障。 烦恼障, 指数数现行横起之烦恼, 夜障, 指五无间夜, 一熟障, 指三恶趣, 人去中之北聚如周及无想天。 三, 四障, 即, 一, 无上一经卷上菩提品载, 不能正的无上菩提之障位产提障, 外道障, 身文障, 原觉障等四种。 二, 圣思为犯天所问经论卷一载, 散乱大成心者有四障, 宜成障, 堕于小成心。 二, 教化众生障, 者于三昧之乐之辟之佛心。 三, 聚集佛法满足功德障, 求佛法而有焰足。 四, 必经聚集一切佛法障, 将所闻者不广为人说且不正念观察。 四, 五障, 即, 一, 中阿汗卷二十八曲谈弥经, 法华经卷四提婆达多品载, 女人身有不得陈犯天王, 帝氏, 魔王, 转轮圣王及佛等五障。 二, 大日经书卷一列举妨碍的除一切盖障三昧者, 有烦恼障, 业障, 身障, 法障, 所知障等五种。 又妨碍诸法之身, 助等侍者, 称为障碍, 二物互相障碍, 不得同时占有同一空间者, 如守爱守, 时爱时, 则称为障碍有对。 大皮菩萨论卷一一五, 卷一五三,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辩中边论卷上, 瑜伽师的论卷九十九, 菩萨的持经卷一, 卷三, 顺正理论卷七十, 佛性论卷二,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 卷十三, 佛的经论卷七, 聚舍论卷十八, 卷二十五, 成为石论卷八, 大臣一张卷五本, 据舍论光计卷十七, 卷二十四, 成为石论了一灯卷一末, 成为石论数计卷一本, 华言五教章卷三, 批五千九百四十六, 继石渣, 泛名Juaheha, 巴黎明Juaheha, 为印度历第三月之名称, 又做世色渣, 世色渣, 色渣, 异异梦下, 相当于我国英历三月十六日至四月十五日之间, 参月十二月明三百三十二, 世色渣, 四千八百一十, 批五千九百四十七, 记性, 一千七百四十一, 一千八百一十, 清代森, 卫廉宗第十二组, 河北丰润人, 俗姓马, 自彻悟, 那堂, 浩梦东, 少工举业, 精通精史, 二十二岁时因病而悟人生之无常, 岁里河北三圣安之荣池出家, 一年于秀云四寿俱足解, 先后参业相戒四支隆一, 增寿四支慧暗, 新华四支变空, 广通四支翠儒, 辨习原诀, 法华, 冷言, 金刚, 为十等性相之指, 并四翠儒之法, 得其禅法, 其后, 翠儒迁往主持万寿四, 师乃记主广通四, 提倡禅尽双修之道, 家庆五年, 一千八百, 退居红罗山, 辽宁, 兹福寺, 专以净土未说, 是称红罗彻物, 横长讲演, 劝人念佛, 为其所化者一时便于南北, 家庆十五年, 欲知大限时至, 十二岳集中念佛世纪, 世寿七时, 法腊四十九, 传有念佛加陀, 彻悟禅师与路等, 彻悟禅师行略, 批五千九百四十七, 领纳, 为身心领受纳的, 感受快感, 不快感, 成为十论卷三, 大三一, 一一下, 受, 为领纳顺, 为, 具非净相畏性, 四分律山凡补雀形式超卷上一之三, 批五千九百四十八, 领解, 理解他人所教, 如所教而开悟, 称为领解, 又作领悟, 结慧, 领懒, 领德, 又具法华文具记卷五之意全是领解之意, 领, 乃外领佛说, 解, 及内受佛义, 深密解脱经卷二, 参阅, 解, 五千五百九十九, 批五千九百四十八, 颇, 西坛字, 法, 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颇, 发, 啪, 破, 缩颇, 经典中对此字意之解释有二, 依, 细范语, 法拉, 因意婆罗, 意意果, 之自首, 就果之意而作诸说者, 如大品般若经卷五广成品载, 颇字门, 未入诸法便不可得之故,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就上举广成品之文而是之为, 若闻颇字, 极了之一切法因果皆空, 方广大庄严经卷四式书品一说, 畅颇字时, 的果入线正深, 范发拉, protiscate, create, abda, 二, 戏范语分啊, 因意配奴, 意意巨末, 之自首, 依巨末之意而作说者, 如瑜伽金刚顶巾式字母品载, 颇字门, 为一切法不间, 犹如巨末之意岁益散, 大日经卷二句原品一以颇字意味巨末,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席学技艺品, 赞班, 若经卷七观品,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大日经书卷七, P5948, 婆尼多, 范语PHA, 指尖熬甘蔗最初所得之浓之, 正法念处经卷三, 大一期, 一期上, 深白净法, 如甘蔗汁, 气中火煎, 比出离构, 名婆尼多, 四第二煎, 则箭为重, 名曰巨旅, 更第三煎, 其色则白, 名曰十米, 死干这枝, 如是如是肩负更煎, 离构见重, 乃至色白, P5948, 婆乐巨拿, 范名PHagana, 巴黎名Faglay, 为印度历第十二月之名称, 又做婆乐巨那, 颇遇你, 颇求那, 屈乐巨拿, 颇乐拿, 颇罗鱼那, 颇求, 意义为孟春, 相当于我国英历十二月十六日至一年一月十五日间, 此月满月时正值二十八新秀之艺术, 范阿托拉, 范阿托拉, 出现, 故称婆乐巨拿, 又此月属于印度六七中之盛寒时, 春, 夏, 秋, 东四时即东, 春, 雨, 中, 长五时中之东时, 热, 雨, 寒三时中之寒时, 范黑门台, 十二元生祥瑞金卷上, 塑药金卷上, 舍头剑太子二十八秀金, 大唐西玉记卷二, 玄印英卷二十四, 参月, 十二月明, 三百三十二, P五千九百四十八, 婆, 范与Sphika, 巴黎与Falika, 为七宝之一, 亦亦水域, 白珠, 水晶, 又做玻璃, 玻, 婆之, 婆至佳, 破至佳, 萨婆之佳, 缩婆至佳, 赛婆至佳, 苏婆至佳, 其直迎近通明, 有紫, 白, 红, 碧等多种颜色, 其中, 以红色, 碧色最珍贵, 紫色, 白色四支, 据增广本草纲木卷八载, 玻璃本作颇, 光银如水, 兼食如玉, 故又称水玉, 又据大制度论卷十载, 颇产于山枯, 经千年而冰化成颇珠, 然玄璇应应益卷二时则为, 西域属热, 水分稀少, 不可能冰化而成, 仅为食之类而已, 又该珠有火珠, 水珠二种, 日宫殿与月宫殿即分别有火珠, 水珠所形成, 会愿应益卷上, 玄应应益卷二, 卷六, 会灵应益卷四, 卷四十一, P5949 婆罗舵, 泛名Beradgea, 为印度古代婆罗门六姓之一, 或婆罗门十八姓之一, 意义利根先人, 辩才, 满, 闷阵, 又作婆罗渣, 巨妙法莲华金序品载, 日月登明佛之俗姓即为婆罗舵, 法华艺书卷二, 卷三, 法华文具卷三, 法华玄战卷二, P5949, 撒末建国, 又作撒末建国, 西域之古国民, 为现金额属土耳其斯坦, Russian Turkestan, 之南部, 布卡拉, Bokara, 之北, 奥克萨斯河, Oxos, 之流之河岸都市撒马尔汉, Sanmerkent, 附近之旧称, 巨大唐溪玉记卷一载, 此国周围共一千六, 七百里, 东西长, 南北辖, 其都城周围二十余里, 地势显固, 居民众多, 诸方宝或多聚于此国, 土地肥沃, 架色被植, 林木稳育, 花果姿茂, 多出两码, 工艺机巧, 甚于诸国, 气候合唱, 风俗猛烈, 令巨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载, 该国朝野上下以示火卫道, 不信佛法, 虽有两所寺院, 却无居僧, 如有客僧投诉, 即以火烧烛, 不令停住, 玄葬至此, 为之广说人天因果, 赞佛功德, 亡文而欢喜, 请受斋戒, 后并设大会, 渡仁居寺, 又此的知名称, 于历代有多种译说, 古称, 马拉堪达, 马拉堪达, 东汉以其隶属, 康居国, 出自史记, 汉书, 魏书称, 西万经, 随书, 新唐书皆称, 康国, 唐代以后史称, 萨莫剑, 原代之史书则将此国名解释为, 繁华, 之义, 书中并记其名称, 如, 寻死干, 薛弥斯干, 西麦, Kent, 撒马尔干, 等, 皆属图语, 其义及指康国, 名史作, 撒马尔汉, 此外, 或为此的即古代之, 康居, 然汉代之康居映在此处之更北方, 魏书列传第九十, 旧唐书列传第148, 唐书西域列传第146, 批5949, 宝丛林, 魏长旗于禅林中参禅半道, 与, 少丛林, 相对, 又长旗从事参禅休业者, 亦称宝丛林, 或称旧参, 老参, 酒参, 古尊素语路卷三十九, 万序一一八, 三三二下, 所以照周八时上自行角, 只是要宝丛林, 又且不单板, 批5950, 魂神经时, 指众生之心时, 亦犯指仁之神时或物之经, 又作精神, 精灵, 精时, 魂神, 无量寿经卷下, 大一二, 二七六上, 改行易道, 所寿寿命或长或短, 魂神经时, 自然去之, 又首能言经卷义所谓之, 大一九, 一零八下, 十经原名, 能生诸元, 与首能言经义书筑经卷一之二之解释, 大三九, 八三七下, 第八耶于诸时中最极为细, 名为十经, 则指第八时而言, 盖此类魂神, 精灵, 魂魄, 石经等用语, 早为我国古代经典所用, 如淮南子之, 天气云魂, 的气魂魄, 春秋左是传之, 新精灵, 是魂魄魄, 以礼著书之, 出入之气魂之魂, 而木聪明魏之魄, 死者魂神去则魄离, 此外,古代又称阳气魂魂, 阴气魂魄, 二气和何为人, 故有人死则魂魄身天之说。 佛教经典传义之时, 常借此类用语泛指精神, 心识, 或作为身心之一名, 而统称精神与形体。 如诸经药集卷十九, 大五四, 一七八下, 魂是灵, 魄是施, 故礼以出王之时, 以己所者之一, 将向施魄之上, 以魂外出故, 将依换魂, 魂时己依, 寻依归魄。 若魂归于魄, 则施口旷动, 若魂不归于魄, 则口旷不动。 以礼而言, 故云昭魂, 不言幻魄。 此外, 首轮言一书注金卷九之一位, 主肝魂魂, 主肺魂魄。 该书云, 大三九, 九四九中, 又以此心内外经言, 其时魂魄意志精神, 除直受身, 于皆摄入, 互为兵主。 中略, 主肝约魂, 主肺约魄, 主脾魂魄, 主胜魂志, 主心魂精神, 根生种子, 皆为第八所值受雇。 雇魂若干, 肺, 心, 肾, 脾等五脏俱伤, 则五神义去。 首轮言经卷九, 批五千九百五十。 魂祭, 为日本神道祭祀先王诸灵之行事。 又作灵祭, 盆祭, 圣灵祭, 精灵祭。 我国道教有招魂法, 密教则有去时还来法。 魂祭乃日本基于佛教于蓝盆会之说, 与其祭祀祖先之救俗混合而成之一种年终行事。 盖自推古天皇十四年, 六百零六, 开始, 四月每年四月八日及七月十五日设斋, 其明天皇三年六百五十七七月于飞鸟寺修于蓝盆会, 其后更行于宫中及诸大寺, 继而广行于民间, 至今不错, 特于中世, 约十二世纪末至十六世纪末, 以后称于蓝盆会为魂祭。 参阅, 于蓝盆, 三千四百五十四, 批五千九百五十一。 凤山佛教联社, 位于台湾高雄凤山市, 创立于民国四十一年, 一千九百五十二。 出游的方善性集资购屋, 成立佛学研究社, 至四十二年春, 迎请主云法师任住持, 改称凤山佛教联社, 并创办佛学讲习会, 凤联幼稚园, 佛教青年会, 佛教妇女会等。 每年定期举办报恩经敬佛妻 及大专学生经敬佛妻等活动。 批五千九百五十一。 凤陵寺, 一位于浙江航县秦亭山, 又称格岭, 知悉。 俗称喜鹊寺。 创建年代不祥, 为唐代元和年间, 八百零六、八百二十, 牛头宗近山法青之地自鸟科 道零七居松树上 与白居一问答之故地。 明轩德年间, 一千四百二十六, 一千四百三十五, 如月重建, 赤鹅凤陵寺。 寺后有鸟科禅师之墓。 大清一统治卷二一七, 二位于韩国庆上南道昌元郡。 为朝显佛教禅门九山凤陵山派之中心。 新罗孝公王石, 八百九十八、九百一十二, 沈溪所开创。 县德王十六年, 八百二十四, 沈溪之师玄域来堂, 师氏张敬怀辉, 归国后居于惠墓山路, 大洋宗峰, 世纪后沈溪四起法流, 开创本寺, 为陈凤陵山一派。 东国瑜的圣篮卷三十二, 朝显金石总篮上, 批五千九百五十一。 奉沙, 佛寺之美称。 寺院之称为, 沙, 系泛于Laket, 藩干, 之俄裔, 盖于佛堂之前一般君有利沙之风俗, 故称寺院为沙, 又奉为瑞鸟, 故取其祥瑞之义以为寺院之美称。 参阅, 寺院, 两千四百一十四, 批五千九百五十一。 凤凰, 自东汉开始, 凤凰建成为装饰品之图样, 其形状类似极乐鸟, 南洋产, 实则为假想中之情鸟。 凤, 为熊鸟, 黄, 为此鸟, 乃是象征极锐之情鸟。 依西域之传说, 凤凰系由绘画而产生者。 在佛教美术, 如绘画, 雕刻, 四绣中, 均有以凤凰图样表示祥瑞者。 批五千九百五十一。 凤凰山圣果四至, 全一卷。 清代僧超前传。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慧刊第一集。 杭州凤凰山圣果四建于隋文帝开皇二年, 五百八十二至唐朝武者文喜禅师父新开法史称圣果四。 宋高宗南渡曾改为远。 明家靖三十五年, 一千五百五十六, 被焚, 三十七年僧正因复建。 此后, 历经更变。 清康熙初年, 超干应该四五有记录, 乃修凤凰山圣果四至一卷, 收尸, 旧记, 记, 书, 高僧人物等文献。 极光片语, 弥族珍贵。 批五千九百五十一。 奉坛, 一千六百五十四, 一千七百三十八, 日本华盐宗学僧。 右座方坛。 社经, 大阪府, 人, 一说月中复山县人, 俗姓喜多。 法明僧训。 浩幻虎道人, 华领山人, 华领道人。 十六岁出家, 曾学禅于铁眼, 并在长崎岩学外典。 一度欲往印度, 魏果。 而于南都, 比瑞山研究朱宗, 立志复兴华岩学。 在江户时代以革新之论意, 与朱宗学者有所论真。 晚年期指于京都华颜寺, 而于原文三年世纪, 是寿八十五, 亦说八十岁。 著作极多, 有华颜武教张匡真超十卷, 具舍论观著十四卷, 英明论书瑞元纪八卷, 法华文具会超五十卷, 四交以及注增辉纪七卷等数十种, 弃经人为各宗学者所推重。 诗一身性格刚俊, 诗人美有意说, 诗集排踏论难, 乃至至书谩骂痛击, 成为当代论真之中心, 亦为日本华颜宗之中心祖师。 P5952 奉颜寺, 位于韩国庆上北道文庆郡西阳山, 又称阳山寺, 为朝显佛教禅门九山西阳山派之中心, 至正大师道县之身所开创。 高丽朝末年, 原政国师太古普渔注于此。 世宗, 一千四百一十九, 一千四百五十, 知识, 排佛之风鼎盛, 然无学自超之法四的通义和注尺本四十, 仍大阳禅止。 东国瑜的圣篮卷二十九, 朝显经时总篮上, P5952 明沙与韵, 全一致。 日本史吹庆辉, 一千八百七十九, 一千九百三十九, 边。 庆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使坦英搜集之数千件敦煌出土古鞋本中, 摘选有关佛教之古一经典约一百数十件, 编位正篇,令江若干西是莫宝及其他卷子四十余见编位篇外。 庆辉为华详是本书而令作《明沙与韵解说》一篇。 P5952 明道吉说, 凡五卷, 或说一卷。 经代, 十三世纪, 李淳甫, 字号平山居士, 者。 本书系针对宋代, 诸如明道吉, 知牌佛论义而平破之著述。 诸如明道吉, 略称明道吉, 共计七十二卷, 二一七篇, 乃宋如雨露之吉大臣, 为宋代大如周敦仪, 司马光, 张仔, 陈仪, 陈昊, 张九辰, 杨时, 张氏, 谢显道, 刘安氏等人之牌佛论吉。 盖有宋一代, 大如辈出, 然以专制性理之学, 使有牌佛崇儒之言论, 明道吉, 及此类言论中之代表性论吉。 本书作者李淳甫早年经情如夜, 二十九岁始发心学佛, 并于当时之禅宗高森万松行秀作下, 喜禅。 晚年应见于宋如之牌佛成风, 遂传明道吉说一书以破周敦仪等诸子之说。 书中之论述, 虽每举世如世道三家之一同, 然力论根据多以佛学为主, 于宋代佛教思想史上具有重要之意义。 此外,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转载本书中之有关耶律楚才, 司马光, 张载等人之十九篇论文及李纯福之自拔。 右援代流密之三教平心论, 明代屠龙之佛法经汤路中原引颂如之牌佛论时, 主要均转用本书之见解。 居士传卷三十五, 汉院英华中周集卷四, 归前至卷一, 卷九, 卷十, 刘奇, 原始义文至, 批五千九百五十二。 明中, 指佛四支敲中。 中有大中与小中之别。 大中又分成中, 摘中, 昏中等, 成中, 昏中明一零八相, 摘中明十八相。 小中则有佛殿中, 法堂中, 僧堂中等, 于上殿入堂时寇之。 禅院轻规卷六景仲条, 万序一一一, 四五五上, 至晚堂前明中三下者, 放晚餐也。 幼敲中时于心中默念之计, 称为明中计, 文中计。 此外, 禅宗有明中佛式, 急于铸造大中后, 出明之时所行之佛式, 俗称中公养。 虚唐路卷时, 行持轨范卷一日分行持条, 参阅, 中, 六千八百三十九, 批五千九百五十三。 摩, 一西弹字, B, 西弹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右座摩, 伯, 婆, 瑜伽金刚顶巾式字母品, 大一八, 三三九上, 字门, 一切法父不可得顾, 方广大庄严金卷四式书品, 大三, 五六零上, 畅婆, 赏身, 自食, 初解脱一切系附身。 即英范语, 参阅, 参阅, 婆陀, 未父之义, 其语首有BA字, 故古来称字未父之字。 六十华严金卷五十七, 大九, 七六五下, 唱婆字时, 入班若波罗密门, 明金刚场。 南本涅槃金卷八文字品, 大品班若金卷五广成品, 放光班若金卷四陀灵一品, 大日金卷二句原品, 佛本行集金卷十一席学记一品, 光赞班若金卷七观品, 文书师立问金卷上字母品, 二又作魔, 魔, 妈, 魔。 一, 未至于句末之一问注词, 语录多用之。 禅观侧镜, 大四八, 一一零以上, 伺候被问, 日间浩浩作得主, 答曰, 作得, 又问, 睡梦中作得主, 答云, 作得, 又用于文中之一问语句, 即含有不定之意味, 或有反问, 反语之语气。 二, 至于条件句之句末, 强调假定等语气, 即, 如果, 则, 之意, 又用于提示主题之时, 即, 关于而言, 则, 之意, 禅观侧镜, 大四八, 一零九八下, 耳珠人要参禅, 虚事放下者, 三, 皆为词, 如圣, 食, 那, 嫩, 作, 语, 祖堂集卷二, 六祖慧能章, P五千九百五十三, 磨渣, 系由日月定慧之境眼所成之印名, 为密教真言行者入道场时所用之印名, 又作辨试, 辨观, 沾试, 辨试渣, 辨试沾读, 磨, 为月之种子, 表示, 慧, 渣, HA, 为日之种子, 表示, 定, 真言行者入道场时, 以右眼观字, 左眼观渣字, 并观想字便为月, 渣字便为日, 以此日月定慧之境眼而成印名, 盖此境眼具有见佛, 除障二用, 故行者以此两眼瞻读道场内, 则诸摩西消散, 诸尊皆显现, 金刚鼎于家中略出念诵金卷仪连华步新轨, 理去会轨, 金刚界发会超卷上, P5954, 摩西, 为范语MSA之音译, 意义为月, 印度立法, 自英历16日至1月15日为一个月, 从月之开始至中了之前半月, 以及月亮由满月开始逐渐缺损, 中至消失, 称为黑分, 从月亮开始出现至满月, 称为白分, 大唐西玉记卷2, 参月, 例, 6227, P5954, 摩摩, 为范语MMA之音译, 意义为我所, 我的, 为范文蜀阁中第一人称我之所有阁, 然于经典中, 亦有将作, 我, 解者, 范语杂明, 大五四, 1229中, 我, P5954, 摩摩基菩萨, 基, 范明MMAQ, 又做茫茫基菩萨, 茫茫基菩萨, 茫茫基菩萨, 摩摩指菩萨, 意义为金刚母, 纸密教金刚不知不母, 为列金刚界曼陀罗金刚首愿, 为一切菩萨之母, 西方陀罗尼藏中金刚族阿密里多君图立法, 大二一, 六五中, 基, 又感化不空所菩萨, 种种庄严, 三眼四手, 把锁, 头上火光, 面坐端正, 于观世音菩萨前贵合掌, 面向上坐瞻仰视, 菩提场经卷二, 大日经书卷十, 惠灵音义卷三十九, 参阅, 茫茫基菩萨, 两千四百二十二, P五千九百五十四, 摩罗语, 梵语莫雷, 又坐罗语, 至白痰之香料, 学名菩克斯奥克斯特菩利亚, 大日经书卷七, 大三九, 六五八中, 白痰香, 西方名为罗语, 是山名, 极致论所云, 除魔梨山更无出沾潭处事也, 据惠怨音义卷下载, 白沾潭木产于摩罗耶山, 范莫雷亚, 及魔梨山, 惠灵音义卷二十六则载摩罗耶山在南印度, 因其山出白沾潭香, 凡入者必相结, 故又称除构山, 大智度论卷二, P5954, 磨, 范雨ML, 意义味蛮或花蛮, 又坐罗, 只用一袋子将花串成环状之手势, 悬应音义卷十八, 范雨杂鸣, P5954, 笔加罗论, 请参阅笔加罗论, 笔根, 范雨GHRAndrea, 巴黎雨GHNAndrea, 因一皆罗那因直立验, 为五根之一, 六根之一, 十二楚之一, 十八戒之一, 二十二根之一, 单称笔, 指鼻时所依之无见有对之感觉器官, 即嗅觉器官, 色戒二禅以上五十皆无, 故鼻根于鼻并无作用, 唯为庄延伸之故而有之, 右鼻根于十二处中称鼻处, 犯GHRYathana, 十八戒中称鼻戒, 犯GHRA, DH2Stay, 大批婆沙论卷九十, 卷一四二, 卷一四五, 巨舍论卷二, 瑜伽诗的论卷一, 卷三,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三本, 参阅, 五根, 1137, 批5955, 鼻格禅师, 未, 暗正禅师, 之同一语, 鼻格, 未必习六根而隔离六境, 鼻格禅师, 即止住于空间而枯木暗座之禅人, 所谓六根, 乃眼, 耳, 鼻, 舌, 身, 义, 此处仅以鼻表之, 盖鼻格即无声观形, 为止心鼻格, 故行此观之人止发得空间, 尚不识小臣之真谛, 亦因止观于空间之心, 故不能生妙境, 此外, 亦会随间转而堕于间网, 磨合止观卷十下, 大四六, 一三九下, 鼻格禅师发得空间, 多堕网中不能自拔, 批5955, 鼻虫, 未有观因果之传说, 据经律义香卷三十七清姓氏灵王夫妻相爱身为腹鼻中虫经载, 有义清姓氏, 持戒精进, 与义莎门未道有, 十清姓氏得病将死, 其父在旁圣碑, 清姓氏因之义增爱恋, 死后魂神疾还入于腹鼻中, 化身为虫, 父提哭不能自止, 沙门网见妇人, 妇人更加悲痛, 不觉虫自鼻涕坠地, 父修残而欲以矫见之, 沙门告以误杀, 并告知该虫乃其夫婿所化身, 沙门又告知该虫, 本经敬持戒, 福应身天戒见诸佛, 燃灵中作恩爱恋慕之响, 遂至化身为虫, 急疑惭愧, 该虫文而解义, 便自克责, 而请命中, 得身天戒, 批五千九百五十五, 彼时, 范语GHRA, VHNA, 巴黎语GHNA, 6NA, 五十之一, 六十之一, 十八戒之一, 即以彼根位所依, 勒别相近之心时, 彼时通于欲戒, 不通于色戒, 以色戒无断时之性, 故无相近, 不能陈旧彼时, 阿皮达摩大皮婆沙论卷七十二, 大二七, 三七三上, 问, 彼, 香, 彼时戒, 未必同戒, 未亦有异戒耶, 达, 如是三种唯有同戒, 未欲戒彼, 欲戒相生欲戒彼时, 杂阿皮弹心论卷一句舍论卷二, 顺正理论卷四, 瑜伽诗的论卷一品类族论卷一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二, 参阅, 五十, 一千两百零九, 批五千九百五十五, 七级, 唐末五代师森, 湖南一洋人, 俗姓湖, 字号横跃沙门, 又于维山同庆寺出家习学律仪, 姓喜银勇, 不求名利, 后赴坛周时双山庆诸会下, 请知森物, 龙德元年九百二十一, 后唐当宗请诗任森正, 诗作主公莫问诗十五首, 收于白莲几卷五, 表几志, 爱乐山水, 不敬王侯, 常与华山影诗正谷相惆唱, 正谷常改诗之枣梅诗, 树枝开, 为, 一枝开, 诗探福下拜, 诗人遂称正谷为一字诗, 诗之仅有留, 诗人戏称谷, 诗囊, 其所作诗, 气条清淡, 与同时先被诗森冠修并称, 被推卫唐代诗森之首, 遗诗由孙光献编成白莲几十卷, 诗曾与阳山会寄注于豫章关音院总侠数物, 诗有周书, 周书与林云峰永昌禅院寄军收于全唐文卷九二一, 据诗诗一年陆卷五所在, 诗诗济于后唐长兴, 九百三十, 九百三十三, 末年, 诗寿七十余, 诗高森传卷三十, 诗诗基谷略卷三, 通至略卷二十二, 大清一统至卷三六九, 批五千九百五十五, 齐玉, 一千零七十一, 一千一百二十九, 宋代净土宗僧, 札川, 浙江无心, 仁, 俗姓末, 又年初家, 依此便习天台一心三观之旨, 后心伴净土道场, 至上六弥陀相, 与道俗同修, 又参业会便得法, 历畅净土念佛法门, 常劫舍念佛, 度众圣火, 建言三年入祭, 或未建言元年, 诗寿五十九, 世门正统卷六, 净土圣贤路卷四, 批五千九百五十六, 齐安, 八百四十二, 唐末森, 海门郡, 浙江, 一座海厅郡, 仁, 俗姓礼, 魏唐宗室之后裔, 诗音曾住于杭州阎关之海昌苑, 故又有, 阎关, 之称, 又时至求出家, 就学于本郡云从禅师, 并从之替法, 受巨族介于南岳志严律师, 并习学律仪, 后拜叶江西马祖道仪得其前垂而悟道, 并四其法, 后出游化, 圆河, 八百零六, 八百二十, 末年年于七十, 重修荒废以九之岳周潇山法乐寺, 十海昌之法新创建海昌苑, 寝师助之, 一时四方参学西然聚集, 大洋马祖之禅风, 慧昌二年宴座而终, 试授九十余, 宣宗赤士, 悟空大师, 之号, 并以御师追悼, 五宗破佛后, 宣宗在新佛法, 曾蒙师之感化, 从荣禄第二十五则言关西善之公案中, 充分流露诗之禅风, 宋高僧传卷十一, 佛祖统计卷四十二, 景德传登陆卷七, 宗门统药续集卷四, 禅宗正脉卷四, 祖堂集卷十五, 全堂文卷七三三, 批五千九百五十六, 其思仪, 一千九百一十八, 北平人, 先后毕业于南开大学, 学士, 英国牛津大学, 硕士, 剑桥大学, 哲学博士, 1964年至美国, 曾任印第安纳大学东方语文与文化系教授, 并任佛教哲学学报主编, 是以现代西方符号逻辑来解释佛教之名像语言, 颇有深入与独道之见地, 常以学者身份参加国际性之佛教会议, 著作有, A Comparative Study of Propositions in the Western and Indian Logic, 1972, 西方逻辑与印度英明命题之比较研究, A Semantic Study of Propositions, East and West, 1976, 东西方命题之语意研究, 等书, 由以Buddhist Formal Logic, 1969, 佛教形式论理学, 一书, 备受学界之好评语推崇, P5956, 其夜深, 指以素夜敬畏其限而入灭之佛身, 为其原深之对称, 以及天台宗所指晓成三藏教之佛身, 盖依三藏教之教义, 一切万法, 皆依因缘合合而生, 本无使我, 即因前世之烦恼夜而显现, 佛身亦由素夜所感, 必以素世之夜报尽, 使入涅槃。 法华精玄一卷七下, 亦即显示法身说听之矣, 此境之妙, 不可以言想求, 不可以凡情策, 是大总相法门迹而常照, 法身明资之境。 四明尊者教行路卷四在达太禅师三问条, 批五千九百五十七, 其原身, 指以原境为其限而入灭之佛身, 为其夜身之对称, 乃天台宗通教所说之佛身, 如幻如画, 空而非时, 若教化众身之原境, 其身则隐, 呆有机原时又复现, 此佛身即称为其原身。 亦即积心即身, 原谢即灭之佛身。 对此, 藏教所说之佛身, 乃至由过去之夜力所示现之佛身, 故须待夜境, 使可入灭, 此佛身即称之为其夜身。 法华经璇一卷七下, 批五千九百五十七。 一, 范语KOR 卫技术之单位。 我国古代, 义, 之术有大小二种算法, 小数为十敬畏, 以十万畏义, 十亿畏照, 大数为万敬畏, 以万万畏义, 万亿畏照。 故,义, 义引生未淫闷之义。 于佛典中, 义之说法不同, 如华严经探玄记卷四, 大三五, 一七四下, 西国术法有三种义, 一, 百万, 二, 千万, 三, 万万。 中略, 聚之者, 此云义, 是千万畏义, 此中聚千万畏义义。 另据于佳师的论略转卷义载, 于印度, 义有四种说法, 一, 十万畏义, 二, 百万畏义, 三, 千万畏义, 四, 万万畏义。 以经论中所说为例, 如于余加, 显阳等论中以百万畏义, 十亿畏聚之, 故为百聚之畏义佛土。 华严经以千万畏义, 称为百万亿。 大制度论以十万畏义, 称为百亿。 P5958 一节, 节, 范语, 高巴, 因一节播, 略作节, 为古代印度极大实现之时间单位, 义, 形容数量极多, 隐满。 一节, 有二亿, 一, 表无限长之时间, 乃百千万亿节之略称。 法华经, 大九, 五下, 于无量一节, 行此诸道义, 道场的成果, 我以惜之见。 二, 表永远之义。 往生要集卷中, 大八四, 六四上, 若有产狂不尽心, 一节寻求莫值欲, P5958。 仪贵, 范语, 高巴斯特, 原止密部本经所说诸佛, 菩萨, 天部等, 于秘密坛场之秘印, 供养, 三昧耶, 曼陀罗, 念诵等一切仪式鬼则, 后转为寄述仪式鬼则之经典的通称。 全称秘密于家观形仪鬼, 念诵仪鬼, 秘密仪鬼, 三摩地仪鬼。 或称修行法, 念诵法, 供养法, 三摩地法, 秘鬼。 秘密不诸尊在诸经中多有规定其行法仪鬼, 如欠缺规定者, 则依通用之仪鬼。 于婆罗门经典中, 各有其供养法, 共计法之书, 此意相当于密教之仪鬼。 仪鬼行法如语经和则称经鬼, 由于诸尊圣众, 且修法各异, 故其经鬼亦多, 布下数百卷, 宋元以后之大藏经虽均有收录, 然至今多数已不流通于中国, 唯独在日本流传。 日本之最臣, 空海, 长小, 元行, 元人, 慧韵, 元真, 宗睿等八人相继来华, 传写许多以鬼返日, 是称八家乡城, 其书目则载于各诗之请来路中。 江户时代, 日本黄泊山开板之路内仪鬼有187步324卷, 另有黄泊山, 江户陵云寺, 大河长谷寺等地堪行之仪鬼, 总称为路外仪鬼, 即133步180卷, 其中意涵若干经典。 明治后之缩刷大藏经, 大镇新修大藏经, 均收有路内, 路外及其他各种仪鬼, 前者收路570步93一卷, 后者收路612步96一卷。 右藏意大藏经亦收有各类仪鬼, 密教图像之所以复杂, 戏由仪鬼繁复之故。 我国仪鬼之术作戏由印度传来, 印度之仪鬼则由龙树送出。 主要之意者为善无畏, 金刚志, 不空等大师。 诸仪鬼传授文书卷9, 诸仪鬼秉承路卷7, 佛教圣典概论, 入唐星球圣教目录, 批5958。 一宴, 876, 995代森, 又作一宴, 吴兴湖州, 浙江, 人, 俗姓许, 附阵守姓安时劝其取妻, 诗不听, 遂游立诸方, 参访靖清道夫, 并四其法。 后归反吴兴, 令创义舍居住, 魏九, 从瓜苍堂山得延出家。 后静开运年间, 944、 947, 由仿江郎言, 入议时堪中, 命弟子会心以时所知。 宋太宗纯化元年于渠州乌巨山世纪, 释寿115。 五灯岩筒卷八, 禅宗正脉卷八, 佛祖刚目卷35, 指月禄卷21, 教外别传卷7, 批5959。 仪归经, 请参阅大悲空至金刚大教经。 辟剑, 指邪辟不忠于理之恶剑, 如身剑, 边剑, 斜剑, 戒取剑, 剑取剑等五剑, 属于根本烦恼之一。 此类恶剑令人执着有我, 否定因果之理, 或以牛、狗戒等偏斜之戒律未达于涅槃之行。 据舍论卷十八, 大二九, 九四中, 旧五辟剑, 说斜剑重, 批5959。 剑印, 密教表示刀剑之印。 可分, 一, 不动明王剑印, 细剑在俏中之行, 右手拟剑, 左手拟柄。 二, 大日剑印, 有二种, 一, 经戒三昧耶会大日印, 右座皮卢遮纳金刚戒自在器, 五佛灌顶印, 宝观印等。 印相座外父权而以二中指合力, 屈上指节坐剑行, 身二十指负于二中指背部。 二, 开塔印, 二手虚心合掌, 手印的印母之一, 驱二十指之中结, 横相主, 以二母指并压二十指之上结, 二母指之间烧开如剑行。 三, 文书剑印, 为文书菩萨之三昧耶行立剑之印。 余文书公养法中, 又称金刚力剑印, 金刚力妙印, 金刚制剑印。 此外, 大会刀印, 亦称剑印, 戏如来生会印器真言之一。 大日经密印品, 圣观自在观行鬼, 密钞问答卷石, 批五千九百五十九。 刘宋文帝, 南朝刘宋元家元年至三十年, 四百二十四, 四百五十三, 在位知皇帝, 明义龙, 在位期间称为元家智士, 当时知佛学, 倾向于玄理清谈。 帝曾问法于当时高僧会言, 并归依佛教。 又在位期间, 一经加求纳拔摩游记兵来朝, 元家八年抵达建业, 于纸环寺讲说华严经, 法华经, 十的经论等, 赋于南陵寺设立戒谈, 至世纪为止, 文帝皆礼遇有加。 帝又任命比丘尼宝贤未经一支, 尼森正。 出三藏纪集卷十四, 梁高僧传卷三, 佛祖历代通载卷八, 批五千九百五十九。 流宋五帝, 南朝流宋永出元年至三年, 四百二十, 四百二十二, 在位之皇帝。 名誉, 据沙门法称之预言, 帝乃寿松山神之诏事而为天子, 会义父确认此说。 帝即位之年, 曾于内殿设斋招请当时高僧道照, 三百六十八, 四百三十三。 梁高僧传卷十三, 历代三宝纪卷十, 是世纪古略卷二, 批五千九百五十九。 刘、四百三十七、四百九十五, 南齐南阳涅阳, 河南正平县南、人。 自灵欲, 以自得名。 世居江陵。 父祖皆以学行文明。 性高洁而好学, 聪慧过人, 咸于经史, 犹善佛典。 刘宋太史年终, 四百六十五, 四百七十一, 真召魏晋王济世, 魏九吉请辞。 剑五, 四百九十四, 四百九十七, 初年内召不复观, 居家学佛, 常斋礼诵, 伯通经藏, 并明了禅法, 横眼斋独处, 既然若须。 因爱江陵西沙州之远离成俗, 遂喜居之。 美登座蒋涅盘, 大小品, 四众拱厅, 衔接赞叹。 所这, 著法华经, 以诗传, 仅于至义之法华经文句集集集藏之法华玄论, 法华译书等书中载有该书之隐文。 又大臣义章卷义及三论由意义中载有流创立之五十七皆说。 于现存之无量义经续中, 首续七皆叛教, 明是师教一根气不同。 四辩顿物义, 未入空则其会不耳。 平定顿剑之德师, 以剑为虚教, 以顿为实说, 颇具调和之义。 齐明帝建五二年东逝世, 享年五十九。 旭高森船卷九法安船, 南始列传第四十, 批五千九百六十。 刘亦次, 一千九百四十, 台湾台北人。 法明果境, 别号远山。 师大英语研究所毕业。 五十四年, 一千九百六十五, 归一正联法师。 后清静圣研法师, 南淮景等。 历任大同工学院讲师, 中正理工学院教授, 美国佛教会驻台义经院议员。 事与授课之余, 智利佛经之音义, 已完成者既有大宝基经, 大臣礼去六波罗密多经, 冷严经等。 批五千九百六十。 刘朱元, 一千八百七十五, 一千九百五十, 四川中江县人。 名副李, 自朱元, 别号黎明。 前清拔贡, 北京京科大学毕业。 长于文学, 通达三里, 历任四川高级师范, 成都大学, 四川大学文学教授。 早岁经为时, 曾者为时学纲要数万言。 司书永明延寿, 于民国二十一年, 一千九百三十二, 这有宗敬陆大科判, 晚丹禅月, 不喜著作, 为存讲稿数篇为弟子所传抄。 三十八年农历三月于得杨孝全言作四替法, 寿三谈大戒, 法名昌宗。 魏九, 应邀蒋伦严经, 并传净土官法。 后返中将, 驻西白云寺, 专研戒律。 三十九年世纪, 世寿七十六。 著作除上纪外, 另有宗敬陆系科判约五卷, 宗敬陆读法约十余卷。 另转集大制度论之法相而成性宗法藏三册, 然未出版。 P5960 刘国乡, 1926, 湖南横山人。 比明元乡。 陆军军官学校毕业, 曾任军职十三年。 自幼信佛, 民国四十七年, 1958, 归一三宝, 为九幼受菩萨戒, 并清静道安法师, 师事二十年。 试出习禅, 后归新净土, 以念佛为常课。 来台数十年, 所传弘法文章不可胜数, 皆发表于各大佛刊。 节级成书者有宇花籍, 红楼梦雨禅, 圣僧玄藏大师传等书。 又曾主编师子后月刊十数年, 并创办善之事月刊。 P5960 刘梅生, 1912, 福建人,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一夜, 旅居菲律宾马尼拉, 曾归一红一, 信愿, 映光, 虚云, 来果, 映顺等诸诗。 一生致力于慈善, 红法之事业, 多次协助非岛各地建四世仪。 又创办普贤学校, 文书中学, 佛教居士林, 佛教青年会, 佛教三规正信会等机构。 于民国七十四年, 1985, 一月出家, 理性院法师魏德界和尚, 由瑞金法师戴刀PT, 法明决生。 P5961 刘冠道, 元代中山, 河北镇定, 人, 自重贤, 善于绘画, 由公佛像。 元真元年, 1295, 以绘成宗玉荣而得任玉居使。 于道士人物之描绘, 风格技巧多取法自敬堂之画风, 所会应征, 罗汉, 荣兹生动, 风度优雅, 观其画, 仿佛至深其中, 可谓高出十倍之神比。 P5961 刘冯, 随代翻经学士。 经养, 位于辖西, 人, 又坐刘平, 身足年不祥。 刘冯经于内外学术术, 因敢于历代翻译经论时, 对大千, 尤寻等技术单位, 各家计算比例皆亿, 顾传内外傍通比校术法一卷, 即入重经技术之法, 与我国固有之相对技术法, 一同并比, 作为后学一经之参考。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P5961 刘森少, 北魏时代之森, 机冠不祥。 据魏书卷八言昌三年, 514, 11月条载, 幽州, 河北济县, 沙门刘森少聚众反叛, 自号禁居国民法王, 后魏周骏补斩。 此一叛乱或系汉人不平分子不甘受一族, 北魏, 知统治, 遂及佛教之名而起之叛乱。 汉魏两进南北朝佛教史第十四章, 汤永同, 知那佛教史研究, 种本善龙, P5961 刘邪, 南朝梁代东关举人, 市居金口, 自燕河, 浩云门子, 早孤佳平, 驻清周云门山。 刻苦修学, 博通内外, 善能撰文, 游功于引用。 不谋取妻之事而乐于不失。 依止大学森森佑十余年, 深言经论。 森佑所编之初三藏记及十五卷乃我国佛典目录之名著, 该书之编定时由刘氏相助而成。 曾传, 灭霍论, 痛抵到家之说, 招明太子深爱赏之。 后宇沙门会正等奉赵至今于定陵寺, 因祈求出家, 岁的剃度, 法明慧的, 为九集事迹, 生足年不祥。 所传文新雕龙十卷, 与中荣之, 诗品, 并称中国文学批评典籍之双臂, 书中多取佛家之科条, 以建立文章之鬼则, 又每每会通泛华英译, 以表全其文艺思想, 故传至今日, 由见众于学姐。 红明集卷八, 梁书卷五十, 南史卷十二, 批五千九百六十一。 刘瑞之, 一千九百一十四, 广东东官人, 出生于军旅, 曾学法于诺纳乎乎图克图, 大陆沦陷后, 喜居香港, 民国四十八年, 一千九百五十九, 赴印度之嘎林邦, 向吕印之西藏红教, 宁马八, 法王敦诸求法, 蒙寿, 那也东出, 四级灌顶。 法名为书囊卓之赞青, 亦为福德法状, 并求得大幻化网导引法及中维法要等。 返香港后, 积极弘扬红教法门。 先后在香港设立金刚成学会, 三轮佛学社, 敦诸经社, 并在台湾设立金刚成学会。 除射弹灌顶, 传授毗卢七支做法外, 并印行有关藏密之各项典籍。 这, 亦有新经秘义产述, 诸家大手印比较研究, 大幻化网导引法等书。 P5962, 刘怡明, 352, 410, 东径净土行者, 彭臣, 江苏同山, 人, 名臣之, 自重恩, 汉楚元王交之后裔, 出任府参军, 历任宜昌, 柴桑县令, 后去职, 与周叙之, 桃钱等皆不应真命, 时称寻阳三颖。 移名, 之号, 传系刘宋五帝表彰其不屈所斥。 后入庐山师事会远, 于山中别住仪式, 经修禅法, 凡十五年, 平感佛光。 与会远于东陵寺节白莲社, 誓愿往生净土, 做庐山白莲社事文, 乐邦文类卷二所收, 词意典雅, 至今传颂不已。 一夕六年冬, 欲知时至, 焚香礼佛, 面膝端坐而化, 享年五十九。 已有玄浦一卷。 乐邦已稿卷上, 龙书净土文卷五, 东陵十八高贤传, 净土圣贤路卷六, 庐山莲宗宝剑卷四, 全境文卷一四二, 批五千九百六十二。 刘密, 宋, 原时代之儒是道三教条和论者, 为三教关系史上极受矩目之学者。 其主张儒教系端正刚长, 是名人伦, 而有功于天下, 道教崇尚清虚无畏, 佛教则舍违归真, 自立立他, 故如是道三教各有意义及任务, 缺宜不可。 这有三教平心论二卷, 书题, 敬斋学士流密传。 书中立伯欧阳修, 朱熹, 陈明道, 陈一川等宋代儒者之牌佛论, 而主张三教调和。 P五千九百六十二。 刘铁摩, 唐代禅宗尼师。 俗姓刘。 法名, 申足年, 及冠军不祥。 以姬丰俊俏之故, 是称刘铁摩。 于聚谈周围山时里处结一小安, 参业围山林佑, 并四其法。 一层参业子狐立宗禅师。 与当时禅客时相往来, 圣坛禅指, 有, 铁摩老字牛, 之公案传世。 景德传灯录卷石子狐延立宗章, 连灯会要卷七围山林佑章, 碧延录第二十四则, P五千九百六十二。 额, 西坛字, 火, 又作额, 乃密教阿字五转之第五。 大日经书卷十四, 大三九, 七二二下, 又此阿有五种, 阿, 阿, 长, 岸, 额, 额, 长, 额及第五字, 系, 阿字长音, 附上菩提点而成。 大日经书卷十四, 说明集合诸字门而成身之是中卫, 大三九, 七二四下, 其第五二字便一切处, 随意所作皆的也。 死在身外, 如佛生光, 随意而用, 不在身内部自知卫也。 以阿, 阿, 长, 岸, 二四字配于发心, 修行, 菩提, 涅槃之四转法门, 而耳字则具足此四转之方便利, 故称五转具足之耳字。 又五转佩五佛有二说, 一, 若依善无畏之东应发心意, 此耳字相当于中央大日。 二, 若依不空之中应发心说, 即为北方不空成就佛三昧。 大日经书卷十三, 大日经义式隐秘超卷五, 大日经书超卷七, 参阅, 阿字五转, 三千六百一十三, 批五千九百六十三。 增益阿含经书, 请参阅分别功德论。 增上, 泛语欧派佩佩卡, 而佩佩提, 即增胜上静之意, 以及加强力量以助长进展作用, 令事物更行强大。 巨大皮婆沙论卷一载, 若依增上心论道, 是为素达懒, 经, 若依增上戒论道, 是为皮奈耶, 律, 若依增上会论道, 是为阿皮达摩, 论。 唐义社大臣论是卷一载, 增上会者, 为屈正智慧。 上纪之说皆细就其适用之增胜进展而言。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一, 显阳圣教论卷一等, 列举三种增上, 一, 自增上, 指自己之增上力, 如不起恶业, 故不堕恶趣。 二, 是增上, 指世间之增上力, 如善业引致世间之赞叹, 恶业引致世间之积毁。 三, 法增上, 指正法之增上力, 如畏护持正法而不起恶业, 且不令诸世间轻毁正法。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十五, 列举七种增上。 童书卷十六次第解释之, 一, 取增上, 未演, 而等根对于能取境界, 有增上之力。 二, 生增上, 未男, 女根对于生胎受孕, 有增上之力。 三, 助增上, 未命根对于色身等常住, 有增上之力。 四, 受用杂染增上, 未苦根, 乐根, 舍根等无受根对于的生不悦, 心悦, 身心非悦非不悦等所受用, 有增上之力。 又为贪甜吃等所随眠之故, 即为乐为贪之所随眠, 苦为甜之所随眠, 不苦不乐为吃之所随眠。 五, 清净增上, 未性, 精净, 念等五根即为知欲之, 知, 之以等三根对于世间, 出世间之清净法, 有增上之力。 六, 田增上, 未贡业对于山, 和等气世间之生起, 有增上之力。 七, 直受增上, 未地, 水, 火, 风等四大种对于色, 香等诸所造色, 有增上之力。 上纪即说明二十二根各对其所对于知法皆具有增上力。 此外, 一切法各对自身以外其余诸法之身, 助等不予障碍, 或给予助力者, 称为增上缘。 能做因所得之果, 称为增上果。 又爱悦地理之圣欲, 称为增上忍法。 三不善根之增胜, 称为增上不善根。 见, 知识用猛力, 称为见增上, 慧知增上, 称为慧增上。 其他上有志增上, 悲增上, 性增上, 念增上, 见增上道, 修增上道等。 大皮婆沙论卷十八, 卷五十四, 卷六十一,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聚舍论卷二十, 显阳圣教论卷十四, 批五千九百六十三。 增上心, 一级增胜上境, 适用强胜之心。 圆绝经, 大一七, 九一六下, 若诸默示一切众生, 于大圆绝起增上心, 当发菩萨清净大愿。 二级禅定心, 系习灭恶念所得之定心, 此定心具有增上力。 中阿涵卷二十五增上心经, 大一, 五八八上, 若比丘欲的增上心者, 当以数数念于五相, 数念五相, 以身不善念即变的灭, 二念灭以, 心变常住, 在内止息, 一意的定, 又于同经卷四十黄卢元经载, 的第一增上心, 称为初禅, 的第二增上心乃至第四增上心, 则次第称第二乃至第四禅。 三又做增上心学, 为三学之一, 即指定学, 定, 有增上之力, 能令心增进。 据摄论卷二十八, P5964 增上心学, 范语Adhisita, Ek, 巴利语Adhisita, Sik, 即, 三学, 中具有增上势力之定学, 未能增进, 心, 知学, 故称增上心学。 修定能收摄散乱, 令心专注于一对象, 进而远离欲望与邪恶, 趋向渐性误导。 据摄论卷二十八, 大二九, 一四五中, 有余诗说, 即心一径相续转时, 明三摩地, 气经说此为增上心学故, 心清静最甚, 即四静律故。 即一门族论卷五, P5964 增上寺, 位于日本东京都知公园, 为日本净土宗七大本山之一, 号三元山广度院, 元属古义真言宗, 明德四年, 亦三百九十三, 十二月, 亦说至德二年, 一千三百八十五, 改为净土宗, 并立经之四号, 以圣聪为开山。 应永元年, 一千三百九十四, 千叶佐竹士等布施法器, 田园, 灵树等, 岁星建堂语。 德川家康时, 将本寺定为菩提所, 祠堂, 而一致献止, 应受幕府保护, 德宇宽四痛等并列, 成为关东十八坛林之首。 后继经烧毁, 重建, 智德川氏末其人拥有大众二千八百余人。 明智维新后, 幕府崩溃, 增上四亿随之衰微。 四中藏有纸本着色法然上人传二卷, 宋版大藏经五三五六册五八四七卷, 原版大藏经五三八六册五九三一卷, 高历版大藏经一二五九册六五三一卷, 均为日本之国宝。 P5964 增上果, 范语 Athepati, Fala, 系五果之一, 即一, 能做因, 的增上力所生之果。 由于系许多, 因, 法活动之结果, 故意称共果。 于诸种情况下, 增上果未所愿缘, 等无见缘即增上缘之果, 以此三缘皆属于能做因之故。 如依增上缘之眼根的深眼石, 此眼石即属增上果。 又所谓能做因, 只对结果无直接关系的其余诸因之总称。 据舍论卷六, 大二九, 三五上, 即由无让的增上名, 或能做因亦有胜利, 如十处介于五十生, 诸有情业于弃世界, 而等对于眼石生等, 亦有辗转增上生利, 闻以变身兴建欲故。 据上纪据舍论所说, 能做因为助于无障, 若即与胜利, 所得之果即为增上果。 又能做因与增上果其体之宽辖有益。 以能做因助于无障, 的广设有谓, 无谓一切法, 故其体宽。 增上果属因果法, 进。